他不見得願意講出來 他願意講出來 不見得人家相信 那像了凡、世訊這種書 能夠流傳下來 對於後世的人 就改變很大 你看我們知道 袁了凡 他是一個 被命述算定的人 也就是說他的生命 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反正他做什麼事情 都已經有命述 跟他安排好了 他也沒有辦法 跳離這種命運的安排 所以他跟 他也不需要多想了 一切就讓命運 去走他自己的路吧 所以袁了凡是這種人 那袁了凡 一生被算定的命運 非常的不好 在我們現在來講 他可以說呢 是一個 命不太好的人 他這個短命 也沒有兒子 沒有子事 然後呢 前途不是很順利 身體也不會很健康 他被人家算定的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算定他的人 那很厲害 在袁了凡裡面 我們看到了這個 孔先生 他用黃極金素的這種道理 把一個人的一生的命術 通通定出來 而且定人的分毫不差 他講的那種 命運的變化 也是講得很微細 吃毫不差 你看他什麼時候會考 考試 會考第幾名 考上之後 可以領到多少米 他可以 活到多久 一生的這個命術 通通被他算出來 讓我們知道 這個 世間的這種算命師 人家說 秀名水 活力力 其實呢 偏知偏惡的是很多 一知半解的更多 那有辦法 像這個孔先生 這樣算到這麼精細的 算到這麼準確的 這個真的是也不多見 古時候的算命師 好像都很頂 現在的算命師 我們就不敢講 那這個元鳥版 被這麼厲害的算命師一算 太準確了 太神奇了 也太可怕了 所以他一生呢 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他也就這樣奄奄一喜 反正呢 沒有什麼作為了 就照著命運的安排來做事 一直到 他遇見了一個修行人 雲古禪師 雲古禪師 才跟他開破這個道理 人的一生啊 雖然是有命術安排 可是呢 他每一天呢 都在加減懲處 雖然有命術啊 可是呢 你的信念的變化 可以改變你的命術 改變你這個運度啊 比如說你本來是考第十名的 誒 你的信念的向善 讓你考考試 考了前三名 名列前卯 你信念的向二結果呢 讓你考到第五十名 甚至呢讓你沒有考上 這個呢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雲古禪師呢 跟他講破了這個道理啊 讓這個雲鳥凡啊 哇大聲信心 知道說呢 他還有翻身的可能啊 所以開始去行善啊 開始去積德啊 開始呢 去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他想的不再是自己了 念念都是眾生啊 只要呢 能夠幫助眾生 能夠利益眾生 那就是呢 他最想去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把他所做過的 利益眾生的事情了 就把他記錄下來 那形成了 這個功過格 這種記錄的方法 那麼他發願了自己 這個記錄啊 能夠記錄到一千善 就用這個一千善的功德 來改變他考試的這個 名次啊 結果呢 這個改變就很大 譬如說他本來算定是考第三名的 結果呢 他考了第一名 他用這個方法呢 不斷地改變他的命運 他本來沒有指示 後來生了一個兒子 他本來活到54歲 老死在他的這個 現任的官內 官雅之內啊 結果呢 他活到73歲 他沒有求 沒有求壽命 可是呢 壽命延長了 那他求 希望呢 能夠再高升 也就是說他希望呢 自己 除了說 考這個舉人之外 那他希望呢 能夠再晉升一級 就考進士 我們古時候的這種科舉制度 有點類似像我們現在說的 博士碩士 這個學士 那 這個元鳥凡啊 他的命運啊 是做到秀才而已 就是我們說的 學士而已 他希望能夠在公民上 有所進步啊 所以他開始記錄他的功過格 然後把他的善事呢 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結果他不但的 考中了舉人 也考中了進士 等於現在我們說的博士班 已經畢業了 那他在官雅內 所以所做的各種善事啊 影響眾生就更多 乃至他後來寫這本書 其實也不是書 他只是一些家信 家書啊 只有被後人集結成策 就影響到現在 改變後人啊 相當相當的多 那我們可以想見 雲鳥凡 他後來的福報 後來的福報一定很好 尤其是他這些書啊 利益眾生這麼大 那相對呢 給他很大的功德 所以信念 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數 改變一個人的面向 改變一個人的前途 也改變一個人的壽命啊 那所以說我們想不想改變 雖然我們說 修道不著行 著相 修道呢 只問自心 不問了外在 但是呢 每一個修道人 其實呢 每一個人啊 都希望自己 能夠在 這個現實的環境上啊 能夠心想事成 不再有這些障難 不再有這些煩惱 不再有這些疾病 的掛礙 那特別是我們講到生死 生死這件事情啊 是所有修行人 所追求的 一個目的 那就是要 跳出生死 擺脫生死 我要達到 不生不死 那所有修行人 不是就是 為了這個嗎 那麼我們知道 有生一定會有死 這個是因果一定的道理 那所以我們講到 不生不死 我們必須了解 這個不心不死 是我們的這種自信 我們的生命 不生不死 我們的靈性 不生不死 那我們的身體呢 是一個臭皮囊 就好像我們的衣服一樣 它會變化 它會老去 它會死亡 就好像衣服 壞掉了一樣 但是呢 我們那個永恆生命 已經呢 掌握到了 已經呢 這個突破了 肉體的限制 可以回歸到 本來的面目 那就是 回到永恆的生命 其實永恆的生命啊 我們現在科學家 科學界 已經證實 人的生命是永恆的 你看那個 前世今生 這本書 那可以說是 很流行 很知名的一本書啊 它是現代的醫學家 用現代的方法 現代的理論 將人催眠 催眠到 他的這個 過去式 的一種印象 我們過去式 的這些經驗啊 都存檔在 我們的阿賴野士 它可以進入 阿賴野士 把你的記憶喚醒 那這個是科學的方法 也被現在科學界 所認同 那麼科學界所認同這件事情啊 這表示說呢 他相信有 輪迴 有因果 他相信呢 人的生命是永恆的 我今天 我是一名 公務人員 我以前做過工人 做過農人 我做過動物 我甚至呢 做過餓鬼 我在地獄獸行 我曾經也是一個天神 我曾經做過 各種不同的樣子 出現在這個人世間啊 但是呢 那是什麼道理呢 為什麼我會 變成 這個樣子 變成那個樣子 我會一直呢 就這樣輪 輪替不移呢 這個道理就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的道理啊 要透過 要透過 聖人 透過佛 來告訴我們 所以所有的宗教 這些聖人啊 他就呢 有這個使命 來告訴世人這個道理 那這個道理呢 就是 前世今生 這個作者 他所印象的 生命是永恆的 我們的靈性是永恆的 我們是 不生不死 的一個本性 也就是說 我們的真主人 他可以換各種衣服 換各種不同的樣子 換各種不同的形象 但是呢 那個真主人 從來沒有發生 變化 本質具足 本質圓滿 那個真主人 就是 他們所說的 永恆的生命 那其實這一點 跟我們修道 就已經很接近了 我們修道人的認知啊 我們相信 靈性不生不死 我們相信呢 肉體 早晚會有 這個老病死 的一天 但是呢 如果在 老病死之前 我就了解到 忠悟到這個道理 忠悟到那個 不生不死的 決心的話 那麼對於 老病死 我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我已經知道 我的 回去的路 我要去的目標 我怎麼樣 脫離 這個肉體 脫離 這個六道輪回 我已經是了然清楚了 那麼你就 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你擔心什麼呢 不需要擔心的 這個 黃昏到了 夜晚快來臨了 我要回家 我已經知道 回家的路了 我還怕什麼 總在 天黑之前 就可以趕回家嘛 那這個回家的道理啊 這個是 古來的聖賢 古來的修道人 一直在告訴 我們的道理 回家是我們回到 自信的家 我們本來面目的家 我們稱為老家 要回到這個老家 那個才算家 不是回到我們 這個台灣 哪一省哪一市 哪一縣所住的家 不是這個家 是我們靈性的家 那這個靈性的家 是永恆存在的 我們在那裡呢 也是永恆的生命 那要了解 這個道理 要知道 回家這條路 就是 在 我們的 這個 生老病死的過程當中啊 在某一段的 這個精華的區段啊 你就要 好好的了解 這個精華的區段啊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民事應運 大道在普傳 真正的告訴我們 回家的這條路 真正的讓我們了解 永恆生命的存在 這個呢 才是現在 我們處在 今天 這種 末節年 末世年 末法之年 多災多難的 這個結束裡面 氣候 異常的 這種世界中啊 我們可以 得到一個 永恆安止之處 那麼我們甚至呢 藉著自己的修行 自己的道德 藉著世間的秩序 要來改變這個環境 讓這種所謂的 世界末日 所謂的這種 末節之年 末世時期啊 無限的延長 讓它不會到來 但是呢 如果我們說到 人的生老病死 那麼地球 也會有生老病死啊 這個是我們 必須了解的 所以這個生老病死啊 一定也會到來 所以末節年 末法之年 一定也會到來 那到來 我們都已經知道要回家的地方了 那到來 又有什麼關係 我們只是換了 我們 換了這個環境 我們還有新的環境 我們有一個永恆的依止 這個永遠的家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 在今天的生活 不經不步的一個修行 這個不經不步啊 是我們很清楚 很了解 那要達到這樣的清楚了解 洗心敵律 就是我們現在要下了功夫了 所以 一切法 重新想生 我們今天 所面對到了 各種的境界 各種的 這種現象 都是心想所生 那眾生的心想啊 就感應到那個夜 整個大環境 就是整個眾生的心想 這個叫共業 但是共業呢 之中還有別業 我們如果 沒有能力挽救這個共業 但是呢 我們至少自己 可以知道回家之路 可以知道一個安止之處 當我們更有能力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應該就是跟老祖師一起下來 來平壽萬教 來度化九六億元胎 佛子那個時候 那這個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仙佛 不斷地在告誡我們的理念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有能力 說我可以回家 你要很清楚 我有這個認知 我有這個覺悟 我要回到我的老家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 洗心敵律最重要的目的 如果你今天洗心敵律了 結果呢 你還不知道回家之路 不知道本來的面目 那麼你的洗心敵律 只是為下一次的福報做準備而已 那麼我們不想再有下一世 下一世還不是照樣生老病死嗎 我們不想要生老病死了 我要得到一個永恆的力量 永恆的生命 永恆的自在 那就是呢 要跳脫生死的束縛 跳脫六道輪迴 我要回到永恆的家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 修行最主要的目的 那所以今天 道之宗子告訴我們 洗心敵律了 真的是從我們的這種 現在的生活上下功夫 所以道之宗子啊 句句含無量意 句句含有無限的智慧啊 我們如果能夠從道之宗子 的每一句經文 體悟到它的無量意 然後呢 身體力行 單單一個經文 一字經文 一句的話 就可以讓你 找到本來的面目 就可以讓你 回歸到永恆的生命 所以洗心敵律 特別講到我們現在的世界 現在的眾生 心性呢 不可捉摸 一切妄想分別執著了 芬然踏致了 那所以洗心敵律是 在這裡洗 在這裡敵 在這裡下功夫 大家早安 道之宗子 講到第十四句的經文 借甲修真 那昨天呢 有這個網路 傳染了一封訓文 是98年9月12號 正宏佛堂的培訓 那麼它裡面呢 大概的內容 我們稍微解說一下 那剛好呢 就配合我們現在所講的 借甲修真 這句經文的含義 他說呢 紅塵到處是病毒 問徒進徒在何處 天地間正氣不足 邪氣難足 事態動亂 人心不古 那他說呢 我們現在呢 的這個人世間啊 到處都是病毒 那我們知道 現在在流行的一種病毒 就是H1N1 那這個病毒啊 以前被叫做豬流感 那現在可能沒有人 在敢叫豬流感 那現在這個病毒呢 還在發威之中 那麼陸續得病的 或者是說 因致病而死亡的 這個數字啊 還是在累加當中 那尤其進入秋冬之際啊 那可能呢 這個病毒會更加的蔓延 那麼除了這個病毒之外 我們這個世間 病毒太多太多了 那我們吃的菜 吃的飯 有很多毒 我們喝的水 我們喝的水 也有毒 甚至呢 我們吸的空氣啊 也有毒 所以一個人 如何能夠逃脫得了 這個病毒的侵襲呢 當你處在這個社會環境 這個地球世界啊 沒有一處你是逃得掉的 所以說到處是病毒啊 那這麼多病毒 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之中 那麼我們唯一可以抵抗病毒的 就是身體的這一份抗體 事實上呢 就是我們的正氣 那一個人的正氣 他是從內在發出來的 他一定是自己 在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的這種言行作為上啊 合乎自然的標準 那麼這個病毒 不是自然的標準 那麼當人 如果能夠生活上 回歸自然的標準 那麼他只有有足夠的抗體 也就是他有足夠的這個正氣 能夠抵抗病毒 百毒不清啊 但是如果說這個病毒啊 很持久的 侵占在人世間的環境 那可能呢 所有的眾生 也沒有辦法 住在這個地球很久了 那所以 老實問呢 淨土在何處 我們必須找出一個淨土 讓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啊 那淨土在何處呢 那我們試著 來分析這段訊文啊 它裡面也有提到 那天地間正氣不足 邪氣難足 這個正氣不足啊 這個就是世間的通病 世間的現象 那每一個人呢 他被外在的這些毒氣 五億六成 所沾染 那內在呢 那內在呢 又有自己的那一份 貪嗔痴慢 殺到淫妄 這樣的一個邪氣啊 內外交工之下 人沒有不生病的 所以呢 只有自己 將內在的這份毒氣啊 能夠洗涤乾淨 淨除乾淨啊 那麼至少 還能夠抵抗病毒 一段期間啊 那他說 事態動亂 人心不古 喪失古道 失去本心邪氣志 事態動亂 那我們已經分析過 這種現象 那麼人心不古呢 當然就是 人沒有辦法 合乎天地的法則 回歸自然的生活 所以造成呢 事態動亂 那喪失古道 古道是什麼 古道就是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失去了這個本心呢 那所有的這些邪氣啊 自然就會來侵擾你 其實病毒 隨時充滯在我們的周遭 那有的人還活得很好 不受病毒的侵害 有的人呢 一下子 就得到病毒的感染 那這個都是因為 他自己內在的 那一份正氣 那是不是足夠 所以呢 數日不查 危機四伏啊 不曉內省 改過向善 邪惡機具 日久承襲 迷失方向 亂了方寸 無力反攻 任邪惡 那老師在這裡指了各種的現象 那都是因為 那都是因為我們呢 沒有回歸到自然的生活 那我們本心本性 所發露出來的 是自然的生活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習氣毛病 被世間的五一六成染招 習氣毛病加上五一六成 結果呢 無力反攻啊 邪式橫行啊 以前孟子講 揚珠莫敵之眼啊 橫行天下 將這個人世間啊 帶入禽獸的世界 那麼我們現在呢 何止是禽獸的世界呢 簡直是 問亂不堪的世界 那這樣的世界 他說 土耳門啊 耳門覺悟了嗎 你們覺悟了嗎 那麼這個 這種事情啊 誰可以說真正的覺悟呢 如果不是 深陷痛苦的泥沼 然後有勇氣 有智慧拔出來 沒有人了解到 那一份痛 那一份苦啊 那所以 今天我們修道人 跟著世間的這些現象啊 在生活 我們感受到 世間的苦 感受到 人心的那一份無力啊 那麼我們是 很清楚啊 我們應該幫助 老師 幫助 宣佛 來覺悟自己 覺悟自己 就是讓自己 回歸自然 回歸自信 只有自己覺悟了 那麼 你才有辦法去覺悟別人 所以 老師這裡問 你們覺悟了嗎 他後面接著講 所信這人間啊 唯一的淨土 自信佛堂 在獨爾的身上 這個人世間 還好有一個佛堂 可以讓我們安置 我們就在這個佛堂裡面呢 可以安身立命 常駐久安啊 這個佛堂在哪裡呢 他說呢 就在獨爾的身上 每一個人的身上 都有這個自信佛堂 那麼這種道理呢 我相信 在道場的人 都已經很清楚了 老師傳給我們道之後 我們內在就有一尊佛 那佛在的地方 當然就叫佛堂 這個佛呢 會發光發亮 他會呢 弥滿整個世界 所以呢 這個會發光發亮的佛 就是我們的自信 從自信呢 來下功夫 從自信來解決 所有的問題 可是呢 他又說 然而土耳心中 那盞明燈 卻忽敏忽暗 那這個就麻煩了 明明知道佛那裡 佛在那裡 可是呢 這個佛不靈啊 我們內在那份自信佛 不靈光 不要說 智慧神通了 我們連流露出一點 那一份 慈悲喜捨的心 哦 這個 是非真假 的那個心啊 我們都呢 很難去 辨別清楚 哦 孟子說 测飲之心 是非之心 辭讓之心 羞惡之心 那我們這些心呢 什麼時候可以流露呢 哦 都是在 微乎其微的狀況之下 那麼所以呢 那一份 那一盞明燈啊 忽敏忽暗 哦 來到道場 聽到了這個 經文的道理 聽到了人的 講述者的修辦經驗 也許他就可以發那一份 勇猛精進的心 可是呢 離開這個講堂之後 離開這個道場 那他那一份心呢 已經消去了一半 回到家 看到家裡面的 種種的一切 要進戒線前啊 結果呢 那一份道心 已經沒有了 所以忽敏忽暗啊 這忽敏忽暗啊 這是 我們修道人 最大的警戒 他說一日修來 一日公 一日不修 一日空 哦 這個修 就是 讓我們自信佛堂 忽敏忽暗的那個障礙 要把它修除掉 因為自信佛堂 本質光明的 它是光碩碩的 它那個光呢 是持續不斷的 但是呢 今天忽敏忽暗 是因為呢 外在的障礙 把它掩蓋住了 所以你必須去修 把那個掩蓋呢 把它修掉 那建一公 照二過 何時向前呢 抵達彼岸 獨耳門 耳門想過嗎 建一個公 好不容易呢 做一件善事 做一個好事 結果呢 接下來 犯了兩個過錯 那麼又退後兩步了 進一步退兩步 所以何時向前 抵達彼岸 我們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 真正的 回歸淨土 回歸禮天呢 所以想想這個道理 我們真的要在戒慎恐懼當中 我們每踏出一步 是不是就可以保證這一步呢 不會再退後了 當我們有一份 見性的力量 有一份智慧的follow 我們是不是呢 可以常保住 那一份見性 那一份這種智慧 那一份明明德的功夫啊 常常的保持住 二六時鐘 不理這個道 這個是修行的功夫 他說忍忍 忍忍 把這個誠心 拿出來 以誠心 助詞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啊 再造祥和清貧之事 那他說呢 不要再制造毒素了 那么你想想看 我们世间人 其实 当我们有一份起心动念 是饿的 是为自己的 那就是呢 自己在制造一份毒素 来污染这个人世间 这个起心动念的毒啊 是比其他所有 外在的毒还要毒 那我们说这个 贪嗔痴 慢疑 杀到淫妄 这些呢 都是我们起心动念的毒 那么你如果没有 这些起心动念的毒 你怎么会去 做这些事情呢 你不会说 下了很重的农药 然后去种菜 用很不健康的水 给人民饮用 或者是说制造各种的 扰乱人身心的 这种产品 甚至呢是伪药 你就不会制造这些毒素了 所以污染环境呢 事实上呢 不是 不只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最重要的是 人 内在的那一份 这个习气毛病 污染了整个世界 那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 气候 变迁 这个温室效应 让这个温度呢 越来越暖 越来越热 这个呢是毒素啊 这个不是自然的 那没有自然 当然呢 它就会累积 那种不好的能量 结果呢 人类呢 致死恶果 所以人人要扫清 世界的毒啊 这个世界的毒 人人有责 人人懂着 来回归自信 回归伦理钢厂 回归清净平等 那么世间的毒 必然会消失 所以他说 用道德伦场 有几座起 道德伦场 才是清净世间 最重要的 一个要素 每一个人 都能够回归道德伦场 那么他就 不会再造毒 所以这个毒的环境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由己作起 想要有清净的世界 由每一个人作起 这个叫呢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一切呢 都是因为自己 的不好 造成这个 事件的现象 这是真正的回头 回头 诸恶莫作 勉力众善奉行 真正的回头 就是回归到 自然的生活 回归自然 就是 以伦理道德为标准 现在呢 我们不要说 参禅塔座 我们不要说 这个 送经念佛 那个都是一种手段而已 真正在生活之中运用的 是道德伦理 是这些 是这些三肝五常的标准 那么辱家应运 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只要我们把这个人道做好 整个世界就会 祥和 世界的毒 就会了 清楚 这个是 从每一个人的生活 下功夫 那所以 由己做起 这是一件 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我们 不需要靠别人 不要再指责别人 不要再批评别人 不要再要求别人 一切呢 从自己做起 这个是真知真见 如果说 把心放在外面 不断地去抗争 不断地去对立 造成整个社会的紊乱 这个就是毒素了 人人能够断绕修缠 回归道德伦场 那么这样呢 世间真正会达到 世界大同 那这 这是 最近一篇 这个 先佛的讯文 老师的讯文 所告诫我们的 我们今天 借着讲 这个 借假修真 来体会 这个道理 那么 借假修真 从 刚才这篇讯文 我们可以清楚了解 那什么是假 什么是真 假的就是 我们看到了这些毒素 毒素是假的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 贪真吃慢 这些杀到淫妄 这些是假的 因为我们自信呢 本来清静 本来光明 清静光明的自信 没有这些东西啊 那没有这些东西呢 我们怎么会受到这些东西的污染呢 这个是说不通了 那可是现象已经造成了 那可见呢 我们自信呢 已经迷昧很久很久 那所以 世间 我们可以说 看得到的一切 都是一种假象 都不是真的 你看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这个世间的现象 是因为人心 所感应出来的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三额大地 是我们人心的变现 这是佛在 这个论言经上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知道说 当这些现象 能够从我们的内心去 去感受到的话 那么这个外在这些现象 都会因为你内心的变化 而产生变化 我们知道 有一个日本的博士 他做了一个水的实验 那这个实验呢 因为在网络上 已经流传很久了 那相信呢 大家都有听过 这样的一个消息 水 他可以因为人 的一个 给他的一个讯息 然后呢 他会呈现 他那个喜怒哀乐的变化 水在 他说呢 水啊 在那个装水的瓶子上 如果贴上这些 正面的 的这个字啊 不管是 什么字 哪一国家的字 只要是正面的字 给他贴上去 那么这一瓶水呢 就有一个正面的磁场的 的一个元素 那他呈现的结晶呢 就会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说贴上一个负象 负面的文字 仇恨 杀 死 等等呢 这些负面的文字啊 把它贴在这个水的瓶子的上面 结果里面的水呢 变得了问乱不堪 他那个分子结构啊 可以说是 丑陋不已啊 那所以 水会看哦 他会看懂的 这些文字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字 他会感受得出来 这个真的是 相当的灵啊 那水也会听 他会听啊 如果说你每天说 我爱你 我好喜欢你 我对你非常恭敬 用这些正面 正面的话 每天的跟他讲 那么他的这个分子结晶啊 也是变成非常漂亮的结晶 就好像钻石一样 那你如果每天跟他讲 这些恶言恶语 这些负面的话 那他的结晶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难看 不管你是用哪一国的语言 通通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会听 他会看 他会这个 感觉 他会知道 你如果每天去看他 每天去观照他 他的这个水晶子啊 就一直保存在一种很好的状态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试验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试验 他里面的分子也是呢 混乱不移啊 结果他就请了十几名的同事 在这个水 在这个湖水的附近啊 来做这种 来做这种 祈颂 祈祷的功夫啊 就一直灌输这个水啊 我们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赶快好起来 用这种祈祷的力量 结果做了三天之后啊 再把这个水拿来化验 果然 它里面的分子结构啊 又变得很漂亮 原本那个非常不安 非常紊乱的这个分子 已经呢 回归到 很安定祥和 很漂亮的结晶 那所以啊 从他的实验啊 这个科学的数据啊 我们知道说 水有这个见闻觉知啊 那他这个见闻觉知呢 可以依照 人心的这个 变化而产生感应 那么水 是属于矿物 还是属于植物 还是属于动物呢 如果认真的 把它归纳起来 水应该是属于矿物 那么矿物 它是所谓的无情 没有感受的 那无情的众生啊 在佛经的话来讲 那么无情的众生 它也会有见闻觉知 那它的见闻觉知 是怎么样来的 那佛经说啊 这个就是 这个无情众生的 的这种法性 每一个万物啊 都有它的性 性称为法性 这个法性在人的身上 就叫做佛性 那么佛性呢 是 它那个黎敏觉知啊 会更 更加的 敏锐 所以在人身上 称为佛性 那么佛性跟法性 有没有一样呢 其实佛性跟法性 是同样一个 同样一个性 同样那个性呢 都是呢 圆满无碍的 这个就是 佛经讲的 情与无情啊 同源总智 同源总智啊 就是 它都是 依此的 那个本来的 那个大本体的自信 所以它表现出来的 那一份智慧啊 是同自信发漏出来 所以同源总智啊 这句话的道理啊 可以说得很深 很细 那那种细微的感觉啊 细微的 的印证啊 我们必须达到 佛菩萨 圣贤人的标准 我们才可以知道 但是呢 透过佛经的道理 透过这些科学家的 这种理论依据啊 我们也可以知道 佛所讲的 事实上呢 都是有它的道理 它的这个道理呢 现代的人 用它的智慧 是没有办法去印证 但是科学家呢 慢慢的去把它印证出来 那可以知道说 佛的智慧啊 真的是无量无边 如果说这些科学家 也能够来学佛 来了解这个佛经的奥指的话 那么他们对于 他们的科学实验呢 可能会有更加的 突破性的发展 会让世人更清楚 佛所讲的真理 那么我们知道 水既然是 人心的感应 那么整个三合大地 是不是也可以 依照人心的感应 而产生出它的变化呢 那这个答案呢 相信是肯定的 那所以我们说 天在地变怎么来 人心的感应来的 那么这些 这个山川河谷怎么来 也是人心的感应来的 那每一件东西呢 都会印着人心的变化 而产生 那所以我们看 我现在这个证词 这是一块大理石 这个石头 照我们刚才讲的 石头也有法性 那么石头的 这个法性 它可不可以成佛呢 如果 如果照我们 刚才所讲的 法性跟佛性 是同一个性 那么石头也可以成佛 那石头怎么成佛呢 石头是根据 我们自己成佛之后 它就跟着成佛了 所以成佛不在石头 成佛在我们 人身上 我们内在的自信身上 当我们的这个自信呢 是一种圆满具足 亲近平等的 那么我们看所有的大地 山河 整个天地的一切 都是跟我是一体的 都是我内在自信的印象 那么这些呢 通通包罗在 我的身心之中 就好像米勒祖师 把整个万国九州 在包罗在 它的大肚里面一样 所谓放之 则米六合 卷之则退场于密 那么这个自信 没有大没有小 没有方没有圆 没有外没有内 它通通都包裹 所以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那就是我们 自信的变化 那这个自信呢 我们必须去把它开启 我们才能够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到法性与佛性 是同一个性 那么你对于 山河大地的这个呈现 那个都是我内心的变化 整个宇宙大地 就是我 就是我而已 所以山河大地 它是为了成就你 来呈现这些像 那山河大地变坏了 也是因为你造恶 你的脾气烦恼 把这个本性染着了 所以造成了 你看不到这些真相 所以你看 身体跟影子 是一体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影子 其实是身体的假象 但是呢 没有身体 就没有影子 影子 它的变化 是从身体的变化 产生的 那我们现在 世间的一切 也是这样子 世间一切的变化 其实就是我们 心的变化 那么心的变化呢 是 这个 刹那不可做摩的 所以 山河大地的变化 也是刹那不可做摩 只有回归到 我们的 本性 本性 那个圆满 具足的本性 我们才可以说 它是永恒存在 所以金刚经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影子是假的 山河大地是假的 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假相 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呢 就是我们那个圆满巨足 如如不动的本性 所以想想 六道轮回怎么来 我们心的变化来 心变化什么 就产生了 那一道的 这种众生 你就会到 那个众生 那个国土上 呈现出来 那么你今天 会在地球上 呈现出来 也是因为你的心 达到这个地球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所以你今天到这里 看到到了这个现象 都是 自己的心所变现了 所以这个道理 佛菩萨 不断地在告诉我们 不断地希望我们清醒 那所以我们说 古来圣贤皆寂寞 那么这些圣贤人 他们讲的话 众生不相信 而且不愿意去做 那么这些圣贤人 只好用自己的 这个身体力行 来做出来 来做出来 表演给大家看 做出来 视线给大家看 那么如果 有人能够照着 他的这个视线 来跟选着 异步异趋的来做 那么他也可以回归到 本来的自信 这个就是圣贤人 各种一言一行 都能够让他们 有所起悟 所以圣贤人 他看起来是寂寞的 那事实上是因为众生 不了解他 众生跟圣贤人 这个距离太远了 差距太大了 以至于认为圣贤人 都是特立独群 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埋头苦干 其实 这个是圣贤寂寞的原因 但是圣贤 他不是这样 他内心一点也不寂寞 他内心 希望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百姓 能够走向圣贤之路 那这条路 真正的带给他们 生活 幸福 快乐 圆满 自在 那所以 了之道 世间 一切都是 一些都是假象 那么你的心 还需要什么变化吗 那你不需要变化了 你的起心动念 也都是虚妄的 比如说你想赚钱 你想拥有一个事业 拥有一处豪宅 拥有一份理想 事实上呢 这个都是虚妄的 那都只是一种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 有它的必要的经过 但是呢 你不可以去执着 这些呢 只是过程 过程完了 就必须把它放下 所以你不需要 太过于追逐 当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下 不要过度的去追逐 过度的去追逐 外在的这些东西 反而让你忘了 你内在本有的 内在本有的 反而更加丰富 更加圆满 更加光亮 只有向内参求的人 才能够真正了解 这种道理 那所以说 既然是 现象都是假的 这个天地是假的 那么我们这个肉身呢 肉身也是假的 我们说 我 我师 故我在 我因为能够思考 所以我存在 这个世间 那这是 这个 是笛卡尔讲的 西方的这个 哲学家 那其实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说法 也是不成立的 那我师 故我在 我都没有了 我怎么会有师呢 你看思想这个师啊 他是心上有一个 有四个格子 有一个大田地在那里 大框架把它框住了 所以你只能够在这个田 去绕 去思考 去运作 你的心就在这个田上 那怎么会对呢 我是 无限框广的 我是无恋无边的 既然是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我怎么会被这个框框 给框住呢 所以 我是没有师的 事实上呢 连我都没有 什么是我 你们想想什么是我 我这个 我的家庭 我的事业 我的产品 我的公司 我这个身体 这都是我的 但是呢 你想想 真的是你的吗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随时可能会破灭 不管是什么因素 那随时都会不存在 事业 事业也是一样 现在经济不景气 那么倒闭的就一大堆 所以事业也是 不能够久住 那么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是我的吧 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 如果身体是你的 你可以叫他 不要生病啊 你可以叫他不要老 可以叫他不要死 那这个才是我的啊 我可以真的掌握住 这一届 这个才是我的 最近有一个新闻 一个叫做大白沙的 这个艺人啊 他想要变成美人鱼 想要重回 这个演艺界 那所以呢 他拼命的减肥 然后呢 去做美容手术 希望让自己呢 变成美人鱼 变成这种 演艺的一个明星啊 那么在演艺圈 必须用这种摄像 来让自己立足 用这种摄像 来迷惑观众 可是想一想 他的这些 动作 他可以让自己 久住到什么时候 如果说 瘦了一圈了 然后呢 把自己呢 变年轻了 你可以维持多久呢 你有没有办法 抵挡得住 老化的现象 抵挡得住 死神的牵引 那这个说起来啊 这个演艺界是 没有办法 去清楚了解 只有修行人 当然演艺人员 也可以是修行人 那只有修行人 那一种豁达的 那种清澈的 那一份智慧 才有办法 让自己 觉知到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不是演艺界 这样而已 整个世间的人 都是这样子 向外追求 看这个外在的 这种表象 所谓的 皮相 那这个皮相呢 把自己呢 这个心呢 更加 更加的迷惑 因为为了追求 这个皮相的美好 所以呢 你不洗一切 去追逐它 那么你的心呢 本来是向内的 向内呢 可以见到圆满 见到光明 结果呢 人一直不断地在向外 那在向外的结果呢 结果就造成 自己的心迷惑住了 迷媚了 看不到本性本性 那结果 追逐的假象呢 也是虚幻而不可 坐摸 钱是你的吗 钱 你也不可能带走啊 那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带走的 只有功德 只有正义 那么我们下功夫 希望呢 能够让自己 带更多的功德 那希望 以后 能够 脱离这种 人 身上的束缚 人身的束缚 我们可以回归到 一个永恒的乐寿 这个才是 我们要追逐的 所以追求的是 千秋名 万事利 那个才是 有追求的意义 所以老子 他曾经有一句话 他说呢 无所以有大患 唯无有生 即无无生 无有何患 他说我有一个大患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肉身 台湾话叫 无心 他说 即无无生 无有何患 当台湾无心 没有这个肉身的时候 我就没有什么忧患 那么这个老子这句话呢 表现了一些 境界上的说法 那就是一种 空无的 一种观念 那么我的肉体都没有了 我自然就没有 受到肉体的拘束了 那我就可以 逍遥自在 你看我们没有 肉体拘束之后 我们马上聚足 五通 五种神通 所以鬼 他们他的这个神通的能力 比人强 那是因为 我们人本来也有 我是被肉体拘束住了 没有办法使用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使用呢 因为呢 你追逐假象 你不是借假修真 你借 这个放弃真的 去追逐假的 结果你本来的 就不断的在流失掉 我们说智慧 德能 向好 通通流失掉了 智慧是本来 我们人人具足的 结果我们没有智慧的 人生最大的智慧 就是如何 让自己呢 回归自信 回归 李天 回归这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才是最大的智慧 那么拥有这种 回归的力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透 看透一切事间的假象 看透一切人情事故 的这些包袱 那么看透不是说离开他 而是说呢 你如何知道圆容 圆满的去面对他 那么你今天没有那个智慧 所以呢 你就被他所束缚 被六道轮违束缚 被公司家庭束缚 被七冤子爱 所束缚 所以一直在这个 这个圈圈里面 轮违不已 不晓得什么时候 可以跳出这个轮违 那你今天 没有明示来告诉你 你没有好好地 在功德上 下功夫 来修持 你怎么会懂得 这些道理呢 所以我们今天 借着这个肉身 来修持 这些真理 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刚才老子讲 即无无身 无有何万 我没有这个身体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种忧患了 那么老子的道理呢 他没有讲得透彻清楚 那我们必须把它解释清楚 那么当我没有这个身体 我就没有忧患了 那是因为 我从有身体的限制之中 已经超越出来的 已经拥有那个智慧 拥有那个德能 我超越了这些 人世间的障碍 所以呢 我可以呢 没有忧患 我可以逍遥自在 并不是说 我只要没有身体 我就可以逍遥自在 所以你看 鬼道 鬼道它并不能逍遥自在 它虽然有 五种神通 可是呢 它还是受拘束 它被拘束在鬼道 它也不晓得怎么脱离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见闻觉知啊 没有办法体悟到 我们自信 本来光明 本质圆满 本来清净平等的 那个大本体 它没有修行 没有明示的指引 所以它不晓得 所以今天我们借甲修真 那这个道理是很需要的 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用这个肉体 好好地来修持的话 那么我们到了鬼道 人死为鬼吗 到了鬼道 我们还是继续地沦落 继续地被束缚 所以了解老子所讲的这句话 那是真正的 这个借甲修身 的一个方法 知道肉体的痛 世间的苦 知道眼前这一切的 这个 这种 有限性 那么我 努力地 尽尽不懈地 从这个困局之中 脱身出来 那么我就可以回归到 我的本 本性本性 回归到那份逍遥自在 的原始面貌 这个是老子这句话 他的正义 那所以借甲修真 今天的这个课题 是因为 我们有这个肉身 能够在此时此刻 接受到明示的教法 接受到这个大道的熏悉 所以呢 能够利用这个有用的肉体 好好地来努力修持 那你没有这个肉体之后 你想要再修持 也已经不可能了 那所以 老天降大道的可贵 是可贵在这里 所以想想哦 到底是灵性比较重要 还是肉体比较重要 那如果说 用我们的观点来讲 借甲修真 那么 灵性跟肉体是同样重要 那为什么肉体也重要呢 你刚才不是说肉体是假的吗 对啊 但是我们今天 可以透过假的 得到真的 那这个能够得到真的 那么这个假的重要是重要在这里 那么 假的能够得到真的 那么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肉体 我们不晓得 这种世间的苦 肉体上的痛 那种有限性的那种束缚 没有肉体 也没有办法承受 这种大道的传承 名师的指寿 所以在 讯文里面告诉我 所有的众生要成就 都是从人生 开始修起 那么如果说 这样的说法的话 畜生是不可能 畜生是不可能 修道回 回归本性 那么 鬼道也不可能 地狱道更不可能 他们都必须 成人生的样子 然后呢 积功累得 然后呢 才可以跳脱六道轮回 那这种观念呢 在 各种宗教里面 都 并不是很清楚 也没有很 很详细的说明 那今天 先佛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 得到这个肉体 能够 又生逢 明师 降道 大道普传 所谓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那我们又 得到了 那么这么好的机缘 都让你碰到了 你不好好的来修持 你不好好的 努力的来跳出 六道轮尾 努力的回到 我们原来的老家 那么你想想 你现在都不做了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有肉体了 可是呢 已经没有大道 没有明师在教你了 没有这个环境 让你熏悉了 那么你也是 来了也是没有用 那所以 现在修到 最好的时机 就在此时此刻 当你有幸 能够听到这样的道理 你就应该了 好好的来 痛下功夫 好好的来 回归自然的生活 我今天呢 是为了众生而活 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因为呢 我知道了这个道理 那我知道了 众生的苦痛 如果说 众生都能够跟我一样 了解到这样的道理 那么大家一起回礼天 大家一起回归 那个逍遥的本体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从痛苦之中 把它超拔 超拔出来 我可以知道 这种痛苦的 那一份觉受 所以呢 我更需呢 这个慈悲喜舍 要来带领更多的众生 来回归到 他的本来面目 那所以呢 现在的众生呢 不容易劝 我们所谓的刚强男话 斗争坚固 不容易劝 而且现在的贪嗤吃慢 越来越深重 那科技带给人类 一时的方便 可是呢 带来更多的祸患 我们受之于科技 所带来的 跟我们受到伤害 所比起的 可以说呢 得不偿失 那没有办法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 走回头路了 所以呢 我们必须 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科技 虽然对我们伤害很大 可是呢 我们如何利用科技 好好的来 弘法立生 好好的来帮助众生 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点 虽然科技呢 毕竟把我们 带到世界末日 但是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末日 无限的延续下去 让他不要到来 这个 这个是我们办得到了 因为在佛 讲所谓的时空的问题 他那个时空 是没有 没有意义的 他说几千万年 多远多远的 这个国土 他这讲的 都只是一种 象征性的说法 那人 如果能够修到 那个境界 悟到 那个境界 人一刹那之间 就可以到达 所以时空 对于觉悟的人 是没有意义的 觉悟的人 没有时空 觉悟的人 没有思想 没有念头 所以我们刚才讲 我是故我在 这句话 是错误的 我都没有了 怎么会有事 那我在 我在哪里呢 根本就没有我 我是一个大本体 我跟所有的众生 都是一体的 那所以 了解到众生的根性 我们就要用各种方法 我们这里 用一个例子 他说呢 有一个老女人 她养了一群公鸡 那么她很 相信 整个地球 都是因为她在转 因为呢 太阳就是因为 她的公鸡在叫 所以才会呢 升上来 所以她跟人家讲 我是最伟大的 你们不可以欺负我 你们不可以没有我 如果我呢 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她常常这样跟人家讲 那每个人都笑她 这个人狂妄不移 这个人呢 发酒疯了 不晓得她在讲什么 所以不晓得她在讲什么 其实也反映了 我们世间人的现象 不晓得她在说什么 不晓得她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吗 神啊 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晓得 自己在做什么 自己在说什么 那跟这个老女人 是一样的 那么她听到的 村里面的人都不相信她的话 结果呢 她就离开自己的村庄 另外一个村庄 到另外一个村庄住的时候呢 就发觉到说 只要她的公鸡一觉 太阳就晒 早上就起来了 那她更相信呢 太阳是因为她的公鸡 才会升起的 那她是公鸡的主人 所以她最伟大 一到她又迁离到其他村 事情都是这样 越来越相信自己是大的 大家好 道之中子 讲道戒甲修真 庄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呢 智人用心若静 那么智人 当然就是指修行 已经到达策务的人 已经修行到最圆满阶段的人 那么她的用心啊 表示说她还是处在人世间 对于这些 待人接物的道理啊 她已经能够 用最圆融的方法 来面对她 那她所谓最圆融的方法 就是指 像镜子一样 她的心像镜子一样 镜子我们知道 是光明 是无瑕的 那她因为光明 结亮啊 所以 她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物像 这些景象啊 都完完整整 毫不遗漏的 呈现在镜子里面 那么当圣人 他在面对 这些人情事故的时候 他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样子 就是 你所呈现的样子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好人 他造出来的样子 就是好人 你是一个善人 他造出来就是善人 当你有不好的一面 当你有这个 罪过错的一面 他呈现出来了 也就是你不好的一面 罪过错的一面 那这是自人用心若静 所以这个自人 他不会跟人家争 他看到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他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 不圆满的 这个地方呢 是有需要 去修正的 他的内心 会知道这个标准 但是呢 他不会去跟你 说明 他不会呢 去强加于你 那也就是说 圣人的标准 他不会把他的善 他所谓的美 所谓的好 强加在众生的身上 他只是 很自然的 如如实实的 把本来的面目 把本来的真相 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是自人 所以 讲到这句话 来呼应我们今天 讲戒假修真 我们对于 世间的万事万物 其实就是应该这样子 那我们 为什么会对于 世间 有所谓 真假 好坏 对错 善恶的分别呢 那么这个分别呢 就是因为 你的心呢 有所偏执 你的心没有办法 像禁止这样子 很如实的呈现出来 你是偏心的 你喜欢 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情 你好恶某一个 人事物 那么这个 好恶啊 会在你的言行之中 表现出来 你的心是不诚的 你的内在呢 不够诚恳 所以呢 表现出来的 当然也就不够诚恳 也就不够如实 那我们说实相 实相的道理 就是 大到呈现的 自然的状态 那大到呈现的 自然状态 它没有去分 你我 没有去分对错 没有去分好坏 那这个是 成于中 行于外 的一个修行的道理 那我们说 借甲修真 我们看到了 世间万事万物 然后体现到 我内在 那个如实的 本来面目 透过万事万物的 这个 启发 跟指点 我应该 悟出这样的道理 了解这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生命的现象 就是来到人世间 来了解这样的道理 因为很多事情 你都还没有想透 很多人情事故 你都还没有过关 有些 所谓的 欠债 我们说业障 你必须去还清 有你的 这个使命 与责任 你必须去把它了 这个是我们人 来到人世间的 的目的 所以当你碰到 各种 障碍 各种境界现前的时候 那个绝对不是 无缘无故现前的 无缘无故 有一个人来诈骗你 无缘无故 有的人呢 来批评你 或者是说 伸出手对你 指责谩骂 或者是 打你 这个呢 你要想想 一定都是事出有因 世间的 人世 时空 这么多 为什么 只有你呢 会单单出现状况呢 那么这个要想想 那一定是呢 我在跟 他的对应之中 有一种因缘的牵引 那这种因缘的牵引啊 是很维系的 这种维系啊 维系到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那事实上我们说是因果 那因果的道理呢 在中国 一直都存在 那只是说呢 被佛家 他特别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是 这个是佛家的思想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 相信因果 就会受因果的报应 那不相信因果 就可以不受因果的报应 这是有可能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相信因果 你还是一样 会得到因果的报应 那么所以说 你面对了各种的烦恼 障碍 你都一定要呢 欢喜的去面对他 然后呢 去把他解决这个问题 你绝对不是逃避 你不是恐吓 或者是说 你用各种诠释的方法 去把他压抑住 这个人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生活之中 有太多这样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 各种问题 那你在各种问题上 你有没有办法处理得了 你过关了没有 其实呢 这个都是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你不能够靠父母 不能靠妻子儿女 不能靠这个丈夫 靠亲戚 都不可以 你必须自己去面对 你自己呢 要去解决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事情呢 还是同样的 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会造成你更多的烦恼 跟痛苦 那么会有此时此刻 你当下去迎接他 去面对他 然后呢 去跟他化解 所以解灵啊 还需细灵人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是戒假修真 最主要的真相 所以真假 我们可以说是一不是二 为什么真假是一呢 因为呢 真的里面 它的一个波动 会产生假的 真的里面虽然没有假的 但是呢 它新的印显 会产生假的 那个新的印显 是人在无知 无明的状态下产生的 我们说动 所谓一动不如一镜 但是这个动呢 是它的一个 时空背景的因素 那它动呢 就会产生 各种的相出来 那只要呢 心有所偏执 这些相呢 就会成为一种偏执的相 成为一种妄相 那人会把这种妄相 当作是真实 那这个是因为人 不觉的关系 不觉的关系 才有所谓的 各种无明对待的产生 那我们想想 我们生活之中 我们要面对的人情世故啊 那时是太多太多了 我们以前小时候 还有父母 他可以帮我们 处理一切事情 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呢 父母 他没有办法 帮你处理各种事情 父母已经老了 那么你必须承担起 照顾父母的责任 现在父母的问题 是成为你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 而且你要 这个甘心情愿的 你要欢欢喜喜的 帮父母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这个才是人生的意义啊 我们今天讲孝道 那现代人都不喜欢听 那因为现在的家庭 都是小家庭制 所以啊 这个媳妇啊 不喜欢跟公婆在一起 甚至呢 儿子也不喜欢 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现在的爸爸妈妈 都有 不敢养儿防老 这样的一个观念 都必须自立自强 都得靠自己 即使是老了 还是得要靠自己 那这个是因为 时代紊乱 人心扭曲啊 孝道淪落 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孝道淪落了 整个社会的状态 他那个不安的状态 波动的现象 会更加明显 因为在人 主要的一个基本德行 已经呢 土崩瓦解 既然孝道已经瓦解了 那么人 想在其他的德目上 建立起来 那是不可能 你要透过制度 透过整个 团队的一个规章 或者是透过 整个社会的氛围 你要来保有 整个社会的秩序 这个是相当困难的 也是 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我们知道社会 是由家庭组成 那么家庭呢 是夫妇 之间组成 那夫妇呢 夫代表日 夫代表这个月 日月合起来 才会明 日月才会合合 合合了才能够产生 整个和谐的状态 那夫妇和谐了 明了 他就懂得孝顺父母 他就懂得呢 能够在孝顺父母的 这个过程之中 来教化子女 所以教化子女 是从孝顺父母 开始做起 那么你说 孝顺父母这一边的责任 我不要管了 我只想顾我的儿女 把他顾好就好了 结果呢 所有的这些 因缘果报 通通跑到儿女的身上 那是你的问题 那是你问题 没有解决 你把问题 丢到另外一个 的人身上 那么孝道最基本的 德心没有进了 结果呢 你把这种 没有进到孝道的 这种因缘果报 结果 丢在孩子的身上 那孩子以后呢 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你才会感受得到 你以前怎么会这么做 但是那个时候呢 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除了说 这个问题 家庭的问题之外 这个问题事实上呢 是很多 我们呢 如果能够好好的 来分析 好好的从这种 人伦制度 来分析 那么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 世界温乱 天灾地变 它所有解决的方法 都是在家里面 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现在举一个 生命的例子 也就是说 人都会有 生脑病死 那么人面对 生脑病死 通常都是 被摆布的 的角色 被玩弄 被死神玩弄 人完全没有力量 去对抗 生脑病死 尤其是 尤其是现代人的 这个 毛病啊 这种病啊 越来越多 莫名其妙的病 产生一大堆 那么现在的医院 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 科技的文明呢 也相当的发达 可是呢 对于这个病啊 却常常束手无策 没有药可以医治它 你再好的设备 也没有办法 解决这种问题 你看现在 H1N1 我们看来 只是一种流行性的感冒 那么流行性的感冒 竟然呢 扩及到全球 让全国 全世界的人 人心恐慌 医师们束手无策 只能够用了 这个疫苗 只能够发展了 这个抗药物啊 来抵制它 但是 抗药的这种药品 抵抗的这些药 它用多了 会让这种病种 又突变了 结果突变之后 那医学家呢 又有了伤痛脑筋 又没有办法对治了 它必须去 开发更新的药 更抢的药 来抵制它 来杀死这个病毒 那这样 想想这种现象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 人世间所讲的 冤冤相报 现在我没有力量抵抗你 被你杀死 将来我更有力量的 我就把你杀死 那杀来杀去 结果呢 到底谁会赢呢 冤冤相报 何时了 那么我们面对 这些疾病 面对这些病毒的状态 我们只能够用化解的 化解的道理在哪里 化解的道理 在于人心的祥和 人心的亲近 那我心 如果说没有贪生吃了 你没有想要 伤害对方的念头 你跟他和平共处 那么这个病毒 它自然就不会这么猛烈 它自然也就和平起来 所以 我最近 因为呢 在家庭里面 面对了这些生死的问题 让我特别的感触 我的妈妈 在 今年 去年 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那就因为呢 这个 脏腑的功能衰竭 那尤其肝脏 肝脏也有硬化 甚至呢 长肿瘤 吐血不止 那么就这样 离开了 那么我们会想说 这是老人病啊 老年人 他就会得种病 他 他 会因为病而死 这个我们那时候理解 是可能是这样 但是没想到 一年之后 我的妹妹竟然也死了 哇 这个消息啊 让所有的人 非常的震惊 那我妹妹呢 她 她可能还不到 四十岁 虽然 富文上 也四十岁 但是呢 她实际的年龄 可能是 三十八岁 或三十九岁而已 那么我们就 把她当作是四十岁 四十岁就离开人世间了 那病因是什么呢 病因是 不敏原因 不知道原因 然后就过世了 那你想想 这个人世间 这种无常的到来啊 它是让人不可想象的 死神的招手啊 你没有办法抗拒 那么你唯一抗拒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 你在此生 你对于这颗心 的一个羞耻 你对于这个世间的奉献 所谓善 所谓功 所谓德 你做了多少 这个是你可以跟死神 谈判的筹码 那这种道理呢 要好好的讲 细细的讲 才能够打动人心 才能够让众生呢 真正的从这个 迷媚之中醒过来 好 我们说我妹妹四十岁 就走了 不明原因就走了 留下两个孩子 一个在上小学 一个在上国中 年纪都还小 那整个家的家计啊 这家务啊 本来都是她在操职 那她自己还要工作 那丈夫呢 在外面工作 很久才会来一次 那你看现在呢 现在这个父亲啊 要单独的面对一切 那么想想 我们在生活之中 常常听到说 啊某一个人 又怎么样了 我们什么人的亲戚 什么朋友 他又怎么样了 这样的讯息啊 常常传到我们的耳中 那我们呢 有时候呢 感触很深 有时候呢 无关痛咬 你看我太太 她每天在 家务病房工作 那她在工作 的这个阶段啊 看尽各种 生死的状况 那对她来讲啊 那可能也是 不痛不痒了 那偶尔会有 很大的感触 但是呢 总是一种 不痛不痒的心态 那想想 那想想如果说 今天 躺在我们面前的人 是我们的家族 我们最自爱的人 那么我 我看着她 我束手无策 我不晓得怎么办 眼睁睁着 望着她 人家说 蜜酒金金 人最中 这样眼睁睁着 看着死神 把她带走 那对于世间的 这些疾病 我们到底 要如何医治她 如何对治她呢 如果说 我们都想 跳出六道轮尾 我们都想解决问题 可是呢 我们自己的生死 甚至这些疾病 只是生死之前的花爆 那这个花爆的问题 花爆也是一种报应 你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这个果 还没有结成之前 先开花 这个花就是你的报应 但有时候花是 很漂亮的 那当然就是 善果 好果 有的花是 很不好看的 有很 很 象征意义 不好的这个花 那可能就是恶果 坏果 那这个你都必须去承受 所以破血就特别去研究 王凤怡 这个大善人 他当时啊 他对于这个病的态度 以及呢 他对于这个病的透彻 的能力啊 竟然可以透过用讲的 然后把这个病呢 把它治好了 就一句话而已 就把它治好了 那所以呢 从他的经验之中啊 我们可以知道啊 这个病啊 的成因啊 其实是 有他的源头的 那我们说病 第一个有可能是病虫口入 我们吃的东西 没有吃 吃对 没有这个 吃对营养 没有按照 这种三餐比例的标准 你随便吃 无乱吃 不定时定量的吃 结果呢 就吃出病来 那你不按照你的体质 不依照呢 这个 这个营养的 这种成分 这个胡乱吃 这个也生病了 那么生病了 那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呢 夜感风寒 日感暑热 这种 这种风寒 暑湿 灶火 这种影响 也会让人得病 那这个病的病因啊 就是外因 是外在的因素 所引起你的病 这外在因素是 对现在我们来讲 外在因素太多了 这个太多了 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 的饮食啊 叫做饮苦食毒 那饮的呢 都是这个 有毒的 或者是 有病菌的 食毒呢 就是吃的东西呢 都是农药 都是化肥 都是这些毒药 甚至我们吸的空气啊 都有可能是 不干净的空气 那这是整个 大环境的供应 所营造出来的 那么病从口入 这个外因呢 那就得找医生了 你必须要靠医药 那这个医生呢 也要看你的 因缘果报 你要找对医生 找出你的贵人 然后呢 下对药 吃对了这个处方 那当然你就 病了就好了 这里面牵 牵引着很多的 这种因果细微的项目 这个是没有办法 意义论组 总之呢 吃药 看医生 病治好了 那这个就是呢 你的 你有那份福分 不受到这个疾病的干扰 这是外因 再来就是 内因 内因我们是讲 心理的这个层次 你的心境 影响到你的肉体 结果呢 肉体就生病了 你的这个 火气 事实上火气就是指 人的这种体温啊 上下流窜 那体温 升到脑了 你就脑热 体温下降了 那么你就 积在腰了 你就会得 腰的症状 积在脚了 脚 脚脏 就没有办法 走路 气 在那里 也会得病 所以呢 有一种 这个心理的病啊 那这个心理的病啊 这个就是中医 他研究的范围 所以中医呢 他能够讲到 这个层次啊 他是比西医呢 还要更 更 更深入 那西医当然 他没有办法 讲述这种 心理的层面 西医虽然也有 心理医生啊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 像中医 他讲到 这个人的 五脏六腑的变化 是因应了 整个天地 五行的变化 你看我们肝 肝为什么会得病 怒伤肝 这个我们最常听到的 你生气了 喜欢这个发火 喜欢骂别人 喜欢这个凶别人 怒伤肝 你就会得肝病 肝发炎 会得到V肝 吸肝 得到呢 这个肝硬化 肝肿瘤 肝胆 相连 所以肝得病 胆也得病 这个是怒 一个人喜欢发怒 一个人没有办法 控制 自己这种冲动的 的 的 这种情绪啊 他就会得 肝病 那我们说肝属木 这个木啊 是调子的 也就是说木是往上长的 那木呢 是心心向荣的 那木是呢 这个草木繁盛的 那么这个是正常的木 有健康的木 我们说阳木 阳木就是这样子 所以木呢 他的这个本质啊 就是人 人意理智的人 那所以木性的人啊 他是有 有人词之心 他对人呢 非常的柔和 对万物呢 他也 有这个慈爱帮助的心 但是呢 如果是一木的话 如果说这个人 他没有这种修养 常常生气 常常发怒 就会让自己的 这个木性啊 会成为阴木 阴木呢 就是喜欢抗争 喜欢 不服从 喜欢呢 去做一些 为非 作歹的事情 我就是故意要 跟你不一样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有肝病 那为什么 因为呢 他就是喜欢 跟人家不一样 标信利益 喜欢发怒 喜欢呢 有自己的个性 他有个性了 结果呢 就是造成阴木 就伤肝啊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 肝的药是最多了 我们都知道 火气大 口气重 那这个就是肝火 肝火旺 所以呢 要调肝火 那现在这种药最多 是因为 现在 得这种病的人 也是最多 那台湾的肝 肝病啊 那更占是 可以说是 国家的病啊 国人的病啊 更是占第一位 那所以这个 要懂得去降服他 年轻人 太有个性 不听从父母的话 不听从师长的话 结果呢 就 给自己 累积那个气 预计在肝 结果呢 就生病了 这个病呢 你只要能够 柔心 顺气 接受 这个 父母师长的调教 孝顺父母 恭敬师长 那么这个病呢 就会慢慢的化粗 那我们心 我们说到心 心脏的病 心脏是有什么 生起的 我们说 爱恨情仇 心是爱恨情仇 所生起的 那你喜欢一个人 喜欢到呢 这个无以复价 用尽各种的手段 用尽各种的方法 就是想要得到这个人 那得到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人的缺点 结果 因爱生恨 或者是说 你没有得到 结果呢 就恨对方 恨女方 恨了所有的人 谁造成你 今天没有办法 得到这个人 那你就会恨谁 就爱恨交加 这种恩怨情仇 造成你的心 的病 那心病 现在也是很多 心脏病 心肌梗塞 心血管 发生病变 各种 高血压 血液 缺乏 这种血的问题 都是属于心的问题 那我们在 社会上 也听到 很多 很多人 有一些都是 这个 很有名的人 然后呢 就走到外面 结果呢 一下子心肌梗塞 走了 甚至呢 这个年纪很轻的 这些青少年 也会中风 也会得中风 然后呢 因为中风 造成了 这个植物人 造成了 家人的 这种负担 也是有 那这个 心病 心病 产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对于事情 的这种 爱恨 太明显 爱恨太明显了 就产生了 这个心的疾病 我们说心 心属火 这个火 是体 指我们人 体内的这个温度 那这个温度呢 不协调 火是属于上升的 火气上升 这个火呢 上升 这个结果呢 就累积在 我们的这个脑里面 所以脑产生的疾病 也是心所 延伸出来的 脑 比如说这种 脑年痴呆症 比如说 这个脑血管 暴力 比如说这种 失眠 甚至呢 我们说 精神病 这个呢 都是因为 爱恨情丑 造成 新的火气 积在 这个脑里面 所引发 出来了疾病 那么火的本性 有 阳火跟阴火 阳火 是正 正规的 火 我们说 这个 心属火 火是属于 礼 礼貌的礼 那么火性的人 他是光明的 因为火象身光明 火性的人 是光明坦荡的 而且呢 这个人 很有礼貌 他这个人 很谦虚 那虽然呢 火 这个动作 是很快 也就是说 火性的人 他会动作 会比较急 讲话会比较急 可是呢 他是正大光明 他是这个 依照 这个法律制度 中规重举的 这个是属于阳火 你看很明显的 那个 官圣帝君 我们知道 官圣帝君的脸 就是红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他是火性的 那他的一言一举 都是合乎 道德伦理的标准 所以他是守法 守礼 这个是阳火 那阳火呢 是正常的火 那如果说呢 这个 阳火 你不去培养它 结果呢 你让你的爱 你的恨 超过了你的本性 明灭了你的本性 结果呢 就造成阴火 那阴的火 那就非常可怕 阴火在烧啊 阴火在烧呢 它就会把整个神经系统 把整个人的精神 通通通会烧毁掉 反射在我们心上 身体上的血管的疾病 心脏的问题 精神的问题 这些都是心 阴火所造成的 那所以说 对于这种 人世间的变化 你必须用 淡然处置啊 那我们讲到 脾 脾是脾胃 脾胃是 互相表理的 那脾呢 脾胃的病啊 脾胃的病啊 就是怨恨 忧失所产生的 怨 埋怨 你那个怨呢 是埋在心里面 那埋在心里面呢 当然了 就累积就是病 就会堵在那里 所以我也会发堵 你就 这个排泄呢 就不正常 你的代泄呢 就变得相对的弱 胃肠的功能呢 就相对的减轻 我们说脾胃不好 或者是说胃不好 那有时候胃太好 胃的功能太强 也会造成病 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 他想太多了 事实上 没有 没有这些现象 你看上一次 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在报道一个胃病的情况 就是因为胃功能 蠕动的能力太强 结果引发他的胃病 引发他胃病 结果造成他的 三餐也吃不下 人越来越消瘦 可是去检查的时候 你都胃什么病也没有 你都胃很正常 很健康啊 那为什么会得病呢 因为呢 一死的这种怨气啊 怨气 忧失 也想太多 烦恼太多 忧郁成症 欲气 集结在那里 所以造成呢 一死的那种脾胃啊 他的这个运作不正常 那他这个运作不正常 把这种脾胃的症状啊 传送到脑 结果脑就下命令 啊 现在脾胃呢 开始不正常了 所以呢 我们呢 要好好的去顾手 结果就是因为脑 不断的在下命令 说脾胃是不健康的 其实是自己认为 自己的脾胃是不健康的 所以这个 专家 这些医生啊 他们对治这样的病啊 他们就是用科学仪器 来帮他们诊疗 而且呢 让这些病人啊 看着他们诊疗的结果 比如说 这个扫描 超音波扫描 就让他看 你看哦 我现在帮你做超音波扫描 一边做 一边让他看着荧幕 你看你的病 你的胃都没有什么毛病 你的皮没什么毛病 肠胃也很好 做这个断层扫描 做这个 这个 X光什么的 一大堆的检查 通通让他知道 你的病是没有问题的 他自己知道 病没有问题之后 他就释然了 就放开心怀了 他就也不再去想东想西的 也不再去满院东满叶西的 结果呢 结果呢 病渐渐就好了 我们知道 皮 皮属土 那土呢 就是羊土跟银土 羊土是正常的土 那羊 这个羊土啊 他表现在 我们的德性上的 我们说 仁义理智性 这个皮土 就是代表性 那性是什么道理呢 性就是说 人眼为性 你讲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心意 你的诚意啊 那你讲的话 你要做到啊 那你做到了 不管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 你都不要再埋怨 你都不要再担心啊 也不要忧虑啊 你就好好地表现出 你自己的那一份诚心敬意 成于中心以外 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是信用 所以没有信用的人 常常也会产生脾胃之病 你看脾胃 脾胃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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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现在 好像更多 因为脾胃呢 很容易出毛病 尤其是一些乡下的 一些农人 脑年人 常常常因为埋怨 埋怨儿女 这个担心儿女 担心家庭 结果呢 常常脾胃的 出状况 消化不良 胃土酸 或者是说胃溃疡 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发炎 小肠 大肠 吸收不正常 各种 各种肿瘤 在胃的也很多 肠胃也很多 那么这种 消化系统的问题 都是你 埋怨所造成的 你的一股气 堵在脾胃里面 所以呢 没有办法消化 造成整个 肠道的消化系统 都形成问题 那么这个 是在肠 在脾 在胃 我们好像都连着讲 其实呢 它里面还有细分的道理 如果说是在 这个 五脏 五脏所因 那因呢 就是比较是 所以 你面对的这种 小背 你的平背 所造成你的 这种伤害 你埋怨你的 你的同事 埋怨你的同学 或者是说呢 埋怨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担心你的儿子女儿 担心这些小辈 结果呢 就会造成 脾胀出问题 你埋怨大人 埋怨你的上司 你的长官 这个就会是 这个就会是 肠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 皮属土啊 你要这个 有羊土跟樱土 你要变成樱土的话 你就是生奋气啊 你就是埋怨啊 你就是不平啊 你就会育于寡欢啊 这个是樱土 那我们要把樱土翻过来 成为羊土 那我们再讲 肺脏的病 肺脏的病 就是呼吸系统 那呼吸系统有毛病了 那呼吸 呼吸属于 这个肺 肺跟皮毛是相表里的 所以皮肤的问题 也是属于肺的 那肺脏怎么引起的呢 肺脏是因为 你喜欢 你喜欢这个 脑 脑人 伤脑筋 你那种伤脑筋啊 这种情况啊 不断的累积 就会产生肺病 或者是说你 悲伤 你会悲伤 常常的面对事情 无法自主 不由自主的 就悲伤起来 这个 起人忧天啊 那这个悲伤呢 就产生你的肺 肺的症状 你的 脑人的事情太多 也会产生你的肺的 症状 那肺 肺的症状有很多 你的这个 呼吸系统 造成问题 肺 肺脊髓 肺脂瘤 那肺 这个 这个呼吸 呼吸道 障碍 或者是说 整个 整个皮肤 精神 气色不佳 皮肤 这种 脸色 萎靡 等等的 这些都是肺脏 所造成的 一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 肺 在五行的德性里面 肺属于 这个 筋 五行属筋啊 那德性呢 德性属于 义 我们说 仁义 理智 这个义啊 就是属于肺 所以当一个人 他没有道义 他不讲义 义就是 我们上次讲到 合情 合理 合法 的言行举止 那就是异样 你没有言行举止的标准 那么你 常常在那里 伤脑筋 或者是说 你常常 会悲伤 悲伤 自己做不到 我产生了 各种的 难过的现象 那就产生了 这个呼吸 呼吸到 肺脏的毛病 那肺 肺属于 肺属于筋 筋有阳筋 跟阴筋 阳筋呢 阳筋就是一种 一种 开怀的 一种喜乐的 一种 我们说乐观的想法 你看筋呢 就是 这个 一块在那里 你看筋的那个筷子 就是 它非常的刚硬 它非常的坚强 那么呢 它也代表一种 一种 折善固执 这样的人呢 是属于 阳筋 他对于人生啊 都是正面的想法 所以呢 他 都会积极的去处理 各种事情 他不会萎靡在那里 也不会消极 他会 像钢剑不洗一样 像这个太阳 那种力量一样 这是属于肺 那阴筋呢 就属于那种 消极的状态 悲悯 或者是说 烦恼 这样的状态呢 就产生肺病 再来就是说 肾病 肾 肾脏病 肾属水 所以 当人 厌烦的时候 当人呢 会恐惧 会惊慌 会厌烦 这个就会产生肾脏的病 肾脏的病呢 包括密尿系统 包括整个复科的疾病 这个都属于肾的病 那肾 肾的病啊 尤其像复科的 现在也是很多 那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 妇女啊 太超凡了 现在妇女啊 要走出家庭 要超凡家庭 要超凡事业 要超凡这个儿女 超凡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 现在复科的病啊 很多 那么 那么 男科的病 我们说肾脏病啊 也不少 现在的男性啊 性功能不全 或者是说 这种 社会性肿大 或者是说 这种 体力不佳 等等啊 都是因为 这个 操劳 烦心 都是因为呢 这个 生活在 惊慌 恐惧之中 就会得到这种 肾脏的病 那我们说 肾脏 肾属水 水 羊水 羊水是 正常的水 羊水是 干净的 羊水是滋润的 那 那 樱水呢 樱水 就会造成 这个 土石流 就会造成水灾 就会造成了 这个 臭 臭水 垢的水 那臭水 垢的水 就滋留不通 会发臭 那 你看人 如果说 整个 泌尿系统发臭了 那么 你也要 烦恼了 你要洗肾了 那现在洗肾了 很多 整个 这个 排泄 出了问题 那这是 为什么 超凡的事情 太多 你的 惊慌的事情 恐慌的事情 太多 所以羊水 要把它恢复成羊水 不要让它 变成阴水 阴水就是 我们刚才讲 那 甚在 这个 武德之中 它是 主智 智慧的智 那这个智呢 在我们 的这种 修行的 这种经典来讲 智是最重要 智是 所有的修行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德目 也就是说 当我们 不迷了 我们就会产生 智慧 当我们心定了 那个智慧 由然而生 智慧本来 圆满 具足 结果呢 今天智慧 没有办法 具足 没有办法 朗现 这个都是因为 我们被 习俗所染 被整个 人情 事故 的 这种 微理细节 给障碍住了 为什么变成 礼教吃人呢 那因为 你的智慧 没有办法 流露 所以你认为 礼教会吃人 那这是我们 大概说 五脏的疾病 这个是内因 这个是心理的病 心理的病呢 要透过 你的调心 我们说的 今天说的 这个 借甲修真 你要借的 这个身体 来把你的心 调好 借的这个 现在 有这些 明师 有这些 同修 有这个大道 在 在指导你 你要赶快 把它调好 所以 这个 仁义理智性 你要把它做好 五常之德 你要把它恢复起来 这个呢 是我们 今天修行 是一个 很重要的标的 所以修行人 他本身呢 身体要健康 他精神要清朗 这个要 清安自在 修行要达到这样子 人家才会对于修行 产生向往 产生肯定 那今天修行人 也是病激烟烟的 那你怎么样 去影响别人呢 是没有办法 所以 我自己啊 也最近因为受病 病所苦 所以感觉到这个病啊 一定要 一定要把他 把他克服 把他治愈 那当然找了很多方法 那如果说 你的病因 是从心里面引起的 那么你必须 重新调起啊 你找外面的医生 是没有办法 治你的心理的病 心理医生 也没有办法 治你的病 那因为呢 你这个人情事故 你都没有做好 你在这个周围环境之中啊 你跟人的互动 是不协调的 那不协调 你自己的 又把这个垃圾 放在你的心里面 躲在那里就 就生病了 那你气不顺了 那你就生病了 这个病呢 心里的病是从 气度 这个火发了 这种现象 所以所产生的 那所以 在公司上 在家庭里面 在学校里面 或者是说 在道场里面 你都要记得 把这种 人意理自信 这些德目啊 把它实践出来 而且呢 把这种 人意理自信的德啊 协调在 整个 身心里面 绝对不是强加的 也 也绝对不是呢 你 要求别人 或者是说 别人强加于你 都不是这样子 你自己内心 要有所觉悟 因为你做人 没有成功嘛 你这个做人的道理 没有做好 所以呢 就累积成 你的病 我们讲 做人没有成功啊 那希望呢 大家不要听了这样之后 就对后学的话呢 产生的反驳 那很多病呢 其实原因很多 我们只是讲 我们只是讲心里的病 来分析他的原因啊 因为我知道 很多道场的 这个前辈啊 我们说前人 或者是点传师 或者是这些 法师 牧师 那他们的 这些 病的产生啊 有时候呢 是为了这个道场 而累积下来的 也就是说 为了众生 而产生这个病 他有一种 顶结救世 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所以这种原因呢 我们没有办法 去了解 也没有办法去解说 我们看到很多 祖师大德 他走的时候 也是四线病态 四线病态呢 这个病呢 到底是从何而来 我们没有办法说 他修 修行修得不好 也不可以说 他做人做得不好 他在这 某一种方面呢 在这些修行方面 都做得很好 可是呢 他还是呢 得病而死 这些是 很多唯理细节啊 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心理层面 讲说的 你看这个 孔子 去看他的学生 染薄牛 摸了他的手 说十语 诗人也偶有诗集 诗人也偶有诗集 哎呀 没有办法救了 这个人 这样的好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啊 所以孔子也很无奈 你看好人也会生病啊 那么我们今天 从心理的方面 来 来细说 希望呢 能够借着这个心理的调养 营养的协和 让我们的身体呢 达到一个 没有病的状态 这种没有病的状态 是我们现代人 希望去追求的 所以透过病呢 也能够让一个人觉悟 让一个人觉知 走向圣贤之路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 讲病啊 病的原理 是一个 很重要的契机啊 那我们还有一个 心理上的病 还没有讲 那这个心理上的病呢 那就 更难治人 心理上的病呢 也是 跟亲在主 跟各种 这大环境呢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当然是要 好好的 慢慢的来分析 来解说啊 但是呢 从业甲修正 这个甲 你看 大家早安 今天 我们讲到 第十五句的经文 恢复本性之自然 那自然 就是道 所以呢 恢复自然 就是恢复道 在庄子的预言里面 他曾经提到 他说有些人啊 他的这个修行方法 很奇怪 那很奇怪 是我们后人在说 那庄子把他提出来 他说呢 有的人 刻意高尚 自己的行为啊 那表现的 与世俗不同 那这种 作为啊 他是刻意这么做 那还有一种人呢 发表空论 抨击社会的黑暗 表达心中的不平 或者是说不满 那这 只是愤世技术者的做法 所以愤世技术的人呢 他用这种 空论 用这种 跟别人不一样的言行 来作为自己 这个处世修行的方法 那还有一种人呢 提倡呢 济世救人 失财舍物啊 以便修养自身 或者是教诲别人 或者是说呢 在固定地方讲学 这个呢 都是这个 修缮 人事的做法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讲大功立大名 定君臣的礼节 以治天下 这是复国强兵 兼兵土地者的做法 那还有一种就是 在山林 有水草的地方 闲暇钓鱼 或者是放下心里的羁绊 这个是呢 必是讨清闲者的做法 那还有一种就是 练习呼吸 做导饮 学雄挂在树上 学鸟伸长脖子 那这只是呢 磨练身体 想要长寿者的做法 那他列举了 这五种人的做法 他说呢 这些做法 都是友商大道 那他后面呢 还用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人啊 在这个养生方面 做得很好 做的呢 可以说是呢 功夫非常的彻底 把自己保养的 像小孩子的皮肤啊 那头发乌黑亮丽啊 那看起来呢 还很年轻啊 所谓合法童颜啊 那么结果有一天呢 在山上走路的时候呢 就被一只老虎抓去了 把他吃掉了 那他就怀疑了 这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不是养生养得很好吗 把自己养到这样 身体健康 皮肤光滑 很年轻的样子 结果呢 竟然发生意外 所以庄子在讲养生啊 他说 这个养生也要报告进去 这个意外呢 你也要考虑进去 那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我们不知道啊 24小时 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发生啊 我们说无常 所以庄子才说啊 以上的这些人啊 通通不是养生的方法 你看我们如果说 在道场修得很好 被人家说修得很好 结果呢 出外发生车祸了 或者是说 这个身体严重受到伤害 那么你说你修得很好 那这样呢 对庄子来讲 你也达不到养生的标准 那所以说 庄子说啊 达到养生的标准 就是要回归自然 那当然庄子 有他回归自然的标准 那么呢 回归自然 都离不开人的心性 人世间的 人世间的 淪场的道理 因为你 不可能跟离群所居啊 你要跟人住在一起 那跟人住在一起 你就会跟人 发生各种 互动 所谓人情世故 那这种 人情世故啊 就会产生 我们这个 思想上 行为上 在修行上 有不同的变化 就会有产生 不同的应对 那只有恢复自然的人 那么他是 随顺自然之道 那他才能够 跟这些人 跟人相处的时候 能够圆融自在 和乐逍遥 这个是 庄子在 他的这个书里面 所强调的 养生的标准 那呼应我们今天 所要讲的这句经文 恢复本性之自然 人因为秉着 天地阴阳 五行 的气而生 所以呢 这个大地 滋养着我们 万物滋养着我们 所以人呢 可以行天地之功 可以呢 采天地的精华 那可以呢 这个为天地立心 那所以人在 这个天地之中 他的作用呢 是相当的大 那人 讲到心性 只有 人啊 有办法说 来修炼这个心性 来体悟这个心性 来证得这个心性 所以 在万物之中 人为万物之灵 只有人 那他才可以说呢 恢复本性之自然 那可见呢 人的智慧 他是可以透过 一种修炼的行为 来达到 所谓天清地宁 达到这种 天地合一的标准 那我们讲到 上次我们讲到 戒甲修真 借着这个 病的分析啊 来说明 这个戒甲修真的道理 那因为上次我们 还没有讲完 更呼应到这句 恢复本性之自然 我们今天要讲 那个性里的病 那性里怎么会有病呢 性是圆满具足 性是清静平等 性是这样如如不动的 他怎么会生病呢 那么说到这个性里的病 我们就知道说 性不会生病 那生病的是因为 你性没有彰显出来 你的世神 把你的性 给掩盖住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 让你的性德 完完全全的流落 所以说我们说 智慧 德能 向好 这些呢 都是我们性德 完整的流落 智慧是清楚 是清朗的 是具足的 是圆满的 德能 就是我们的道德 也是圆满的 能 就是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这个才学 也是具足的 向好 就是我们外在的 这个长相 身体的健康与否 这个呢 就是 智慧德能向好的流程 那对于 这个自信在我们身上 圆满的具足 那么智慧德能向好 自然就会具足 所以我们是 应该是不会生病的 不会老 不会死 那我们应该是呢 可以随意的 驾驭这个肉体 生死自在 什么时候 要离开 什么时候 不离开 都是由自己控制 那现在人 没有办法 这样 那么想到 有一本书 叫旷野的声音 好像后学也有提到过 这个旷野的声音 它里面呢 是一个西方的 学者 去采访 当地的这个原住民 是澳洲那边的原住民 那么跟他们生活 从他们的这个生活 经验之中 他了解到 什么才是 恢复本性之自然 人要回归自然 那这个回归的道理 就在他们这些原住民的身上 就看得到 那么原住民他们呢 自称为真人 他把这个西方这些人 原住民以外的这些人 就称为变种人 他是从真人 然后变种 变种 变种的意思 当然就是 不好的 变得不好了 那他们真的 真人的样子 是完好的 是那个 神的样子 现在变种了 当然你就没有神那种 智慧德能 像 那这个西方的科学家 当然 不以认同 所以不自可否 就问这些原住民的长老 你说我们是变种人 那你说看看 我们是怎样变种 你们是怎样不变种 然后他就说 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你们的身体 跟我们的身体 那个能力就不一样 那怎样不一样呢 我们的身体啊 对抗这些天然的这种 现象啊 我们都可以的 很自在的来应对 你们不行 你们要穿衣服 你们会感冒 会生病 那原住民就不会感冒吗 他说原住民 这个虽然有一些小病 但是很快就可以痊愈 那也不是常常会生病 那他举一个例子 他说呢 我们可以啊 这个在大雨之中 不穿衣服 三天三夜都不会感冒 在雨中哦 这样生活 三天三夜 那么你们 现代的人 有办法这样吗 你们所谓的文明人 有办法这样吗 这个科学家想说 没办法 三天三夜在雨中 不会感冒 不会得病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他们呢 他们本来就没有穿衣服 他们就是住在这个森林里面 那所以呢 这个下雨 雨中住三天 对他们来讲 只是家常便饭 那这个例子啊 还不注意说明 他们是真人的原因啊 直到有一次呢 他们这些原住民 到山上去打猎 去采果实 结果呢 在这个半路上啊 就有一个原住民 从山顶啊 摔到山骨了 那他整个这个大腿的骨头啊 骨折 而且呢 是整个凸出来的 已经刺破了表皮 穿出来的 哇 在那里 这个是现代的科学家 看了啊 哇 这个不得了 这个还得赶快送医才行 但是原住民他们 哪来的医院呢 哪来的医师呢 他们不需要医院 也不需要医师 那他们把他 想尽办法 把他抬 抬到了这个 巫师的家里面 那巫师做法 那可真其了 巫师呢 他就在 用他的手 就在他的伤口上面啊 这样平行的抚摸 手也没有碰到伤口 然后呢 念念有词 那念的意思呢 就是希望呢 他这个腿部的细胞啊 能够赶快恢复 恢复你的本位 回归到你的 自然的生活 让这些细胞呢 都回复到 都回归本位 那这样安抚一下呢 也没有服药 那也没有吃药 诶没多久 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他那个突出来的 那个骨头啊 竟然自己收回去 这真的是太奇 太奇了 那中医可能 也不相信这种道理 那骨头收回去 那他那个伤口呢 用草药敷一敷 不久之后呢 大概两三天啊 这个人的骨折好了 外表的伤口也好了 没有吃药 那也没有 也没有说看医生 他只是这样安抚一下 没想到就这样发生 这么神奇的事情 那当然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神奇 对他们而言可能是家常便饭 那他们随时在跳舞 随时在祈祷 他们说呢 在跳舞 唱歌 祈祷过程当中啊 就是在跟天沟通 所以他们可以常常知道天的旨意 那他们的做法呢 也不会违背天的旨意 甚至呢 他们可以随时回去 他说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开关 生死的开关 那如果想要回去了 把那个开关一关掉 那这个人就回去了 那不想回去呢 你就不要去 去动他 就一直生活着 所以这真的是 太神奇了 我们说真人 那他们可能是真的是真人 从这种 从这个例子啊 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 这个德能啊 至少比我们好 身体状况啊 比我们好 那我们修行 第一个表现在 我们身上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 身体不好 身体会得病 那都是呢 我们这个自信啊 被泯灭住了 自信没有办法当显 没有办法恢复到 这个自然的本性 那所以我们讲到 生理的病 心理的病 跟心理的病 这三种病啊 的原因 如果能够了解清楚 那么我们相信呢 世间的人 包括修道人 他不会再生病 生理的病 我们已经 讲过 其实就是 我们的这种 这个 轮场关系啊 我们人 没有离群所居 跟这些 人情事故 处在一起 所以人跟人 之间的互动啊 就产生了 这种 生理的关系 那如果产生了病呢 必然是在 某一个轮场上啊 你发生问题了 所以你那个地方 就会得病 比如说我们说 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 发生 问题啊 这个儿子 不孝顺父亲 那么这个儿子啊 他的身体的病 是怎样呢 他就会常常 头痛 或者是说 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是说 这个 膏肝 肩膀 酸痛 这个上胶部位 不舒服 一定是 一定是会有 这样的病症产生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 为非作歹的人 不孝父母的人 他们还是一样 腰三喝四 大吃大喝 完全的没有病的样子 那是因为呢 他的这个 那个恶的能量 还没有累积到 让他生病 那他迟早会生病 那如果还会 还没有改善的话 那他就会生病 所以生理的关系是 我们人跟五常 跟五伦之间的关系 那心理的病 上次我们也讲到 心理的病 那心理的病呢 就是你的喜怒哀乐 我们上次讲的 这个肝 就是怒 那这个心呢 就是爱 就是恨 这个土呢 就是 忧 就是闷 那肺呢 肺就是 脑 悲 那肾呢 就是烦 就是 惊恐 这些心理的变化 就会产生 我们 这个 身体 内脏上的 对应部位 产生不舒服的状况 这个都我们在上次 都有提到过了 那只是说 这一套系统 是一个 很 繁杂的系统 那么在 王凤与言行录里面 他把这个 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有 有机会 可以来参考 我们今天要讲 心理的病 是 我们的这个 自信 被泯灭住了 你在哪个地方 被泯灭住了 就会产生 那个地方的病 那这个自信 本来具足 自信怎么没有办法 圆满 成险的 那我们只能够说 这个就是 累劫 累势 我们所造下来的 这些习性 这些业障 我们累积了 太多了 这种不善的能量 佛经讲 贪嗔痴慢疑 这些恶的能量 让我们的自信 没有办法征占 我们儒家讲 武昌的关系 武昌的这种 道德 你没有流落 你没有办法彰显 所以在那一方面 就会得病 那武昌 我们说 仁义理智性 我们刚讲完 这个 克尊四维 钢肠之谷礼 这个钢肠里面 这个肠 就是一种肠道 肠道 就是五肠的道理 这五种 这个肠道 是每一个人 都必须 去遵行的 那么有的人 偏另外一种 偏这一种那一种 但是这个偏的 没有关系 你只要好好的做 在你偏的这一种 把它做到圆满 那么你其他的四种 就会渐渐的圆满 比如说你 你这个人 做得好 那其他的做得不好 那么你就在人上面 好好地下功夫 把人做到 淋漓尽致 做到圆满 那么其他的四德 四种肠道 你就会做到圆满 那么如果缺忍的人 缺忍就是没有人心 我们说残忍 我们说不慈悲 我们说这个酷刑 那这样的人 他会喜欢抗争 他会忤逆 他做事情 总是 就这样用各种 取巧的手段 那这种忍不忍 他就会造成 他就会造成 身体上 肝方面的 这种病变 所以没有人心的人 常常会有这种 口肝舌燥 常常会怒气上升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一种 很好的滋养 这个就是 心理肝 不忍的人 所产生的这种肝病 那我们讲到 这个 人 义 义是属于精 那一个人 他也有这个义 他一定 这个做事果决 做事明快爽朗 不拘小节 这个人 一定 很有义气 跟朋友 可以两肋插刀 毫不顾自己的安慰 能够为朋友 能够仗义之言 赴汤道我 这个是义气 所以我们中国人 很喜欢 忠义的人 忠义的人 一向被人所歌颂 那么如果说 义方面 没有办法自然流露 义的性德 被掩盖住了 那么这个人 就会有 肺脏方面的疾病 义属精 金属于肺 肺是指 那个呼吸系统 那肺跟皮毛 又互相表理 所以呢 皮毛也会有关系 那整个呼吸系统 发生变化了 那就是呢 这个人不讲义气 那不讲义气 当然了 他就会得到 相对应的病症 我们讲到人 义离 离就是 属火 火是属精 火是光明的 火是这个 给人温暖的 那火是明离 所以有礼貌的人 为人正直的人 为人符合标准的人 守规矩的人 守法守戒的人 那这个人呢 就是属于 有礼之人 那如果说 不是这样子呢 没有礼貌 那又呢 不守法 不守规矩 做事情呢 随意而为 那他的这个 心脏 心血管的 的这种 器官啊 就会 相应的 发生问题 所以心脏的问题 血管的问题 神经的问题 这都是属于 那个礼 没有 做圆满 礼呢 有所欠缺 那我们讲到 这个信 先讲智 智是属于水 那水是智慧 水是柔和的 水是清澈的 那水是这个 公平的 我们说 这个 一碗水要端平了 这个 水是平的 是水平面嘛 水是平的 所以呢 他待人处事 是平等的 那水又清澈 水可以洗涤万物 可以滋养万物 水可以帮助人 这个清醒 水是柔和的 他遇到远的 就形成远的状态 遇到方的 就形成方的状态 那所以呢 这个水啊 就是人的智慧 有智慧的人 自然呢 他就懂得柔软 他因为事情 看得很清楚 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 处事 待人的方法 就是很圆融 这个是属质 属水 那水呢 是属圣 那如果不是这样呢 做事情呢 是这样 横冲直撞 爱怎样就怎样 这个 水啊 泛滥成灾啊 泛滥成灾呢 就好像土石流一样 流过的地方呢 都一定受到伤害 那会把人淹死 所以 这个聪明 好变的人 他用道理把人淹死 那钱财万贯的人 用钱把人淹死 这个呢 都是不治的行为 所以相应的 这种病症啊 就发生在 这个肾脏的问题 泌尿系统的问题 或者是复科的问题 这个都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所产生的 那么我们讲到信 信就是诚信 信就是属土 那么土呢 是看我们的大地 很敦厚 很朴实 土能够长万物 土呢 是这个很厚重 那土不争 土很实在 我们说一步一脚印 所以真诚的人 有信用的人 这些人 人家都很喜欢 这样的人呢 他就可以成就 那如果说 不是这样的人 讲话不守信用 那做事情呢 很刁钻 刻薄 这个 不愿意呢 把自己的好 去跟别人分享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 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厚道 很刻薄的人 那这个相应的 对症呢 就是 这个消化系统上的毛病 就是脾胃 这个大肠小肠 这些毛病 就会产生 这个是大概讲 这个心理上面病 那如果说分析里面的道理 当然也又可以讲得很 很广 所以我们大概呢 这分析这五种关系 就可以了解到 那所以 这个不管是 生理的 心理的 包括这个心理的 这个都是呢 我们人 在这个世间 所要学的一个标准 所以成佛 我们说成道 我们最主要的 得一个标准 就是在做人 把人的本分做好了 把人的道理做好了 那么你就可以成佛 成道 成圣 那人的道理做不好 人还有一分的亏欠啊 你就没有办法圆满 就没有办法 回归本来面目 你就没有办法 恢复自然 那所以 我们说要修 修不是跑到庙里面去修 跑到深山里面去修 那是 弘扬起的修法 你跟这个 社会人相处 你在社会里面修 你自己呢 有一个家 夫妻合合 夫妻共同来修 把这个家撑起来 那么你一个人 把这个家呢 发光发热 其他的家呢 就会跟着你一样 发光发热 夫妻合起来 妻你看 妻代表日 妻代表月 日月合起来就是明 就是一个太极 单单日不行 单单月也不行 一定要呢 这个夫妇合合 所以君子之道 照端夫妇妇 那人伦之常啊 也是从夫妇开始 把夫妇关系搞好了 然后呢 家庭的运作顺畅了 那么你的社会就和谐了 社会和谐了 世界就会和平 世界和平了 大家就自然 得到逍遥 得到快乐 那这个呢 才是恢复本性之自然 最主要的一个做法 那所以现在我们讲 那所以现在我们讲 透过这个 我们刚才讲庄子的那些 透过念佛 透过这个打坐 画福 透过这个瑜伽 导引 打太极 透过这个山林的 的这种 接近 那时候想要得到养生的道理 结果呢 不晓得世间的变化 你做人的道理都没有做好 你单单去做那些 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好 所以为什么现在 念佛不能成佛 这个 拜佛不能成佛 讲经说法不能成佛 打坐山散不能成佛 吹福念咒也不能成佛 那你这个打瑜伽 学太极 也不能成佛 插花 这个疏道 也不能成佛 这些说起来 都是一种小道 小道呢 跟大道是 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但是呢 可以回小向大 我们 如果 立下 心智 我就是要成佛成圣 我就是要超生了死 那么你今天呢 可以回小向大 你可以透过你平时的那个修养 你可以达到 那种 这个 亲近的这种心态 平等的心态 真诚的心态 你把这种 这种心啊 拿在 人伦之上 拿到我们这种社会上各个层面 去跟人家 这个处事 接物 那么呢 你就可以恢复本性之自 你就在这里面成佛 成道 就在这里面成神 所以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为什么单单去找这些名词啊 找这些方法 结果呢 人的问题啊 一点也没有解决 那所以最先前我听到一个 一个人 他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台湾的尼姑 跑到泰国 去当尼姑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在泰国遇到这个尼姑 然后就问他说 你怎么跑到 泰国来做尼姑呢 他说啊 这个泰国的尼姑啊 比台湾的尼姑好啊 那怎么个好法呢 他说泰国的尼姑啊 不用煮三餐 他只要去脱坡就行了 那台湾的尼姑还要去照顾大众 还要去煮三餐啊 很烦啊 还不如在泰国呢 在脱坡可以好好的修行啊 那他就问他说 那你 那你这样子 真的就可以好好修行吗 对啊 我的心呢 就比较清静了 可是你没有跟人间 去解决 你怎么会有功德呢 然后这个尼姑就跟他讲 他的意思只要问他说 你没有去行共利得 你单单脱坡 那你怎么可以行共利得呢 你没有这些功德 怎么可以成就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这个尼姑说啊 清静心就是功德 那这个问他这个人啊 他是我们道场的道心 然后就好像若有所悟啊 觉得说这个尼姑讲的话很对 清静心是功德 所以就认同了他这件事情 那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后学自己在想 奇怪这件事情啊 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啊 巧在心里啊 真的是觉得 这个事情啊 怪怪的 是哪里出错了呢 没有错 如果清静心是功德 一个人呢 能够修到清静心啊 那他的功德啊 真的可以是度化 无量无平的众生啊 但是后学后来想一想 一个人 要修到清静心啊 那是何等的难啊 难的原因是因为 现代的社会啊 要修清静心啊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 参产打坐 他不会成就 参产打坐 要在慧能那个时代 才可以成就 因为佛陀曾经讲 这个正法时期啊 这个守戒戒律兼顾 那向法时期呢 就是禅定兼顾 那慧能这个时代啊 是刚好是禅定的兼顾 的向法时期啊 那末法时期呢 斗争兼顾 那斗争不是本性 借由斗争 你不可能成就 你只有会更加堕落 那么我们说 现代的人 现代的和尚尼姑 要修清静心 你没有办法得到禅定了 你怎么修清静心呢 那么你不去煮三餐 没有这些凡人的事情 结果呢你去脱波 借着脱波省去这些凡事 你就以为你得到清静心了 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清静心 那是怠惰的心啊 那怎么回事清静心呢 现在要修清静心真的是相当的难 所以现在只要有人讲 清静是功德 那我觉得这个 这句话呢 需要再斟酌 因为现在竟然没有办法 得到清静心了 那么你在这个修行上 怎么会有成长呢 那要怎么办呢 你必须在人世上 好好的历练 好好的修行 你才可能会有 真纯的心 才有平等心 进而才会有清静心 你的心不真 心不成了 你面对了这些人情事故 这些伦理刚常的事情 我们说五伦八德的道理啊 你都没有做到了 没有做好了 你怎么可能会有真真心 你怎么可能会有平等心 会有清静心呢 所以这个故事啊 这个尼古讲的话是 有需要质疑的 有问题啊 你别抛除一切 然后呢 你在那里 这个 不用管事 不用管人 那你就是得清静心了 这是大大的错误 你跟我们以前的祖师大德 哪一个不是从厨房出来的 哪一个不是从这些多灾多难 历尽千辛万苦之中 证悟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 先佛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修行的课题 就是儒家为主 儒家的课题 就是三纲五常 就是五伦八德 所以恢复本性之自然 就是恢复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 这个才是我们本性的自然 你现在要得清静心 你在那里灿灿打坐 你在那里 拜佛念经 你在那里拜灿 学秘宗 这些人都没有办法成就了 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人心太乱了 人心紊乱 整个世界乱 那么这么乱的世界 你想要得清静 结果呢 让大家都下地狱 那么你怎么可能会成就呢 你不可能成就 台语有一句话说 不要说 我们要有这个智慧 我们要懂得道理 你的父母 你都没有度化 兄弟姐妹 你的这些亲族好友 你的这些这个邻居 社区 都没有办法度化了 你自己哪有办法 去修清静心呢 你这些这个做人的道理 你都没有做好了 你怎么可以做佛 做圣呢 不可能啊 所以不要再用弘扬琴那一套 在山林里面修行 在丛林 这些寺庙里面修行 这已经不是不符合天使了 修行就是讲做人的道理 我们说静天地理神明 天地其实呢 在儒家讲 父亲就是我们的天 母亲就是我们的地 我们静天地呢 就是从孝顺父母做起 那理神明 神明是我们的自信的流露 我们要拜我们的这个自信 天就是信 地就是心 这个静天地就静我们的心性 又应用到人世间 就是父母 神明 神明就是我们的师长 我们的这个长辈 我们的这些 这个同修道友 这个都是提醒我们的神明 在我们的自信里面 我们没有对立的人 只有成就我们的人 所以孝父母 众师尊 是在人的身上 就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 要修本性之自然 老子说 若得一 万事必 若得一的道理 那就万事必了 万事必就是说 什么事情都圆满 什么事情都完全 若得一 这个一的道理是什么 一的道理 就是你把人道做好 这个就是一的道理 人道做好了 天道就圆满 这个是现在修行 最主要的课题 不要认错题目了 所以你看现在佛家 尽忠的 这个修行道场 为什么在提倡地子规 为什么在大陆 弘法 他弘的法 是地子规 在世界各地讲 也是讲地子规 地子规是儒家的 这个思想 清早的一个学者 把孔老夫子这些理念 用一些简单的字句 把它表达出来 集结出来 称为一本 地子规 这本书 那么他讲 里面讲的 也很细微 把这个孔 这个儒家的理念 他做了一个 很有调整的 这种规列 所以现在 演讲现代人 很大 那么佛教的人 透过地子规 来修行 真正有志之士 能够知道 这些修行的和尚 尼姑 你在人道上 都没有做好 你一下子 要到那种 超越世间的修法 出世间的修法 在现代来讲 是修不好 你住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中 住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就是跟人相处 人就会有事 所谷人事 所谷人事 人事不是问题 人事是修行的方法 透过人事 让你了解到 我们的五常之德 我们的这种 道德的本分 所以叫敦 敦 敬奋 敦 就是注重 轮 就是轮场 你在这个世间 有一种轮场的关系 不管你走在哪个位阶 走到哪一个环境 你都有一个轮场的关系 不管你是做同事的 做朋友的 做父亲的 做儿子的 做领导人 做被领导人 通通有一种关系在 有一种轮场在 你就是要在这个轮场 好好的尽你的本分 所以叫敬奋 你的本分就是做 被领导人的关系 那你就是要尽忠 尽忠把你的本分做好 做领导关系 你就要尽 尽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轮 这个领 把领 领做好 把领教好 把这个君亲师的本色 本分做好 那就是自然之道 那所以了解生命的本质 我们今天要极力呼吁 希望大家 都要知道 做人的道理 只有了解做人的道理 你才可以真正的了解 生命的本质 那生命是什么 我们今天这个肉体 来到人世间 灵性寄附在肉体之上 借着这个肉体的方式 来到人世间 来聊我们的这种 职责 那也可以说是聊我们的业 我们要把这些业 把这些使命 把它做完 那你就可以回归 本来面目 这个就是生命的本质 哪有比这个本质 更清楚 更明白的呢 那所以在 本质上 都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 搞正确了 那么你是不可能了解 生命的本质 要了解 生命的本质 我们这里 透过一个寓言故事 来跟大家说明 那有一个 弟子 每天都问 师父 什么是人生 真正的价值 那这个师父 也不晓得 怎么说 弟子才会清楚 所以师父就用了一个方法 他就随手 拿了一颗石头 就交给弟子 你把这颗石头 拿到市场去卖 但是呢 你不要把它卖掉 你要看呢 这个石头 在现在市场的行情 是怎么样 那你再回来报告 看能够卖多少钱 那么你就说 这颗石头 是经过大师兄 加持过的 那个弟子就拿 拿这个石头 到市场去卖 本来没有人问津 结果呢 他一喊到 有大师兄的加持 哇 这个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个石头 不是普通的石头 一个人呢 就出价一千 后来出价一千人 太多了 最 结果呢 出价到一万 这个石头价值 一下子被提升到一万块了 那这个 这个弟子就说 那你们 改天再来吧 我去请教一下师父 看他愿不愿意卖 那么这个 弟子回去之后 把这件事情告诉师父 说这个石头 人家要价一万块了 那师父再说 你改 隔天 你再把这个石头拿去卖 你就说呢 这个石头 是师父供奉过了 加持过的 那看看 他的行情怎么样 结果隔天呢 这个弟子啊 再把这个石头拿到市场去卖 改口说 现在这个石头了 已经被师父加持过了 哇一被师父加持过了 这个就有人开更高的价钱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好 一直到呢 三十万 这个弟子都不愿意卖 那买方呢 就觉得很生气啊 那你到底要多少才卖啊 你就开个价吧 这个弟子也不敢开价 于是呢 就对买家说 这个师父还没有说要卖 所以他要去问一下师父 那回去就跟师父讲 这个石头啊 已经开价到三十万了 那师父说啊 哎呀 这个 一颗普通的石头 我只是加了不同的说法而已 结果呢 就造成不同的价值 那么 我 你不是在问什么是人真的价值吗 那么你的价值啊 都是用四人的眼光 在认定价值 就好像这个石头 被赋予四人的价值一样 所以他的价值是不断的在变化 也就是说四人的眼光 如果调整了 你的价值就跟着变化 那么你要知道 一个人啊 他的心性 那是无量的高贵 所以一个人内在的那个珠宝 是无限的价值 不可以用四人的眼光来衡量 所以 人要有超越珠宝的眼光 那么才可以看到人生真正的价值 超越珠宝的眼光 也就是说 你这个石头象征的那颗珠宝 你要有超越 这颗石头的眼光啊 你才能够了解人生的价值 那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要 把这个 我们的良知本性啊 这个物化 你不要用世间的标准 来看你内在的那颗宝珠啊 你要超越这些世间的看法 那么你才可以看到 人世间真正的标准 你看一朵花 它插在花瓶里面 那么随着时间一久啊 它就会凋谢了 被人家扔掉了 那花开 花会蟹 月会圆 月就会缺 人会生 人就会死 你看它这个过程啊 它从被重视 一直到被末视 这都只是一种 世间人对它的这种 价值的看法 所以它的价值是随 世间人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一个人 他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啊 它不是在世间人的看法 它是在回归 本性之自然 那个价值在高贵 因为那个人生的这个真理啊 是不生不灭的 只有超越这种生死 超越代谢 超越圆缺 这种道理啊 你才有办法看到 那个本来的面目 那个本来面目不生不死 那个才是人生的价值 那他说呢 人生的价值在于知道 人的心就是佛 那佛已经是看透 众生 的真相 那众生呢 是还没有开悟的佛 所以众生跟佛是一体的 那这个弟子呢 当然后来就 透过修炼 就清除自己人生的价值 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啊 从这个预言啊 我们知道说啊 在我们的人世间 其实有整个过程 都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有一个不变的那个真理 这个真理呢 就是我的良知本性 就是我的这个良知良能 本来自善 那这个本来自善 他是没有分别 没有对待 没有妄想执着的 所以他用在 这个五轮钢场上啊 他是直行而无碍的 所以你会自然懂得 孝道 剃道 总的这个忠孝的道理 这个是不需要人家教的 今天忠孝 孝地 这些道理啊 需要人家来教 需要人家来推动 那么可见呢 人的那个价值啊 都已经被掩盖住了 被弥灭住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 要来呼吁 大家就是回归到 钢场伦理 你就可以 透过这个人生的修行 透过生活上的修炼 就可以知道 人生的价值 就可以恢复本来的面目 这个就是 古圣先贤 他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所以其实说来 他没有很深 他没有很虚无 很空泛 就实实在在就是做人的道理而已 把做人的道理做好 那一切呢 都是圆满 一切呢 都是至善 做人的做理都做不好 那么其他的 这个心性的道理 都不用谈 所以讲太多也没有用 习来千句多 物则一句少 就是说学习的人 讲千句 没有物也是一样 你真正开悟的人 一句话就够了 一句话就把你点通了 所以一句话就是你去把 你的本分做好 你的轮场进好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开悟了 这个就是儒家 儒家告诉我们的道理 也是我们这个白羊起 应运 这个儒家收远 他告诉我们的做法 我们这样 孟子曾经说 人有鸡犬放 者知求之 有放心而不知求 爱哉 那人 这个鸡犬走私了 知道要去把他找回来 可是心放私了 却不知道把他找回来 这个是很悲哀的 那么这个心呢 就是我们现在人世间 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的心 没有人知道 孝道的重要性 没有人知道 这个中道的重要性 这个忠孝 在人世间 是一个五行的价值 这样的价值 可以产生很大的 这个社会利益 那么忠孝 是我们的自信所发 是我们的本性 本性 但是呢 这个本性 本性失去了 却不晓得 却把他找回来 那所以现在的众生 这个舍本竹木 孟子认为说 这样的事情 相当的悲哀 所以可见了 孟子 已经看到了 本性本性 只有人 从本性本性下手 到之中子 讲到 恢复本性之自然 本性 本来是自然 那么我们为什么 今天要强调 恢复本性呢 如果本性是自然 那么本性 应该是自然拥有 自然圆满 自然具足才对 但是今天 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要借着老师 传道给我们 指引我们一条 回归本性之路 那么 这些现象 这些原因 如果探究起来 无非是 佛陀讲的 只因妄想 分别执着 而不能证得 那么所以 诸天仙佛 万仙菩萨 纷纷下来 要来普度收缘 搭帮助到 都是为了这件事情 要告诉众生 如何恢复 本性之自然 就是 恢复 自然的本性 但是呢 众生不一定 会接受 也不一定 听得懂 甚至呢 不愿意去 立行 那我们说 我们上次讲到 仁义理智性 就是我们的本性 那么人 行仁义理智性 就是在行 自然之道 那道 放 放之于 这个生活之中 那就是德 所以说道德 充斥在 我们的 恶六十中 那这些 五常之德 本来具足在 我的 我的 身心之中 那么我们今天 会因为 环境的变化 而对于 五常之德 对于这种 自然之道啊 会有时 流落 有时不流落 那么 对于这个境界 人事 会有时候 流落 有时候不流落 那这个原因呢 都是因为 妄想分别执着 那妄想分别执着 又是哪里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 一念不觉 所产生的 所以人 为什么会有轮回 都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 这个念头 念头产生了 妄想 然后呢 分别执着 妄想就已经 很大的错误了 结果呢 加上坚固的执着 还有呢 这个是非不明的 这种分别 那所以 我们不断地在 累劫 累势在轮回 我们不晓得 什么是 我们安止之道 更不晓得 我们本来面目 是什么 所以一念三千念啊 一念万年根啊 人的念头啊 这个一念 也有三千 能够画三千 那这个三千 当然也是一个 代表说明而已啊 根据佛经讲 何只是三千呢 明的菩萨说 有一百二十八万兆 这个一坛词 有这么多的念头 这些念头的 这种变化 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 那就是因为 一念不绝啊 所以呢 这一念呢 就种下了万年根 万年根啊 这是指 我们轮回 六万年来的这个沉沦啊 的一个源头 就是这一念 那么佛 本来是无念的 恢复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 是无念的 他无念 所以呢 所做出来的 是没有分别执着 完全是 这个利益众生的 但是今天呢 有了这个念头 有了这个念头 所以呢 你会想要 达到你的目标 你会想要达到 你所希望的 结果呢 这个就造成了 这个 所谓的执着 那么要修 修行 要达到真佛一般 无念 念就会生出 我们的这个念头 就是 我们的魂魄 我们的生命 我们这个肉身啊 所以 中国人讲 克念 成圣 克念 当然就是 要克服这个念头 能够呢 把这个念头啊 把它克服住 把它降服住的人 那么他可以成神 成圣成佛 那妄念呢 赴血神 妄念没有办法克服 结果呢 这个妄念分飞啊 妄念呢 这个思绪不断了 就会附上 沾染这些血神 血神 当然就是指 一些 五一六成的染灶 贪生自爱的 这些病毒啊 内功外感啊 结果呢 人当然就会得病 人的智慧得能向好 当然就会渐渐失去 所以 老子讲 多言所穷 不如手中 手中呢 就是 让我们 试着来 恢复 自然的本性 支持这个宗道 回归到这个自信的 本来面目 所以恢复自然自信啊 不是在那里言语 不是在那里做表面功夫啊 而是实实在在的干 要真正的实血 所以实在之血 朴子的这个步伐 一步一脚印 所以 儒家也讲 子于自善 真正的知子 直到这个自善的宝地 那知子是什么 知子就是我们要 知命立命 我们要这个 了解 人 今天所 造成的这些现象 他那个道理是什么 那么我怎么突破 那么我怎么回归 这个就是自命立命的道理 知命了解到人 有一股天命 有一份那个 自然的本性 无极老母 这个天啊 是给我们这个 永恒的 的这个命 那这个命呢 可以让我 逍遥自在 可以让我呢 无拘无束 那所以我具足的 这个智慧 得人向好 都是圆圆满满的 那我的道的流露 是全德 所以以前人 为什么来人世间 这样走一遭 他就可以回去 那我们上次讲 那个原住民 他可以知道 生死的开关 他可以随时回去 那现在 不行了 所以这个 子于自善 儒家教我们 把我们的念头 指在这个自善的宝地 因为我们的心性 我们这个性 是本善的 那本善的是 无私无邪 无善无恶 纯然至善 所以为什么说 五常之德 所流露出来的 都是自信的发端 因为那个是 无私无邪 无善无恶 没有对错了 就是全然至善 这个就是无念 所以全然至善 这个就是达到 回归到无念的状态 那当然三教的说法 会有 会有他的 切入点不一样 但是呢 在讲的 通通都是一个 都是在讲那个道 所以我们今天讲 恢复本性之自然 都是在讲 这个 我们的这个 心性 所以当时 瑶 传为给顺的时候 也将圣人的道理 传给他 那他讲了一句心法 那就是 人心毁毁 道心毁微 毁精毁一 允殖绝宗 那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一首诗 那我们知道 人心的这个变化 是不可捉摸的 这个不可捉摸的变化 让我们没有办法 从这个道理之中 厘清出来 从混乱的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清醒过来 所以人心毁毁 他一个念头的偏差 就可能造成 整个局势都完全改观 那你看有一个 出家人 是一个尼姑 那么呢 因为他们的道场 常常有外面的这些 外面的这些人 来参访 那这个尼姑呢 有一天呢 看到一个男众 讲得非常高大标志 那他就动了繁星 动了繁星之后呢 后来又想说呢 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 那我怎么可以又动繁星呢 所以呢 就把念头又归回来 可是呢 就这一念之差 让他治下了 各种的这种病根了 那他就在 就产生了这个 子宫方面的病变 甚至呢 要开刀 那他自己呢 不晓得这一念的变化 让他这样子 那要开刀的前夕呢 去接受一个大师的指导 那这个大师呢 也不敢在众人面前 讲他的过错 就偷偷地告诉他的朋友 要他的朋友问他 有没有在男众方面 曾经起心动念过 这个尼姑的朋友啊 来转达大师的意识啊 结果这个尼姑一听啊 眼泪就掉下来 他知道自己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动念 那所以呢 造成今天 让自己的身体有病变 那 那这个尼姑呢 一面哭一面就吐了 就把他的病根给吐出来了 忏悔自己的不是 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病根就吐出来了 那么隔天本来要去开刀了 结果要医生了 再做一次检查 检查已经没有大碍 不需要开刀了 所以你说这个念头 这么样可怕 一是好的动念 你看一念之差而已 但是他又没有说 没有马上改正 又马上改正了 又马上回归 回归这个至善了 但是呢 这个已经种下了祸根 这个叫念头的差词 就形成了天渊地别 所以我们讲 进天地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知道 天地不在外 天地在内 我们性要轻地宁 我们性达到轻达到宁的境界 那就是子于至善 那就是手中的状态 也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本性之自然 那所以 这个本性之自然 这个恢复 是一个重点 恢复这个动作 就是我们说的修行 那修行就有千百万种 不管千百万种 只要你能够恢复本性之自然 那么你修行 就已经是用对功夫 所谓父子登山 各自努力 那登山的路 有很多条 但是只要能够登上山顶 那就算成功 那所以世间 有五大教 我们也讲过 五教圣人的奥子 这五大教 通通是很好的宗教 所以我们可以在五大教里面 选择一个法门 来作为修持的方法 那我们把道 的这个理念 把明师这个道 进入到五大教里面去修持 那么你一定会成功 那所以你不需要改变你的宗教 你不需要呢 去变化你的生活 你就在你的原本的这种文化基础上 宗教信仰上 好好地下功夫 当你一直下 下到最深功夫的时候 你看到了这个 本性之自然 你会知道说 原来五教所讲的 通通在讲一个道理 那就是心性的道理 那忍得那个心 忍得那个性 那我信是存在自善 心是呢 圆满无碍 那心呢 一念不觉 又有差池了 所以要让他不要有一念不觉 不要有这个烦恼无敏的现前 那就是呢 十赏要守住 二六十中 不可虚于理也 这个道 你要守住这个道 所以起心动念 都是性德的流漏 都是呢 这个五常之德 就是三纲五常的标准 那么如果说 现在有人问说 那到底我应该修持什么 我应该在哪一个方面下功夫呢 你刚才说五教 那我不晓得五教 到底我要修哪一教 先佛告诉我们 明师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刻意去选 因为呢 总在预言不同 每一个人的成就啊 都有他的预言不一样 但是呢 重点是 你真的要想 爬到山顶 你真的要 这个 恢复本性之自然 真的要止于自善 这个真正的这个力量 那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不知道 你就好好的在生活上 好好的下功夫 所以儒家 就是生活上的修行 儒家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在公司 你就把公司的这个本分做好 我们说敦伦敬份 敦就是 敦就是加持 敦就是一种厚重 把这个 把这个轮场啊 把它下功夫下的身 轮就是轮场 所以在这个轮场之后 在这个轮场之内呢 下功夫 身下功夫啊 你在公司 你要对老板尽忠 这个就是 你的本分 你要尽你的本分 在公司 在公司 你是也是一个领导人 那么你要对您 这些被领导的人 你要有理 你要有人 你要把你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做好 那么你有你的同事 同事之间的这个诚信 要做好 同事之间的这个道义 情义 这个要做到 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修行 那所以不要再去找 特别的法门 生活就是你最好的修行 家就是道 你看我们这个社会 是由一个家 一个家组成的 那么社会的秩序 当然就是由一个家 一个家所建立出来的 那么你说我出去公司了 我出去什么样的团体了 但是你总要回家吧 所有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秩序 都是绕着家在转的 家如果不成家了 社会秩序就不成社会秩序了 整个公司团体 整个国家也都不成秩序了 所以家是最重要的 所以家就是一个道场 今天谁能够知道家就在道场呢 家就是道场呢 想到道场这两个字 这个场要有道场 不是说开一间佛堂 设一间庙 就把它叫道场 如果说这里面的人没有道 那么你这个庙再漂亮 那么你这个庙再漂亮再大间 你还是一样 淋淋落落 显不出道风啊 那你这个家也是一样啊 你这个家呢 不守刚场 父不父子不子 家不成家啊 那么你这个家没有道 没有道呢 就家庭破坏 家庭问乱 家庭问乱之后啊 每个家庭都这样 社会就败亡 国家就要毁灭 世界就到了末日 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当现在科学家 在拯救世界末日 今天我来看了 那个Discovery 科学频道 他说呢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 温室效应 越来越明显 那很多的动物 都会渐渐的崛击啊 很多的动物会灭种 还有人呢 也渐渐的 会受不了 因为气候异常 天灾地变不断 那我们知道 最近这几天 在南太平洋 传出了这个地震 伤亡也是很严重 菲律宾 他们呢 遇到了台风 结果呢 40多人 因而死亡 那更多的人呢 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啊 那么这个台风 所造成的范围啊 还不止在菲律宾 还在印尼 这个泰国 越南 甚至马来西亚 通通有波及到 你看这个 我们八八水灾之后 这个国际间 另外一个灾难 就是 就是这一次 这灾难很多 那灾难很多 科学家把矛头 指向了 这个气候的暖化 气候的暖化 那就是因为 这个地球 的这个人 产生了太多的碳 的排放量 加速了 这个温室的效应 让它产生了 更大的一种 气候的异常 也就是说 整个气的对流 越来越快 因为热嘛 那热的那个流 气流呢 就会跑到这个热的这边来 那整个地球都是这样 所以呢 现在南北极的冰 融化了 一年比一年快 所以冰棚呢 也一年比一年少 那现在有一个科学家 他发明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呢 把太阳光的折射 折射到地球 以外 也就是说太阳光呢 不要那么强 不要那么直接的照射到地球 把部分的太阳光呢 把它折射出去 那这样呢 地球就不会产生这么高的温度 降低这个地球的温度啊 那当然呢 就可以延缓这种气候暖化的现象 那他怎么样折射太阳光呢 他把这个 一兆多片的这种玻璃 放到太空之中 然后呢 这个玻璃就会反光啊 他把这个太阳光啊 这个反射到 其他的地区 就是不会直接照射到地球 那这样的地球就不会 受到太阳光这么强的照列 那结果如何呢 当然还没有结果 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个理论啊 那是一种实验的阶段 正在报道 有太多的科学家都在这方面努力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那他现在呢 这个方法 也是一个 阻止太阳光照射的方法 但是 他那个成本 他那个制作 还有花下去的人力 都是相当的庞大 甚至呢 要把这些玻璃啊 载到 这个天空啊 就把它放在那个轨道上 这件事情 就相当的难 那个经费呢 非常的可观啊 所以你像刚 人 哪有有那个力量 可以阻挡 大自然的力量呢 所谓孤臣 无力 可回天 人哪有办法 对抗他自然 所以 人定胜天 这种说法 这是以前 鼓励人 的一种名词而已 如果现代的人 面对大自然 我们都知道 人不能够胜天 天一定胜人 在天的面前 我们就是要 保持谦卑 保持恭敬 那天是什么 天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的性 我们的性 如果能够 恢复自然 那么天的灾难 就没有了 天的灾难 就减少了 我们的心 能够恢复到 这个地一样 你看这个地 大地 给我们滋养 给我们福育 然后呢 他也不求回报 任我们见大 任我们污秽他 他还是如鲁不动 所以说地拧 那我们的心呢 如果能够像地这样子 如鲁不动 任人批评 任人见大 那么 有更大的包容力 来包容各种的 罪过错 那么地就拧了 我们的心就拧了 那天经地灵 心性清零 那清零之后 我们当然 我们人就 表现在外 智慧得人向好 就会表现出来 我们家呢 就会 家道圆满 社会呢 就会和谐 世界呢 就会和平 那所以 一切呢 都是 从我们的心性下功夫 但是呢 你要想想 我们的心性 了解了 我们还有这个 外在的环境 我们住在这个地球 有跟人之间的互动 那么跟人之间的互动 这变成了 这个成就我们的心性 最主要的 一个环境 你看你家里 夫妻 你有父子 有这个兄弟 你在外有君臣 有朋友 那么人 跟人之间的互动 就产生你的 这种修行上的 这种功力 你在心性上 下了多少功夫 你回复多少 自然自信 那就在人身上 看得到 你对待你的妻子 对待你的丈夫 你是不是 用妻子之道 丈夫之道 来对待呢 对待儿女 你有没有用 对待儿女之道 对待父母 有没有 尽该尽的孝道 这个呢 都是我们 必须去了解 必须去实践的地方 这个唯理细节 真的是太多 太杂 但是每一个环节 都是从心性出发 所以 一个懂得心性修持的人 他在每一个地方 都会做得很好 所以为什么说 忠诚 一定出自孝子之门 那么这个孝子 他一定是 天清地拧的心性 也就是说 他的心性 没有太多的杂乱 没有各种的烦恼妄想 他就是性德的流露 他就是呢 好好的把他的孝道尽口 那孝子 在家庭 一定能够 这个引导 妻子 把这个家制好 丈夫是领妻 妻子是帮夫 如果说 丈夫 妻子 能够这样子 和容相处 那么 夫妻合而起来 那就是明啊 我们说日月嘛 日月就明起来 整个家就光明了 你这个家光明 也会照亮到其他的家 你这个地方 有这样的一个圆满的家 你就照亮附近的家 你这个社区的家 或者是说你这个家族的家 都被你照亮起来 这一个人影响是非常重要 我们人 来到人世间 我们不是就是要做这个吗 如果我们不是来照亮别人的 那么我们 来社会上 来世界上添乱子 造成更多人 的混乱 造成更多事情的混杂 那你哪有办法回天呢 你哪有办法恢复本性之自然呢 那你来人世间到底 它的意义是什么 你的作用是什么 所以从今天起 我要想办法 让自己发光 我要照亮别人 你照亮别人 你就要懂得回归心性 你的心性既然是具足的 既然是亲近的 既然是圆满的 那么呢 你就应该从这个心性出发 你这个圆满具足 亲近平等的心 把它呢 流露出来 把它做出来 在每一个人事物上 都要有作用 在妻子身上 在儿子身上 在朋友身上 在这个老板身上 还有在父母身上 你都要让它起作用 你都要让它发光发热 让大家都知道 人世间的温暖 知道了 知道了这个 这个做人的可爱 那么这世间 不就是一片光明了吗 家庭不就是快乐的家庭吗 我们所看到的 不就是天堂吗 哪有什么天灾地变呢 哪有什么地狱呢 有什么世界末日呢 没有啊 这都是人搞出来的吧 那人搞 搞得世界这样乌冤瘴气的 那么大家都乱 结果呢 你自己也跟着乱 那你想想 你有没有责任呢 今天 我们要说 你如果是一个觉悟的人 你必须要清楚 世界混乱 责任在我 不在于别人 是因为我没有做好 我没有修好 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做好 我没有修好 那所以世界混乱 家庭混乱 人世间混乱 天灾地变混乱 一切都是 都是个人引起的 所以要守住这个 这个心性 守住这个 自然之道 那才是天地的根 你要让天清地灵 整个世界和平 你要守住你的根 就是心性 性是每一个人都一样 但是我们的性呢 不被心所干扰 所以我们的心呢 流露出来的 都是那一份的 的真诚 那一份的平等 那一份的慈悲 那这样呢 就能够回归到 圆满的性 那就是天地根 所以天地的根 在人啊 你看天不远 地不语 天生地 地长 他是为了成就 众生 那众生里面 人就是主导 人就是主要的 角色 那么人要补天地的不足 补天地的不足 就是把天地的大德呢 把它实践出来 把它讲述出来 把它做出来 你看天地的大德 人哪有办法去承受得了 这种德呢 我们说天同富 地同在 天这样 富是覆盖的意思 天 有好像一个盖子 把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这个空间给盖住 那就是一个无形的保护上 让我们可以安居乐业 在这个大地上 那他事实的 给予这个春夏秋冬 给予这个 雷雨 各种的 这个气候的变化 地同宰 就是地就是承宰万物 地就是滋养万物 我们都站在同一个 这个土地上 所以呢 我们才能够成就 我们才能够这个成长 那天同富 地同宰 就是说 每一个众生 都是在这个天地之中 那么这样说来 事实上呢 哪有众生啊 就是我一个人而已 外面的人 这些人 他不是别人 他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 心性的变化 产生的别人 这些人 都是为了成就我 才来到人世间的 所以整个天地就是我 他们都是我的一体 这个一体 让自己 要有所觉悟 让自己能够放下 让自己 能够成就 这个就是呢 这个 恢复自然之道 所以自然之道 没有别的 就是 五轮之道 五常之道 就是三纲之道 就是儒家所告诉我们的 这些 作然的道理 儒家说 君子求己 小人求人 那么求己是什么 求己是求内在的心性 那心性 我们自然 既然知道 心性是 我们本质具足的 就是我们那份量子 良人 那么所有的一切 外在的事 物 人 的这些圆满 通通在我们自信里面圆满 那所以呢 君子呢 都是返求诸己 君子不会向外面去 去做功夫 那只有懂得返求诸己 你才能够成己成人 你才能够做一个成者 中央讲成 他讲自成 那所以呢 这个求人的 就是小人 所以他这里 把小人 小人不是说 很可恶的人 而是说呢 向外用功夫 心外求法的人 就叫小人 那么心外求法 你哪能够求得到呢 外面哪有道可以求呢 外面哪有法呢 你不懂得 恢复自然的本性 那么别人所能给予你的 都只是短暂的过程 民事能够给你道吗 民事只指引你道 民事没有给你道 那么道场 也不能够成就你 道场 是帮助人 成就自己 也就是说 我们要自动自发 才能够感应到 道场的那一份的教化 民事的指引 都是要靠自己 自动自发的去探求 那民事只引才有目的 才有意义 那所以在道场 我们讲 修道 我们讲半道 我们透过半道 来修持自己 那么透过度化众生的过程 来行六度波罗蜜 来成就自己的菩萨行 但是后学觉得啊 这个修法 是以前的人 大概是十年前 以前的人 他可以说 透过半道 来修行 那以前我还听过 半道成道这种说法 但是呢 现在 这个世界啊 日心月意 这再变 人心呢 不断的呢 求心求变 所以在这种变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人的心性 有没有办法 掌握住那个根本 那天命的住持 是不是一直 住留在这个世间 在护子这些修道人 这个我们现在呢 真的是很难讲 我们不敢期待 天命来成就我们 那么如果说 每一个人都有天命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要靠 别人的天命来成就我们 天命之位信 率性之位道啊 那么我们这个性就是天命 性是圆 是清静 是圆满 我们恢复本来自然之性 那这个性呢 就是圆满自然 这个就是我本来就有的天命 那么你了解了 你要行天命 你要把这个天命的道理 跟众生讲 你又不断的去呢 推动 去弘扬 那么这样的半道呢 才有意义 所以呢 半道不修道啊 终日欲介分 现在呢 不能够再讲半道成道了 现在半道没有成道了 因为大家都着重在 这个四项上的 这种美好 度人的多寡 道场的大小 都已经着重在这个了 那么想要借着半道来修道 充其量都是 都只是在累积个人的福报 当你在半道的过程 你没有了解到自己 心性的圆满 心性的这种真诚与亲近 那么你这个半道 都没有见性 没有见性 都是成就福报而已 也就是说不是功德 那是福报 福报不是功德 福报不能帮助我们 这个跳出六道轮位 福报只能让我们 投生到天道 比较好的环境 但是呢 福报太多啊 却不容易修道 顺考考人啊 那是比逆考还要严重 所以多少顺考 刷掉了 这些先生菩萨 那我们说本来是佛 为什么现在不是佛的呢 都是因为呢 太过安顺了 所以呢 把这个心性都泯灭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 半道不修道 那是不行 修道比半道还要重要 那以前呢 有这个天命的藏者 在庇佑着我们 那现在天命的藏者 都一一回去了 那一一回去了 当然 我们仍愿意相信 天命还是在世间 可是呢 这些长者不见了 我们依什么作为羞耻 依什么作为指导 已经没有 可以让我们依止了 只有心性可以让我们依止 心性的觉醒 心性的这个平等 清静 真诚 慈悲 这个才是呢 真正让我们可以依止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性呢 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染着 没有对待 没有这些起心动力 这个才是我们心性的状态 所以这个叫修道 调整我们的心 调整我们的身 心就是内在的边瓦 身就是外在的环境 所以你会注意到道之宗旨 他讲的 讲的这些经文 讲的这些道理 不外乎三个原则 重点都在讲人 人跟心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还有人跟自然的关系 你看哪一句话 有超出这三个范围的 没有啊 都在讲这个 我们今天这句话 恢复本性之自然 那么这个不是在讲 我跟心的关系吗 我只要恢复到心性的状态 我就是恢复自然之道 我就可以成道了 那么恢复自然之道 你再来办道 你再来讲述这些圣人的心法 那么这样呢 你才能够打动人心 你才能够感动别人 你才能够度化别人 你讲的话才是真正的有力量 那一份力量呢 来自于慈悲 来自于平等真从 这个真的是忍者无敌 忍者可以度化所有的众生 那我们不是忍者 那你还不能够说 你把道修好了 道没有修好 道没有修好 你怎么办道呢 即使在点道的会上 你在打毛巾 你在挂号写表文 你在讲三保 可是呢 你都没有用清净平等 用真诚慈悲的态度 来流露你的心性 来对待这些人事物的变化 那么你的心 你所做的这些行为 怎么可能会有功德呢 我们说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那这是六祖谈经里面所讲的话 见性是什么 见性就是 你是不是流露出清净平等 流露出那个真诚慈悲啊 那么我们现在讲 现在即使是要修清净平等 都很不容易 清净平等是功德 没有错 但是呢 现在的人心啊 要修到这样子 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透过 这个磕头 透过念经 透过祈祷 透过这种静坐 这个都只是 这个 我们说 不是就经之道 终胜之法 那真正的大圣之法呢 就是指出你的心性 你直接从心性上下功夫 那心性上怎么下功夫呢 就是儒家讲的 你在家 做儿子 你就好好地尽孝道 做父母 你就尽迟道 做兄弟 就做行 剃道 做夫妻 你有这个夫妇之道 做朋友 你有诚信之道 做君臣 你有这个 仁义之道 这个就是从心性上下功夫 你要反省 你自己做到了没有 在每一个环节 你是不是做到百分之百 心性是圆满的 所以做出来的 一定都是百分之百 你说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够做到百分之八十 那不行 你还有一品身相 无名没破 你就不能够 回归本来的面目 你就不能够 恢复本性之自然 自然的状态 你还没有完全达到 只有百分之百 所以圣人是百分之百 佛是百分之百 这些 这个 大罗金仙 他们那个是百分之百 那么我们现在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呢 要修道 要修道 以这个觉悟为师 以这个亲近为师 平等为师 从这个觉悟之中 来了解到我们的起心动念 都是 要圆满我们的自信 所以我们在于各种的起心动念上 都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那是真正的战战兢兢 临渊吕博 这样子在走这个修道这条路 他这里讲半道不修道 中日欲戒份 中日就是每天呢 在这个欲戒 在这个欲望的这个范围里面 他在那里生气 在那里起心动念 在那里贪嗔痴慢 欲戒就是我们的红尘世界 红尘世界就是因为 人有各种的起心动念 才会产生各种的欲望 那这种欲望呢 让自己呢 堕落这个无敌的深渊呢 让自己不知道怎么样 回归到这种本性的自然 回归到亲近的状态 那所以中日欲戒份 我们今天 一碰到各种天灾地变 我们看到人民 就是谩骂 就是呢 这个要求 就是指责 别人怎么样 政府怎么样 国家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哪一个人真正的想到 这些天灾地变 是我造成的 我自己要 这个反攻自行 我今天做不好 所以我今天受到 这种天灾地变的惩罚 天灾地变 不但惩罚我 还惩罚了 跟我住在一起的这些众生 我这个罪人 唯一要当罪的人 就是我 那么我们今天修到人 看到这些天灾地变 看到这些受苦难的众生 我们也没有办法 去晚化这种结束 那么可见呢 我们修到人 也修到不得力 修到没有功夫啊 我们说要发光发亮啊 你发亮的程度 只是照应到你这一家 那不行啊 你要照避到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那么你修到才算得力啊 那你修到自己 自己成就 那有什么意义呢 是众生都跟我们 是一体了 那么你独自回天 那众生在这里 六道沦违 你回去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为什么 白水老人 他的愿是 无始无终的愿 这个无始无终的愿 那就是体悟到这个道理 众生跟我是一体的 众生不回天 我也不回天 那么我现在呢 可以超越六道 我当然要帮助众生 来超越六道 那所以 要修到 要办到 我们现在讲的办到 是要从 你修到的功夫上 来办 修到没有功夫啊 你没有办法办到 那么我的妄想这么多 我的分别这么严重 我的执着 这么样的固执 我怎么样改变自己呢 说到这个修到啊 虽然说 我们在人情世故上修 但是境界现前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呢 会被这些境界 所转 我们的心 没有到达那个功夫 所以呢 心被境界转 这个是呢 众生常有的现象 我们的这个修学之人啊 常常也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 让自己 从这个界的功夫 来下手 我们这个道场 每天都要行 佛规礼节 像跟先佛上香 磕头 那其实呢 这就是一种 界的功夫 透过这个 这个磕头 现香的仪式啊 让自己回归心性 让自己呢 得到一份的这个 亲近安宁 在那刹那之间 见到自己的本性啊 那这样呢 就有达到作用 当然你可以自己 给自己下更多的功夫 你虽然没有办法 在随 这个境界 现前的时候 就流露出心性了 但是呢 你给自己戒律 给自己下功夫 虽然那不是 究竟之法 但是呢 透过这种戒律 你就能够 在里面入定 你就会生智慧 那我记得以前 我们在伙食团的时候 那么 这个伙食团 是学生的修道团体 那学生总是很天真 那学生总是有各种招数 那学生只能够说呢 这个 一样化葫芦 那不算 不算在修道 就是一股冲劲 但是那个时候呢 扎下的这个基础 可以为后来的 这个修行 奠定这种 很深的 这种道理 那我以前呢 是用这种拖地 扫地 每天去佛堂 托地扫地 用这个功夫 来让自己 得定 用这个戒律 来让自己 进入一种 这种修心的状态 所以当这样 在扫地 在托地的时候 看到那个 这个地面 因为你的 这个扫 你的托 所以变得干净了 你这个庄严佛堂 让佛堂变得清净 让众生来到佛堂生心 心生喜悦 那这个就是一种 很好的一种功行 那我就每天这样做 有时候呢 这个 太累了不想去做 那一天就睡不着觉 你一定要去佛堂 把这个地扫干净 你才可以算是今天做了功夫 所以这样每天要求自己 刚开始并没有那么勤奋 那因为做久了 大家就会来要求你 都会来问你 你今天有没有去扫佛堂 你昨天怎么没有来扫佛堂 都会来这样来问 要问久了变成自己也不好意思 不得不去扫佛堂 那就是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 所以就要求自己 一定要天天去扫佛堂 结果这个功夫啊 一坚持下去 坚持了十一年 每天去做 这个十一年 我们说十年建功夫啊 这十一年总会有一点功夫吧 是的 我觉得我在 那个修辞里面啊 得到了很好的定功 我的一些心神啊 也在那里发挥了一些作用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修行啊 进入一点 一点到底啊 得到一点智慧啊 我想呢 可能是因为 那个功夫啊 坚持了 坚持了这个十一年的功夫 的时间啊 才让我自己 有这样的体会 那所以 在学生的时候啊 学生 看了那个 释迦牟尼佛的地址传 那每一位地址 十大地址之中啊 都不 都有什么 什么第一吗 摄利佛 智慧第一啊 目见脸神通第一啊 大家设苦行第一啊 等等这些第一啊 那我当时呢 是非常向往大家设 这种苦行第一了 那所以 学生们啊 就会这样 互相的这种 期许啊 就把你封个什么第一的 就这样叫 比如说你很会讲道 就叫你 讲道第一 很会度人 度人第一 很会煮菜的 很会煮饭的 煮菜第一 很会礼节的 礼节第一 学生就这样叫 叫了家去的 大家也觉得很有趣 大家被叫低了 在那个方面呢 他也会特别用心 那我就想说 我什么也不会啊 什么也不行啊 讲道度人都不行 那他们呢 同学之间会怎么叫我呢 我能够大家早安 今天 讲道 道之宗旨 第十六句经文 启发良知 良能 之至善 那我们说启发 启就是开启 发呢 就是follow 那么开启跟follow 良知良能 那可见呢 人的良知良能 并没有随时开启 并没有follow 那他需要有人 有师父 来指导 把人的这个良知良能 让他开启 让他发露起来 那我们上次讲到 恢复本性之自然 本性的自然 那就是自善之道 我们说止于自善 那止于自善呢 就是知命立命 知数超数 我们有立下 这种红式的大愿 立下呢 这个超越的绝志 我们想要呢 回归本来的面目 我们要达到自善 那么人的自善呢 是没有善恶的 是全然存善的 全然存善 所以呢 就没有善恶可分别 那也没有所谓的谜 或者是戊 也没有所谓的战 或者是敬 所以自善呢 是存然 存然 圆满的这种心善 那我们要讲 那良知良能呢 那良知良能 在孟子的解释 他是这么讲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利而知者 良知也 他说人啊 不必学 就能够做的 那么就是良能 那么他不用经过思考 就可以知道的 这个呢 就是良知 那这两句话呢 把它简单的解释起来 我们说的良知良能 良知其实就是 我们说的道 良能就是德 道跟德 把它合起来 那就是良知良能 那道跟德要付诸实践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这个良知就是道 良能就是德 把这个德呢 显现出来 把它开启出来 发露出来 实践出来 那么人家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德 就可以呢 知道 你的这个良能 所以这是良知良能 那所以呢 人欲理智根于心啊 人欲理智信 这五常之德 都是根于我们的这个信德 都是根于我们的这个信德 所以这个呢 是不学 不律 就能够有的 所以不律而知啊 是良知 那么我们本来就知道 这个不用了去思考 不假思索 不需要学习 这个是良知 所以人意理智信 他所统贯的这些德目 他所包括了 这个各项的这种 道德行为啊 这个都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呢 去学习 人的信德 自然就可以流露出来 那么了解这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个信德 落实在生活之中 落实在 事故人情里面 待人处事里面 那么呢 这个也不需要 透过学习 你就能够知道了 你就能够做了 所以我们如果说 用简单的 这个比喻来讲 我们今天讲 孝道 那孝道呢 是不需要学习的 所以孝道 是一个人 从小在家里面 看到父母亲 他对 长辈 所做的一切 然后呢 耳辱木染 来教化了 这些子弟 子弟呢 在这个 敬教 的过程当中啊 那他就知道 他就自然也会流露 那个孝道的信德 所以呢 他在家庭之中 对父母 就会讲孝道 做孝道 对长辈呢 也会恭敬 对同辈呢 也会懂得谦虚 那到了 这个社会 孝的德性 衍生出来 那他都会忠于 领导人 这个忠于 他的公司 他的团队 那他会对朋友 讲信用 讲诚实 讲谦虚 那这些德性呢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那就是信德 那就是良知啊 所以这个良知呢 在不用这个思考 不用学习的状态之下 他可以自然而然 所以这个叫做本质具足 本质圆满 本无动摇 那本质具足的信德 透过我们后天的环境 把它表现出来 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 现代的这个人心 就差在 这个表现出来 这个动作 那么每一个 那为什么 不能够表现出来呢 这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没有人把它启发 因为它本质具有的 那一份良知啊 被环境 被整个世间的污染 给掩盖住了 那没有人启发的自信啊 那它的这个行为 那就跟这个动物没有两样 我们人称为万物之灵 灵是灵在 人的那份智慧 人的那份道德 那人如果说 没有智慧道德 那么行为不就像 动物一样吗 所以为什么当时 孟子 他批评杨朱莫迪 这种无富无君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 是将人民 推到这种动物的国度里面 那所以 他要极力 提倡这种良知良能 所以良知良能的提出呢 在孟子这个时代 就已经有这个口号了 那么良能 我们要知道 一定是 透过良知 所发露出来的 透过良知 所发露出来的 那个就是 这个道德的原貌 那么如果说 没有透过 良知所发露出来 这些行为 那他不能够叫做良能 那可能是人的习性 人的秉性 所做出来的这些动作 那么在自善里面 在我们的性德里面 没有这些动作 没有这些负面的行为 也没有这些污染的这种文字 自信是充满祥和 充满自善 充满了一切和平 所以照理讲 人所生存的这个环境 应该也是这样 一片祥和的 充满了人世间的爱 充满大家的这个 这个情意 但是呢 现在不是这样子 那可见呢 我们的良知 已经被掩盖住 很久很久了 以至于良人 无法 流程 那良人没有办法流程 整个世间呢 就按照习性来做事 所以为什么说 性相近 习相远 那么习性 会导致 人 越来越 坚固执措 把这个 良知良人的 这个信德 把它完全的 丢出脑后 真主人不当家了 所以呢 这些五一六成当家 五一六成 就成了我们现代人 所说的习性 那每个人习性 浅身不一样 所以他所做出来的言行 就有或大或小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呢 对于性德而言 都不是正面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世间 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人心问乱 世界 问乱 我们整个人心啊 惶惶不安啊 那最近 听说 台湾地区 又有两个台风 要来清洗 那经过了八八 水灾之后的 这个台湾民心啊 已经是成了 惊弓之鸟 不管是受灾户 或者是说 政府 或者是说人民 对于这个台风啊 已经呢 真的像浸若寒蝉一样 不希望呢 有这个水灾 再次产生 但是又来了两个台风 后续的发展怎么样 我们呢 也 也很惊慌啊 要祈求 这些天灾 不要降临 不要呢 这个 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财产 那么人 必须修德来应天 修德应天 那么在整个 人心的这种启发 良知良人的启发 那就是天心的感应啊 这种天心的感应啊 那么老天 他就不会降灾 降难给我们 所以降灾降难 不是老天给我们 我们要知道 这一切呢 都是自己形成的 那自己的内心 那一份的这种染灶 那一份的不散 那一份的邪恶 所以引来这些 天灾地变 所以你看古时候 这个皇帝 如果说做得不好 做有什么事情呢 做得违背人心呢 那么他如果还想 整治 治理这个国家 那老天会给他机会 那他们这个 祖德啊 如果还在的话 老天会警告他 叫他呢 修身利得 保持呢 这个 祖业啊 就是国家的 这种 命脉啊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周朝 周幽王 这个时代 周幽王 是个暴君 那么周幽王 统治整个天下 统治的呢 这个 民不聊生啊 所以 上天给他警告 在这个 周朝的发源地 有个叫祁山 这个地方 发生了山崩 那这个 他们的发源地 这座山呢 竟然发生山崩啊 那对于周朝的人 这个是 相当的恐慌的 主地不保了 主地发生危难了 那么可见呢 他的子孙呢 必然是 做了违背上天 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 违背上天的旨意啊 所以当时 人家要赶快 告诉周幽王 希望啊 他能够赶快忏悔 齋戒沐浴 来祭祀上天啊 来求上天的降罪 给自己 降罪 给这些文武百官啊 那也要皇帝 带头做起啊 希望啊 老天不要降 更大的灾难 在人民的身上 那这个是 古时候 有德的这个君王 他会这么做 那么我们知道周幽王 他既然是个暴君 他对于这些话呢 怎么会听得进去呢 所以后来周朝呢 经过他之后呢 已经是元气大伤了 那可以知道啊 每次的灾结 都是一种上天的警告 那么在唐朝 就在唐太宗的时代 那可以说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啊 而且呢 刚开国不久 那么唐太宗的末年啊 这个宠信武则天啊 那当时呢 这个现象呢 老天也跟他警告 一条青蛇 飞到了这个宫廷了 盘绕在那个梁上 三天三夜都不去啊 那么这个天文官啊 就赶快去占卜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呢 就就就就说明了 会有这个女伯 为女人作乱 皇帝呢 要赶快栽戒沐浴 哦 让其这个天福啊 希望呢 能够得到上天的亮解 那当然 当时的唐太宗 有听进去 唐太宗呢 还算是一个贤君啊 在我们历史上呢 也是相当出名的一个皇帝 那当时他就把这个武则天 把他发配到 这个庙里面当尼姑 不要让他留在宫廷 但是武则天的力量 毕竟已经隐藏着形成了 在这个唐室的这个子弟当中啊 那他也应用了他的这个手腕 应用他的人脉 那后来呢 在唐高中之后呢 他还是呢 占据了唐朝的这种基业 那所以在历史学家里面 把武则天称帝的这个 这一段历史啊 他还是把它归到唐朝里面去 虽然武则天改国号为周 但是呢 历史学家并没有承认这个周 这个 这个朝代 所以唐朝历史 武则天也算是一个皇帝 那这也可能是皇帝 也可能是整个唐朝 他的一个 那个国运啊 那所以可见呢 我们人 在每一个 这个生活的时空之中啊 那一份道德的呈现啊 那才是可以 长治久安的依据啊 你看一个国家是这样子 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子 一个人也是这样子 当人有什么错误啊 那么老天会用各种方法来警示你 那当你呢 这个 做得不如法的时候 那么老天呢 还会用各种的人情事故 来点醒你 如果呢 你不是毁 毁到败德的人啊 那么老天呢 都会让你有这个 反省的机会 改过的机会 那我要说一个 我个人的故事 那我这个故事呢 当然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们家啊 在 在我大概三十岁的那一年 哦 我们家的这个家族 决定呢 把主产卖掉 那因为主产呢 就是一个 一大变田地啊 已经变更为 这种建筑用地 那后代的子孙呢 也都没有人在种田了 所以趁那个变更为建筑用地的时候 把他脱手啊 那正是最好的时机啊 所以就把主产卖掉了 那每一户呢 人家呢 都有分到一笔 一笔主产 那分到我们这一家 我爸爸是最大的 那每一 我爸爸他有七个兄弟 所以每一户呢 大概都有 大概一千万 的主产 那分到我们这一家之后呢 我们家 他又有三个小孩子 有四个小孩子 一个是女的 女的不分家产 所以呢 这一千万呢 就由我们三个小 三个这个兄弟啊 把他平分掉 那当时呢 我母亲啊 他也不懂 那他呢 是一个不四字的 农人啊 家乡的妇女 他也不懂事 也不晓得怎么样处理 那所以他就赶快呢 把这笔财产 分给 我们三个兄弟 那三个兄弟 我大哥 他不要 财产 他要房子 所以呢 我母亲 就把 这种祖先 分配给他的这个 祖 祖弟跟 这个房子啊 过继到他的名项 那我个人呢 分到三百万 我弟弟也分到三百万 那剩余的钱呢 就留给我妈妈 那这个女儿 已经嫁出去了 但是女儿 我听说好像 也是有分到五十万 那后来呢 分到钱 这些兄弟姐妹下场都很凄惨 所以我真正的体验到 这个祖产是毒 这句话 为什么祖产是毒呢 因为 人看到眼前的利益 没有一个不贪的 你看贪这个字 它本身的写法 金贝 金贝 金就是献钱 贝就是钱 献钱的利益 所以就成了贪 献钱的利益 你哪有人不贪的 那我当时 当兵回来 突然有这笔钱 那我也没有智慧 当时呢 还没有受过社会的洗礼 所以呢 也尽量的挥霍 也被朋友拖去 要投资什么 投资那个投资那个 当然不久之间呢 这笔钱就挥霍殆尽了 那我又不敢跟家人讲 那道场呢 虽然当时在道场 我有意愿 跟这个道场一起买佛堂 那那时候点软是没有答应 他说呢 那个是我的祖产 我们不敢动 所以呢 就放任我 自己去处理 那我当时 没有人生的经验 刚退完午的一个小伙子 拿了这笔钱 可以干什么 当然就是尽量挥霍 虽然一度有去买房子 可是呢 没有余力缴款 所以后来呢 这笔钱呢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投资被骗了 然后呢 这个 为了准备考试 准备了好几年 也都没有得志 所以呢 这笔钱就这样消耗光了 那那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 只是造成我的堕落 造成 我的一个内心的创伤 因为投资是被朋友骗的 那个 投资没有成功 后来也不了了之 也被朋友借了一笔钱 在归缓上也发生问题 跟朋友就失败了 那么整个运势 就整个人生的前途 就这样荡落下来 寓意不得志 考试考不上 要去找工作 你年纪已经太大了 挥霍到35岁以后 你要再找工作 那更是难上加难 那所以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赌啊 影响很深 影响很深啊 让我对于这个 这件事情啊 实在是耿耿于怀 那后来呢 还好就是 我后来结婚 来到云林结婚之后 娶妻生子 能够呢 跟太太一起努力啊 买到一个房子 总算可以安身立命了 那么算是 对于祖先啊 做个勉强的交代 现在回想起来 那也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年少轻狂 不懂的事情 那么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 良朋义友 尽是一些胡群狗党 来诱惑你 那这个道场的 这些前辈啊 也这样放任不管 所以呢 造成今天 也没有一个基础 尤其在经济的生活上 一直都是呢 处于非常穷困的状态 现在即使创办了春秋学会 创办这个春秋学会啊 可以说惨淡经营 有多少钱 做多少事情 那可以说呢 都是举债度日 那我们的书都是 欠钱来印的 真正的要累积到 有一个运输的量啊 那是相当困难 那所以我知道 我个人的福报很差 那不但福报差呢 我自己呢 这个 身体也不好 这一段期间啊 尤其是最近 五年之内啊 身体受着各种 病痛的折磨 不是那里痛 就是那里酸 不是那里怎样 就是这里怎样 每天晚上啊 都是这样子 在痛苦之中 赶快了 能够一睡了之啊 只要能够睡得到觉啊 那隔天起来就会好一点 那到了隔天的晚上啊 又开始发作 那持续每天都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讲课 我自己讲给自己听 我当然也要有点觉悟了 那这个觉悟呢 就是说 我自己 所创 所累积下来 这些因果 到现在呢 他们也一定要来讨报 用尽各种方法 要来 要来跟你要 那么你必须还他们 你如果不还他们呢 那么你只有 增加自己的痛苦 增加自己的那一份难受 所以 这个身体啊 我就放任他了 那放任他 也不是说不去治疗哦 而是因为治疗啊 去检查都没有病 那检查没有病 就不晓得怎么治疗 所以西医呢 也不晓得要开什么药 只能够开 消炎止痛药 那消炎止痛药 你吃的这个药有什么用呢 你没有用 干脆就不要吃了 买了很多健康食品 到现在呢 没有一项有效的 甚至不惜呢 花大钱买那个电视 在广告的这些产品 没有一项见效的 所以我就知道说 不要呢 不要呢 去想说 要去吃什么 能够治疗你的病 因为呢 这个是 冤亲在主 所扔下来的病 这是你欠缘人家的病 各位还记得我们讲过病 在戒甲修真里面呢 我们讲过 有生理的病 有心理的病 有性理的病 那么这三样病呢 它是在各种状况之中发生的 那么我们说 因果的病 也是在这里面 因为呢 因果 它一定是趁着你最弱的时候 来跟你现前讨报 那么最弱的时候 是在心里 还是在心里 还是在生理呢 那其实都有 所以说我们说 冤亲在主的病 我们并没有另外讲 冤亲在主引发了病 那是因为冤亲在主 就是看到你身体最弱 你的这个运势最弱的时候 来跟你讨报 它让你的人 没有办法彰显 让你的性 没有办法彰显 那你就会跟人家起冲突 你就会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呢 产生障碍 产生烦恼 那你就会得病 那么面对冤亲在主 所障碍 得来的病 应该怎么样解决呢 那只有 这个忏悔 只有沟通 你认错 你不断的要去认错 知道自己呢 累劫累世 所留下来的 这些因果 实在是太深重了 我们不晓得 哪一世 曾经杀过人 害过人 偷过人 骂过人 那么这些因果 累积到这一世 好 你现在想要 想要修道了 你现在想要学好了 那正是机会 正是冤亲在主 来跟你讨报的时候 他不正现在讨 他什么时候讨 当你在为非作歹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讨 因为你根本没有功德 你根本没有功德 他怎么讨 那你有办法 为非作歹 还没有受到世间人的惩罚 那表示你的福气 正胜 你的福报还没有消完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讨报 你福气消完了 你想要学好了 那这个时候 冤亲在主就来了 那他们来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管你现在怎么样 你现在呢 可以让我逮到机会了 你就要想办法还我 所以像是 我们讲过 那个清明节扫墓的故事 那就是这样子 你让我逮到机会了 你就要想办法还我 就是你欠我 所以没有错 这个就是我欠他的 我必须去还 那我要还 我也要有能力还 那没有能力还 没关系 他就 他就待在那里 他就让你痛苦 让你的前途不顺 让你的身体呢 这个感觉到不如意 那里酸那里痛 那里堵那里脏 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有时候痛苦到呢 觉得说呢 如果能够早一天往生 也不晓得该多好 像我妹妹这样子 睡一睡 走了 年纪轻轻就这样走了 我当时呢 跟我太太讲 我也是希望这样子 睡一睡这样走了 其实这也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避免这种脱模 避免这种苦难 但是现在想起来 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因为我的业还没有了 我的愿还没有了 这些愿还没有了之前 你就走了 那么你还要承受一次的业 还要承受 还要再去了一次的愿 你还得再轮回 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 我不想再轮回了 竟搞这些六道轮回的事情 那我是愚痴 我在这里讲经说法 我注述力说来劝导世人 结果呢 我自己没有办法改 那我 我到底在修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修嘛 所以人家会不信你的 你讲的话没有力量 因为不是你轻正的 你只是表面功夫 你讲的这些都是寄问之学 寄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那所以我讲 透过这种 DVD来讲课 那这个呢 也是因应到场的整个环境 因为像有这样的人 在道场 也没有民生 也没有了这种 道场的地位 那好像过街的老鼠 走到哪里 人家排挤到哪里 走到哪里 人家障碍你到哪里 你根本没有机会 来表达你自己 你的这个修行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所以啊 后来 我知道说 这一切都是我欠下来的 所以我必须呢 努力去还 只有努力去还 那呢 才能够把这个业 了 了干净啊 那怎么努力去还呢 那就是启发良知 良忍之自善 我要把我的道德 启发起来 那一份自善的本性啊 要把它恢复起来 既然 我已经 得了道 那么我就应该行道 我应该把道呢 把它落实在生活上 那落实的方法 就是在每一个环节上 每一个这个伦理分上啊 你要下好功夫 秉着一颗 这种谦卑的心啊 来 来学习 那所以 所以说 我们上次 讲到在 火师团 因为在火师团 有一段扎根的功夫啊 让自己现在呢 相当的受用 在这个佛堂扫地托地 持续了十一年的功夫 让我现在呢 感觉到的 这个修道啊 就必须这样子 一门深入啊 常识熏修 那你才会有成就 那十一年 那十一年也算是一段功夫了啊 所以我现在有那种 那种 可以得定的功夫 来学习来学习这些圣人的经教 所以这个因缘 也可能是 在那时候 所种下来的 那今天透过这个 光碟 来在这里跟大家讲课 那可能也都是呢 有其因 然后有其果 我现在呢 只希望呢 能够尽量回馈 在忏悔之中 在实践之中 来将自己的业 赶快还清 我欠人家了 我希望能够赶快还清 那你没有机会 要自己找机会 那么我只会 注书立说 我只会讲经说法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会 你叫我去煮饭 叫我去指挥交通 叫我去这个文书挂号 这个我都不会 我只会讲经说法 只会呢 这个写文章 写书 那这个就是 我在道场的专者 我就必须 在这个方面好好做 那我本来是台北道场 学界 在台北道场呢 就是因为 一大堆 一大堆障碍啊 当然呢 跟刚才讲的 那个主产的毒啊 遗害啊 以至于呢 后来没有办法 待在台北道场 那后来来到云林 到了云林之后呢 也是一大堆 障碍在前面 受到了排挤呢 那个力道更大 所以我没有办法 在其他道场发挥 我只有呢 自己 在自己的道场发挥 自己的道场在哪里啊 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了 在这个光碟里面 在这个书本里面 这个就是我能够发挥的 那我希望呢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这个这样 逐一逐字的这样来看 看这个文字 所以看到我的书啊 这么厚 他们就发臭了 我常常建议我说啊 你这个书不要写得这么厚嘛 为什么你的书都这么厚呢 那你看一本注解 道之宗旨 道之宗旨才23句 你看我就写了这么厚的书 这一本这么厚的书 就注解了这么多 那桃园明圣经 百孝经 也是厚厚一大本 一些老的道亲啊 收到这种书啊 摇头感叹啊 他们感叹不是因为赞叹 而是因为这么多啊 不晓得从何去看齐 那有一些有心的人啊 他会觉得很受用 所以我们的书呢 是对于某一部分的人 会得到受用 但是后学这个注书啊 那后学的这个原理原则 就是 古人所讲的 长经要短注 短经呢 要长注 短的经呢 你要写得清楚 写得明白 你要讲得更详细 那如果短经呢 如果长经呢 长经你就要简单的 恶要的把它指出来 那所以呢 在于 发挥 这个先佛 这些圣贤的经教啊 总是以 现代的 口语 现代的这种观念 来解说 希望呢 能够把每一句话 能够解释更清楚 让听到的人 看到的人 从这句话呢 能够呢 跟他的生活 跟他的这个行业 跟他的这种 起心动念啊 相结合 然后呢 再 让这句经文 在你的这个二六时中 产生的各种作用 那这个是后学当时 那个注解经典 讲述经典的一个用意啊 那所以希望透过 这样的一个 讲述啊 能够把 自己的那一份指舍 把它完成 那我们知道 这个讯文啊 经典 那是讲不完 那所以我们要 则要讲 我们道场 有在流通的 有在这个 讲说的 这些经典 我们必须呢 先把它流通起来 那这个注解经典的人 很多啊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呢 把更真实的智慧 大家呢 互封啊 你是讲道第一 你是这个 度人第一 主菜第一 各种第一啊 后来我 我被人家封了 我被人家封了 是什么呢 成者第一 诚信的诚啊 当我听到 同学们 封我这样的一个封号 我那种感觉 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 真的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 人家对我的这个指教啊 对我的这个称诉啊 或者是说评语啊 从来没有这句话 让我那么高兴过 而且呢 我觉得很切重符合 我个人的性啊 我要做一个成者 那么我对于成性 这两个字啊 是非常的坚持 如果各位听到 我今天所讲的话 你知道我这个人 在某一方面 没有诚信 那么你大可以拿着这句 这个这件事情啊 来指责我 来要求我 一定要做到诚信 所以我立下的绝志 在所有的 这个德目之中啊 五常之德之中啊 我就是要把信 这个道呢 守好 把它做好 把这个诚 达到一个成者 那么成者呢 在中庸里面呢 可以说是最高的典范啊 那做到一个成者 那一定是呢 他本身 在于良知良忍的 这种实践上啊 做到了相当的圆满 在于子余至善的功夫上啊 更是 花费的这种 这个圆满无碍的境界 那所以这些经历啊 让后学知道说 其实呢 那都是一种磨练的过程 那这种过程呢 可以激发我们的智慧 激发我们的这种经验 让这些智慧跟经验啊 萃发出修道的这个资量 这个资量呢 就是我们能够启发良知良忍多少 启发越多 那么你就更接近圆满 完全的启发 那就是圣人的境界 你只有达到八十分九十分 那个是贤人的境界 那么你达到这个六十分呢 那是君子的境界 那我们到场 我们的老前人 前人 那我们的这个仙佛啊 告诉我们 我们至少呢 要修道君子的境界 一个君子 他可以补天地的不足 他是代表天地 来教化众生 来流露这些天理良知啊 来启发良知良能的 世间的君子多了 那么每一个人就是手礼 就是和睦 就是讲信用 就是呢 仁义道德 所以世界呢 就祥和了 世界就和平了 所以这和平要从哪里做起呢 从每一个家做起 所以对于夫妻 夫妻是家庭两个很重要的角色 君子知道赵端夫妇啊 所以一个君子 一定是要把这个仁伦圆满起来 那所以圣人都教我们 从家到做起 所以这个古来的圣贤啊 他们视线的样子啊 都是有家庭的 那我们道场 有一度时期啊 也有强调清修 道清呢 一辈子 以这个 立志红道 推展道物 为主要 但是呢 那只是一段时间而已 后来呢 也没有特别的注重大家 强调大家 老前人在世的时候 他都希望人家呢 在这个家道上 去圆满他 一个人要圆满家道 那就是要从夫妇做起 日月合了才能够明啊 所以师尊师母 普将这个大道在人间 这个将男女其度啊 他的用意呢 也是希望家庭圆满 所以呢 世间一定是 要以家为单位 一个人是搞不起来的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 有作用的 必须要一个家 一个家 这样的来成全 所以一个家 只有一个人修道 那这个人 不能算是齐家 不能够算是呢 这个和睦的家庭 一定要呢 整个家庭里面 所有的人 都来求道 都来修道了 那么你这样才有办法 叫做启发良知良能 你这样才有办法 叫做呢 止于至善 那所以很多这个道场 所谓清修的人 那他们当然有他们的使命 那是大部分的人 还是都走向道将火宅 的方式来修行 那这个是比较符合整个时代的趋势 时代的潮流啊 就是要夫妇同修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太微薄了 一个人呢 一个人呢 面对这个六万年来的这种因果千产 这种因果报应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面对 你必须用一个家的力量来支撑你 我们说依重靠重 现在的重呢 是在家 道治在家 所以呢 家有道了 那么 家人就 能够有德性的流动 这个夫妻和谐了 父子 讲词 讲孝 那么兄弟呢 讲友爱 讲剃道 那这样呢 所有的家都和谐了 这个社会 就和谐了 这个世界就和平了 所以你看联合国 他讲了世界和平 提倡世界和平 已经三十多年了 甚至呢 他还在 很多的大专业校 世界的各国知名的 这个学府 开创这个世界和平的科系 希望呢 这些学子 这些学者专家 能够研究出一套 真正的 推动世界和平的 原理原则 但是我们看看 已经三十多年了 每年开会 每年呢 做这些 世界和平的活动 结果到现在呢 还没有看到 世界和平的曙光 反而呢 世界呢 好像越来越乱 人心越来越不平了 那么这些学者专家 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好像说呢 这个 谈的跟做的 跟实际的 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学者专家 我们只能够说 他们学佛学 学道学 学辱学 学这些五教之学 他们是一个学者专家 他们没有办法 把这种生命的学问 落实在生活之中 那这样呢 只是唱高调而已 只是呢 书本的文章啊 没有办法就是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 学啊 把它转过来 道学 把它变成学道 乳学 把它变成学乳 佛学 把它变成学佛 那才是真正的 有智慧 有道德 所以我们讲 启发良知 良能之至善 无一不是从圣贤 的教化里面 去得到这个智慧 你把佛的 这种道理啊 把它实践出来 把儒家的道理 把道家的道理 把武教的 这些道理 经教 把它实践出来 这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很多 现在的很多 这个 修道的前辈啊 都希望透过 学者专家 的肯定 肯定我们这个道 肯定我们这个 修道的团体 把这个道提高到 学术的领域 借着学术的领域 来弘扬这个道 后学听到了这样的一个 做法 也是觉得 不置可否 这个道啊 是要透过人的修 你才会在圆满 那么学道呢 是比修道呢 还要更低级 学道只是初步啊 现在呢 你要把修道人 修道的这个 的这个境界啊 降到学者专家的境界 这明明是下降嘛 怎么会说是提升到 这个学者专家的境界 提升到学术的领域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后学很不以为然 一个修道人 他的修道的 这样的一个体悟跟认知啊 必须由一个学者专家 来认可 这不是颠倒了吗 本末导致啊 那所以现在的学院 不管是宗教开的学院也好 基督教开的学院 都是走西洋的教法 一个小时 一堂课 每堂课都不一样 然后看你要学什么 你自己在那一堂课呢 好好自己去专研 这样教出来的学者啊 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的 那我们成功的定义呢 不是看到他的论文 不是看到他的毕业证书啊 而是看到他到底有没有成胜成险啊 或者是说你起码要成为一个君子啊 我们看的是这个 世间多一个君子啊 世间就多一份的光明 我们不希望看到世间太多的学者专家 每一个人都是专家 每一个人都是博士 那博士跟博士不合 博士跟博士对立啊 专家跟专家呢 都各有意见 这个事件呢 又变成一个争吵的事件 道场变成一个争吵的道场 那怎么会对呢 这是舍本除默的做法 那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像古时候一样 诗俗的教育 一个老师带一些学子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只有透过这样的 你才能够教好一个人 教好他成为君子 教好他成为这个圣贤 成为仙佛菩萨 这个老师呢 一定是道高得重 他所教的学问呢 一定是呢 这个经 经事 记问 经 经济之学 就是治理国家 治理人民 能够呢 调整心性 这样的一个学问 这样才是叫做 启发良知良人之至善 那我们现在道场 已经没有这个制度了 现在道场 也要办学院 也希望呢 把道呢 提升到 学术的领域 那么透过 这些学者专家的研究啊 把道 把它 搞到 这个象牙塔里面 越专 越经验 越精细 这个就是 他们会 挥扬道的方法 完全是错误 后学是认为 这个是极其不可畏 但是整个 整个 力量的在流行 你没有办法挡 老前人当时 非常反对 我们的道去立案 道一立案了 道一鸣了就没有了 就没有道了 极其反对啊 可是极其反对又有什么用呢 整个那种 下面的声音啊 都希望去立案 都希望呢 有一个明目 所以老前人也只好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没有办法反对 这个是潮流趋势 那结果到立案了 到立案了之后呢 当然我们看到 另外一层 蓬勃的景象 但是这层蓬勃的景象啊 大家早安 今天继续讲 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 那台湾最近呢 本来说有两个台风 要来清洗 每一个人都是人心惶惶 戒甚恐惧 所以很多人都忙着千春 尤其是南部山区的民众 因为巴巴水灾 莫拉克台风呢 个创伤太严重了 所以大家呢 真的是 惶惶如惊弓之鸟 尤其是这些政府官员 那没想到 这一次的台风 对于中南部 并没有造成什么灾情 所以那些被千春的民众啊 当然 就偷偷的跑回去了 不愿意接受政府的指导 那可能是气象局 错估了刑事 所以居民呢 也不愿意配合 那因为 错估刑事的关系啊 结果这一次 比较 有灾难的 竟然是到了宜蘭市 宜蘭县 那宜蘭县很多乡镇啊 它的下雨量都破千了 也很多土石流 跟这个洪水 造成家园的损失啊 那所以说 这一次的巴马台风 那可 真的是跌破专家的眼镜 一下子往那边走 一下子往这边走 那照理讲 它应该是从台湾的南 走到北 没想到在南呢 南部这个地区啊 它就极起直向 一直往南走 又回奔到 菲律宾去了 那真的是 所谓风雨无情啊 那风雨啊 到底什么时候要来 什么时候会来 那要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人都没有办法掌握 那这个是天的意识 可是我们说天的意识 那天到底在哪里呢 天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也没有人可以掌握得清楚 甚至讲得明白 那么说清楚 说明白 其实呢 天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还记得 以前在国中的课本 常常听到了 天听自我明听 天是自我明视 那所以老天 他所听到的 他所看到的 就是众生的心 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先前讲过 天灾地变的产生啊 完全是人的心线事变 所造成的 那心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那他的这个是啊 所谓意念 就会变化什么样的境界 所以完全是心线事变 那整个 众生所营造出来的 这个环境啊 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心念 所造成的 那所以说 这个叫做共业啊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在讲 昨天还看到 这个 新闻 有人专门在论 世界灾难 可能快要到来了 据说呢 这个玛雅文化 在我们知道在 在南美洲 有一个玛雅文化 玛雅的文明 那他们的 科学技术啊 相当的高 在他们的天文学的记载里面啊 他们把 人类的年代 记录到 2012年 那以后就没有再记载了 所以是不是 在他们的文明 或者是说 在他们的 这种 预测 科学家的认知当中啊 人类的文明 到了 2012年 就会产生 一个很大的变动 那这个变动呢 可能导致人类 有灭绝的危机啊 然后呢 在 美国 美国的这个专家 他们做出一个 科学的 预测 这个预测呢 是 把这个年代啊 说成是 2025年 那 2012年到 2025年 之中 差13年 其实也很接近 那 如果说 2012年 产生 天在地变了 那 是不是到了 2025年 那 整个 世间 或者是说 整个人类 会收束带进呢 这个是科学的 一种数据 那他认为呢 现在 气候 越来越温暖 那么 南北极的冰融化 这个融化的水啊 沉入到河里 那么流到大海 这些 河水啊 是淡水 淡水流到海里面 海里就 那个 咸粪啊 就被冲淡了 那这个海水 它本身 有调节气候的作用 你看我们的 世界的地图 世界的地理 就会讲到 大西洋 有大西洋的暖流 有墨西哥的暖流 那么太平洋 有太平洋的寒流 都不断的在流动 那么 暖流 寒流 这样的一个流动啊 产生世界 的一个平衡 这种气候的平衡 你看海 占我们地球 70% 所以它的流动啊 它的变化 势必产生 我们整个地球 很 很大的一个巨变 但是呢 平常呢 大家这样 这个暖流啊 寒流这样 互相交汇啊 就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 所以呢 可以相安无事 那现在呢 这个淡水 大量的 流到的海里面 就造成海的 这种密度啊 就降低了 海水 比淡水 比较重 所以我们说密度 那比较重呢 它 它是 比较有力量 也就是说 它在 海流在动的时候啊 它那个力道 比较大 那现在呢 都是淡水 占了大部分 的一个比例 结果呢 淡水比较轻 所以 它的那个 轻的程度啊 所带动的 流动的状态啊 就比较没有力道 就比较不会流动 那比较不会流动呢 就产生一个现象了 那也就是说 有暖流的地方 那可能呢 它气候就比较温暖 有寒流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就特别的寒冷 那所以它预测啊 像伦敦 英国这样的国家 那它可能会变成沙漠化 会变成那个 冰原化 冰原化就是整个都是 结冰的一个国土 像现在的西伯利亚一样 结冰的状态 我们说北大荒啊 那韩国 这个美国 南部的很多州啊 都会沙漠化 寸草不生啊 因为寒流没有来啦 所以越来越热 所以冷的地方特别冷 热的地方特别热 就产生的这种激化的现象 那么 现在的这个东南亚 菲律宾印尼 马来西亚泰国 这些国家 很可能会面临 海水淹没的现象 那当然台湾 也逃不掉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 东南沿海 也会淹没 大部分的城市 所以真的到那个时候呢 可能世界呢 已经变得 紊乱不堪了 因为呢 我们土地不能利用了 那土地不能利用 就产生 粮食不足的问题 那人 需要粮食 动物也需要粮食 那时候呢 人已经不会管动物了 所以动物呢 可能一一会被灭绝 那人呢 只好跟有粮食的人 去抢 去攻 去打 直接呢 就把他抢过来 所以造成了 世界大乱 造成了整个 国与国之间啊 战乱不已 像这些强国 他们没有粮食了 他当然就要像 临近的国家 去伸手 那伸手 也没有钱啊 所以当然用抢的 因为他力量比较大 所以小国输了 小国输了 那没办法 小国的人民 就会不断的抗争 愤怒 怨恨 那这个 种族的对峙啊 就越来越严重 那到后来呢 连大国也没有粮食吃了 那就是 人吃人啊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发生人吃人的状态啊 那这个是 已经是兵荒马乱了 已经是饥不折死了 所以会发生人吃人 那现在呢 科学家的预言 到了2025年 整个世界 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样子 那科学家呢 是不是我也很聪听了 这个我们也 没有办法证实 总之 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依据 但是我们现在呢 最重要的 就是要来想 难道 都没有解决了办法吗 人真的要 一天等过一天 一年等过一年 在那边等死吗 那么我们做人 在这个世间上 他的意义 他的价值又在哪里 那所以说 如果说这些天灾地变 是人心所产生的 那么自然 也可以从人心 来把它改正它 我们 让这种危机啊 这种天灾地变的紊乱啊 它不要发生 或者是说延迟发生 那科学家呢 提出这些数据 当然他们也有在想办法 如何阻止 人类的毁灭 但是呢 科学家 他们并没有学到 并没有学佛 他不晓得这种道理 什么叫新线事变啊 什么叫天听自我明听 天事自我明示啊 他们完全不了解 那现在了解的人 是谁呢 了解的人 只有靠 这个修行人 我们讲修行人啊 我们不讲宗教人士 毕竟宗教人士啊 他的认知啊 还是有限 那如果没有说 真正把 这种圣行的教诲 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自己身心上 落实在整个天地万物上 那么他不能够叫做修行人 他只是批着宗教的样子 他没有办法来改变人心 甚至他也改变不了自己 所以宗教人士呢 现在其实也不可靠 那我们需要 需要的人 是修行人 所以因着今天的经文 启发良知良人之至善 我们需要真正的修行人 这个时代 不能够没有圣贤 不能够没有 这些佛菩萨 我们需要这些人 来呼吁 来利往狂澜 来阻止 这个世界灾难的产生 那真正修行人的力量 那是非常的大 如果我们想一想 武教的圣人 孔子 佛陀 耶稣基督 莫安莫德 老子等等 他们那个力量 真的是五远佛界 你看他们 离我们已经那么久了 最少又两千年了 但是呢 他们的影响力到现在 还在 他的这个信徒 能够遵守他的教法 继续的来掌握住 整个做人的本分 那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地区 如果有一个阿罗汉以上 这个地区呢 就没有天灾地变 什么极化的问题 沙漠化 冰原化 这些呢 当然就没有 如果有 一个君子 住持在这个市 这个地区啊 那这个地区呢 就会 进入 小康的 自私 从小康呢 进入到大同 的一个自私 如果人人都是君子 那么他影响的范围呢 就会扩及到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 所以孔老夫子讲大同 大同就是要帮助 每一个人 成就世界和平 成就呢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这样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说 摇天顺日 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是人类最需要的环境 最适合人类的环境 那尤其是现代的人 更是呢 引领期盼 的一种期待 但是说期待啊 其实 大部分的人 都还不知道 人 真的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真的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 人不知道 而且大部分的人 不知道 你看我们 这次台风 那台风呢 来了 叫他撤走 有的人不愿意走 那这个 财产 生命受损失了 就在那里 大骂大叫 要求人 给他公平的待遇 给他合理的补偿啊 但是呢 他还是要继续 在那里 那么你说 这种现象呢 让每一个人 看着都摇头 明知道那是危险的地方 可是呢 他还要住在那里 他还要继续 在那里开坑 用法律也没有 也没有效用 法律治得了一时 能够防治得了一时吗 没有办法 这些警察呢 能够劝你死 能够呢 永久的劝离他吗 也没有办法 那所以有的 学者专家认为 就再来一个台风 就把他 吓得七分八素 吓得这样 人心惶恐 那他就不得不学乖了 但是呢 这样的做法 那不是造成社会 更多的这种 压力跟负担吗 我们人民 相对的也要付出 惨痛的代价 因为这个地方的灾难 政府来抚平它 那政府的钱 是从人民来的 那所以呢 每一个人 也没有办法自身事外 你还是必须要 出钱出力来帮助他 但是呢 劝他 他又不走 那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不断的 在做补偿 恶性循环下去了 真的是国无宁日 那所以说 圣贤人 他告诉我们 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 那就是透过教育的方法 透过这种教化的方式 来引领他们 走向了这个 摇天顺日 的大同世界 也就是说 你必须呢 要去 让他懂 因为他无名 他不知嘛 你必须呢 让他知道 人是有良知良能的 人是有这种 道德 有智慧的 那他现在呢 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你要不断的告诉他 告诉他一遍 他又忘记了 没关系 再告诉第二遍 再告诉第三遍 一直的 不断的要去告诉他 直到呢 他自己 真正的走入了 这种 圣贤的大道 他能够 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 我们不是说 度佛 要度到西天吗 那所以成就一个众生 当然也是要这样子 那所以要教育他 教育 现在呢 是我们修行人 最主要的一个做法 但是呢 我们说教育 教育好像呢 只是呢 文字上 口头上的 这种活动上的 这种劝导 好像也没有办法 很全力的把它扭转过来 所以中国人 事实上呢 他不讲教育 古大德 他讲教话 他不讲 不讲教育 教育是 这个外来的名词 外来语 你看我们中国人 用教话 这个字 用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 那教呢 教就是用口头 用这些点击 用这些 这种经验 来教导他 那话呢 话就是用行动 用自己 身体力行 努力实践道德 来感化他 所谓潜移默化 这种圣人的经教啊 在透过 这种行为的 这种教化之下 那众生德心啊 就会产生 潜移默化的效果 那 大家就会 会去反省 那如果我也想像 这位圣贤人样子 我应该怎么做 我如果想要求得 我的这个 生活上的安宁 社区的 平静 世界的大同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 那这是透过 圣贤人的 这种言教 跟身教 来达到一个落实 的目标啊 这样呢 才能够说 启发良知良人 所以启发良知良人 单单我们在这里讲 是没有作用的 那个作用呢 是有限 你看现在 你们电视机前面的 这些同修啊 如果能够听得到 我现在所讲的话 那么这个也表示呢 你的上根福德 是相当的具足 你才会这样定下来 一遍一遍的 来听听受 我们讲 道之宗旨 的奥子 那如果一般的人 他连听都不想听 那么你怎么去教化他呢 那所以只有透过 这个身教 透过你的身体力行 你表现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这样的一个道德行为啊 就会产生 一种力量 这样的力量呢 可以呢 带领众生呢 带领更多的众生 更多的这个社会国家 能够呢 有所觉知 走向觉悟之路啊 至少呢 他们也愿意 让自己做一个君子 做一个君子呢 帮助自己啊 在生活上 在这个起心动念上 起码呢 都是善念 都是为别人着想 不再自私自利 不再呢 明文立养 也没有贪真之慢 这样呢 才是真正的解决 我们现在 这个世界末日的危机啊 这个灾害所形成的 这样的一个恐慌的世界 才能够真正的化解 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 需要靠谁呢 真的 现在呢 有发生一点作用的 那就是修行人 这个修行人呢 是要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把道德 归在自己的身上 行在自己的生活上 那才能够发生一点作用 否则 真的是 要教化这么多众生啊 已经 没有人有那个力量 圣人不在了 明师也过去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啊 有的人又把握住了 那也只是一部分的人 那这个大部分的人怎么办呢 他还是要去面对啊 他还是存在的恐慌 存在的不安 那么我们的这个 圣训 我们的教义 我们的这个道德 还要替私人 传播到人间 那么你要替天传道 你要替私弘扬 分担私的一个责任 你不身体力行 那怎么行 那怎么够呢 所以我们用教化这个名词啊 是不是 只讲口头功夫 而是讲身体力行 那么我们讲 你看六祖慧能 他曾经讲 什么叫功德 他说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这个叫功德 那么见性是功 我们用儒家的话来讲 见性呢 就是呢 看到了自己的良知 平等的 就是自己的良能 也就是说 你自己的自信 你看到了 你把它发挥到 这个世间 那这个作用 就是 佛家讲的智慧 那我们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儒家讲的良能 所以良能是代表智慧 良知呢 是代表 那个 道德的本性 佛家也讲清净心 慈悲心 其实呢 这个就是我们良能 他所拥有的 这样的一个德行 那启发良知良能呢 就是把你这样的德行 把它 把它残阳出来 把它找到 找到之后呢 又能够把它实现出来 那这样呢 才能够 止于自善啊 人人人都回归到 那个圆满的 这个自信 道德 那这个世间不就太平了吗 所以启发良知良能 这句话 自自善啊 这个呢 是里面有无穷的傲益 解说起来呢 道理可以讲的非常的深 我们要见性 才能够看到 我们的良知本性 我们只有做到 平等心 这个真诚心 才是真正的良能的作用 那所以 六祖慧能 跟孔老夫子 甚至呢 武教的经训 武教的圣人 他们都 用 这种各地众生的语言 来表达 这个良知良人的作用 良知良人的圆满 跟具足 所以你要化解世界灾难 你想要拥有 国泰民安的生活 那么 那么你就是呢 在良知良人上 好好的来下功夫 那么你不会做 没关系 你再跟着善知识做 跟着我们这个地区 有君子 有这个 先佛菩萨 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我们跟着他学 所谓的大德者 你跟着他做 他怎么教我们怎么做 那么你 没有这样的人可以接近 你还可以有经教 圣人的教法 你看一句 学一句 看两句 做两句 那么你不是就是 学到了圣人了吗 所以 这个你看孟子 孟子在世的时候 是没有圣人的 我们的古代 朱夫子 虽然说 孟子 是 子师传给他的 一个道统 但是呢 孟子跟子师啊 他们的年龄 差太多了 可能也快要一百年 那么他们 怎么可能碰面呢 子师怎么可能 把道传给孟子呢 那所以 孟子呢 他是师俗孔子 他是学孔子 但是他也有学 当时子师的门徒啊 来把这个孔老夫子的思想 融会贯通 然后他又借着这个论语 孔老夫子的直接的传承的 这些文具啊 他把他落实实践 然后呢 照着他的话去做 你看他就成了圣人 所以名师啊 处处在啊 怎么会没有名师呢 所以我们到场 有一位先佛 他叫做教化菩萨 我们称为了 教化师节 那他这个教化的意思啊 这个取得非常好 他不说教育菩萨 而是说教化菩萨 你看 不但用言教 还用这种僧教 这个化 化是真的是 过化存神啊 要做到这个过化存神的教化 那才是真正的 要来度众生啊 虽然说 这个其他家的 一种说法 说要教育人民 让人民呢 进入到佛菩萨的知见 进入到佛菩萨的知见 当然他们的这个讲法也没有错 教育 的确是 现在非常需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现在的人民啊 很少听到 这个圣人的叫法 真正有心要去 听金讯的 那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人了 你看我们现在 电视节目一百多台 这个录影带光碟 到处冲刺 电影呢 每年不断的 有新的片子出来 那么人 追逐这些 深光的刺激啊 已经是 相当习惯了 如果没有这些刺激啊 那他的生活呢 就会索然无味啊 也就不晓得要做什么 尤其是晚上 晚上最好的方式 就是看电视啊 一边看电视 一边聊天 那么谁能够知道 在这种 晚上的时间 好好的来自省 好好的来 这个 想想今天所做的 有没有符合 符合这个良知良能 已经不多了 所以现在呢 电视在交 电脑在交 那这些呢 里面啊 充斥着 这种杀到淫忘的事情 这个暴力色情的问题 随时充斥在我们的生活 而且呢 它是每天24小时 送到我们家里面 所以这不是磨 是什么呢 磨每天都来叫化我们 所以我们跟磨学 就变成磨的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 台湾的明星 每一个人呢 都倾向自私自利 每一个人都倾向呢 这个抗争愤怒 每一个人呢 都呢 不知不觉 大家都倾向这样子 真正的 有知有觉的 或者是说 先知先觉的 这样的人物呢 在台湾 要不断的去 教化众生 那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为什么 不能够是 弘扬起的 这种弘教的方式 因为弘扬起 在从这个 孔老夫子之后 一直到 这个民国初年 这段时间 也可以说 整个中国的历史 最精彩的这个部分 这个戏码是不断的 在强化 那所以呢 这段期间 在孔老夫子的时代 就已经是 礼坏乐崩了 那孔子的初识 还能够 出来勉强维持 一个小康的局面 那是圣人的教化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 遇到这样的圣人 那个时代的人 有福气 其实当时是两位圣人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还有一位老子 他在做无尾的教化 那个教化的影响力量 也不属于孔子 所以两者的力量 是互相的配合的 那后来呢 老师儒这边的 道呢 转到了佛家 转到了这些祖师大德 佛家的教化 那么佛家是出家的教化 出家人 他们所 所作所为 当然就是出家的事情 所以他劝人 离开世间 他劝人呢 要这个 不争 不贪 用出世间的教法 所以他们自己呢 选择在山里面 选择在偏僻的地方 来修行 那他们教化的方式呢 是他自己修行 有了成就 那么会影响当地的民众 民众会认为这里有一个 有道的高僧啊 所以民众会来接近 他就借了这个机会 教化民众 没有说出去教化民众的 他们都是躲在山里面 但是呢 当时的运 这种法运 就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的 民心啊 还很纯良 还很纯朴啊 他没有这种网记网路 没有这种 有线电视的干扰 这些报章媒体的 熏陶啊 他们的心呢 还能够安置在一个 平静的状态 你看我们 以前谁敢去抗争呢 谁敢对政府叫嚣呢 除非已经逼到呢 没有饭吃了 真的要人吃人的那个局面 他才会起来革命 把这个政府呢 换掉 那个是已经逼到不得已了 所以平常的 太平盛世啊 都还是呢 一种安 安置的状态 大家呢 礼得心安啊 人人呢 在他的生活上呢 安居乐业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些祖师大德 用初世的做法 来教化人心 让人心呢 更接近这种佛菩萨 的一个理念 那那个是呢 相得益彰 真正的有达到 他教化的作用 但是我们想想 现代呢 你看民国初年以后 整个世界已经更新了 民国初年跟民国之前 那是几乎是 一百八十度的更新了 你看就我们的 我们看古人的生活就好了 他们的 他们要饮水 他们要 这个井里面去取啊 去河川取啊 去有山泉的地方取啊 那么走路呢 走路当然用双脚 那没有车啊 那可以坐车的人 那是很不得了 很不错啦 可是车也是马车 也是驴子车 哪有像现在汽车这样子 那他们耕田 要靠自己的一双手 用牛来帮忙 冲击量只是这样子 你看这两千多年的生活 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人心的变化还没有这么大 但是民国初年以后 那真的是已经 不一样了 我们中国 被船间炮利 打开了门户 我们认同西洋人的方式 认同西方的这种科学 所以呢 一味的去媚外重养 认为西方总是最好的 那所以那个时候 西方人 在这种外在的物性上 不断的研究发展 就产生了工业革命 所以整个时代的一个大变革 是从工业革命之后 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距离现在 大概 四百年 可是呢 到中国 是民国初年 真正的受影响 民国初年以后 我们接受了全盘的西化 所以中国人的民心呢 也跟着变化 那影响呢 也快要一百年了 那一百年里面呢 大概 已经隔了三代了 三代都没有受过 这种圣贤人的教化 祖师大者的教化 你看我 我父亲这一代 就很少 我爷爷那一代 也很少 我祖父那一代 可能还有沾到一点边 但是呢 我想大概也没有 因为我的爷爷 他是一个农人 他虽然认识一点智啊 可是知识程度啊 也不是很高 那隔了这个三代之后 一直到我 我们现代 我们还想 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恢复圣教 能够帮助众生 启发良知良人之至善 所以中国人 脱离这个金教 脱离祖师大者的教法 也 已经隔了 一个世纪之久 所以 现代的人心啊 要教化 要启发他 那更是呢 难上加难 那现在端靠 这些修行人 修行人要有道 那才叫修行人 修行人 才是真正的影响力 那些做表面功夫的 他影响力 是有限 而且呢 不能够深入 所以我们老师讲了 行外功无内德 有用无体 办行事盖大庙 将来是空 行外功 外功呢 就是去讲说仁义道德 去办这些活动 去做这些 这个议诊 去宣化 这个是行外功 包括去办道 也是行外功 但是呢 没有内德 你办道的人 没有内德 没有自己的道德涵养 没有启发良知良能 那么 你行的这些事情 还是有它的作用 有福德 那这个福德呢 可以帮助你 将来 升到这个七天 享受呢 这个天人的富贵 但天人呢 还会再轮转 富贵想完了 还要带到人世间来 甚至呢 还要堕入到山土 这个是有用 这个是有用物体 有用物体 那都是一个表 表象 修行 没有修到内心 专修外在 那你说 这怎么会叫修行 包括我们现在 在点道 在讲道的这些人 你自己的脾气毛病 贪生吃慢 还是一样啊 你把对世间的这种 贪生吃 转到道场 在道场呢 你还是对这些道经 贪生吃 对道场贪生吃 那么你只是 转个对象而已啊 你的贪生吃 那个根还在啊 所以呢 你没有内德 你只是 在行外攻 在修福报 有用物体 体才是功德啊 体才是良知良人 没有这个体 不能够帮助你 回天 你不知道贱性 你不知道呢 道德 没有落实道德 所以呢 没有办法回天 所以天上无无功德神啊 人间无不忠孝胜啊 那么你忠孝做到了吗 你这个人轮 这个钢厂 做到了吗 那个是内德啊 有的人 有一部分做到了 有的人呢 完全依照 自己的脾气毛病 在做事 那所以老师讲 这里讲 办行事 这个都是行外攻 办行事盖大庙 将来是空 行事 就是 你点了多少人 你度了多少人 你办了多少活动 你盖了多少庙 你的道 这个 道青啊 到底有多少 我们说 我们说子弟兵 你的子弟兵有多少 这个都是办行事 办行事 盖大庙 这个都是外在 你跟大庙一间一间的盖 现在大庙越来越多 到处在募款 到处在缺钱 我们知道盖一个大庙要花很多的钱 那这个钱呢 不是一般的财师啊 这个钱呢 都是呢 数以万计的 其实说数以万计是 还很客气啊 现在你要盖一间 大庙 都要上千万啊 你看上千万 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福报 有可能还存不到一千万 他要上千万的这种 这种钱财 来盖大庙 到处去募款 到处呢 希望道青捐款 庙是盖了很多了 盖了越来越多了 但是呢 老师讲 将来是空 你这个主持人 回天了 就传承下来的人了 有没有办法将你的道 继续传承下去呢 将师尊师母的法 继续弘扬开来呢 这个不得而知啊 那会不会呢 这个庙呢 来互相争夺呢 这个呢 也是很有可能 所以老师讲 将来是空 一切都是空 你盖的庙了 终究了 终究会 是别人的 或者是说 别人收购去 或者是说 政府 把你强行 征收 或者是说 毁于天灾地边 这个庙呢 累积了上千万的财产 就这样化为物有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啊 那我们 修道人 大部分的时间 都花在这种用 这种心思上 那他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呢 那由于现在的 这个 这种清静心啊 实在是太难得了 要修行 已经修到这种清静啊 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现在 为什么讲 儒家应孕 儒家没有 要你修到 这样子 儒家没有叫你 跑到深山里面 去修清静心 儒家叫你在 这个家庭里面 家庭里面 把做人的道理做好 那你就可以成为 通 这个忠孝圣 你就可以成为功德神 忠孝是功德 你在人世间成圣了 回到天上 当然就做神 所以 吉利在呼吁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的重要性 所以现在 白养孕运 他不再讲 弘扬起的那一套 在深山里 林内 去 参禅打坐 拜佛念经 那个呢 已经是 这里讲了 行外功 半行事 那个没有办法 帮助人家超生鸟死 没有办法帮你超生鸟死 将来是空 一场空 你没有回天 结果呢 这个大庙 也没有了 那不是一场空吗 那你所成全的这些人 也通通没有办法回天 那你在人世间这样 这样了 搞了一回 结果呢 什么也不是 所以没有认清目标啊 这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障碍 走都走错了 那你还要修 你要怎么修 没有在良知良人身上 用功夫 那么你讲什么道呢 讲道不外乎 讲道办道 就是在良知良人上 你要见信 见信 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良知啊 你要有智慧 用智慧来办事啊 这个是良人啊 有道德 有智慧 你就可以办得圆满 你就可以办得具足 那么呢 你就可以帮助整个众生啊 他回归本来自善 启发他的这个良知良人的自善 这个才是认清课题 认清目标 所以良知良能 现在我们讲了 真的是 我们修行的 一个主要的入处 你看当时的王阳明 他提出智良知 要智 智就是达到嘛 达到这个智良知 达到这个良知 那你要有一种方法 你的方法 就是在 你的这个人轮上 好好的来行 好好的来做 所以说 悟者寻心啊 望者密佛 觉悟的人 他会在心上下功夫 弥媚的人呢 他会到外面去找佛 那么我们知道修行 所有的一切 作为啊 都是向内 下功夫 都是归出于自己的身上 结果呢 现代的人 一昧的去求佛 求这个佛堂里面的佛 大庙里面的佛 去阮堂 这个求神问补 各位前仙 大家早安 我们继续讲到 启发良知良能 那么我们 必须 将当时 王阳明 他所提出来的 这个智良知 他的一个修学进入啊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们知道王阳明 是明朝的大儒 那么他也承传了 陆九渊 这一派的思想 那么陆九渊呢 我们上次先前也有介绍过 他是直气孟子的心性 然后呢 发扬光大 那王阳明呢 又将陆九渊 孟子这一系列的思想 透过实践 来发扬光大 所以 他所讲的 被称为实学 蒲雪 蒲就是蒲死的蒲 实在的死 那么我们知道王阳明 他曾经呢 被贬到贵州 那当时在贵州啊 这个地方呢 那可以说相当偏僻 这个脏器 各种散染 的这种 不正之气啊 非常的多 那么所以如果中原人 不适应环境 一下子 来到这种地方啊 那就会生病 就为了水土不服啊 那王阳明在那里 也是生了一场大病 那可以说呢 王阳明在官场上啊 也很不得力 因为当时的明朝 皇帝呢 也不是很振作 那么靠着宦官 靠着这些东厂 来维持整个朝廷的 的局势啊 那这些东厂的人 当然是 以宦官为主 奸臣为道 所以这些人呢 本来就是 这个 心性呢 就不是很正 出发点呢 完全是自私自利 所以对于 跟他思想不一样的人 那他们呢 就尽量的 去排除异己 甚至呢 将他杀害 所以王阳明 一度呢 为了逃命啊 在江边呢 写下绝命词 这个我们 应该都听过 所以这个细节 我们就不讲 我们 大略要来讲述 王阳明呢 他是怎么样 顿悟的 那这个 在农场义 这个地方啊 事实上农场义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不得而知 那也许可以考据得出来 只知道说呢 是一个山懒 瘴气 整个呢 早气非常重 的一个山野之地 那他呢 就是为了 想要了解 成圣成显的道理 那因为 这个宋儒 宋明的这个儒学啊 都是经过 佛家的洗礼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 参禅 打坐 把它融到 儒家的修行 那明朝当时呢 道家应运 那可以说呢 在 武当山 在这个 中南山 这个全真派 这些教法 很红展于 当时的时代 那道家呢 也主张打坐 那佛家呢 也主张打坐 只有儒家 他是讲求 这个 正心 诚意 那所以呢 王阳明 想要悟 这个格物的道理 那他就用 打坐的方式 在竹林里面 打坐 那据说呢 他这个打坐啊 想要去思考 人生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打坐呢 也没有办法 让他清楚了解 生了一场大病 那个 生了大病之后呢 还继续的 去悟 就在那里打坐 在那里 冥想 那直到呢 好像是第十一天 那几乎生子 已经撑不住了 就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 顿悟了 当然他的悟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从传习路 他的这个学说里面 了解 那是不是跟佛的顿悟一样 跟六祖卫能的顿悟一样 这个呢 我们也没办法评断 看到他的这个 这个学术的理论啊 我们知道 他一定是有所顿悟 那他在了传习路呢 可以说成传孟子的心法 将儒家的这种思想 发挥到淋漓尽致 更加深入了去剖析 人性的良知良人这一面 那所以他提出了 治良知这个学说 他说啊 良知良人 愚夫愚妇 愚圣人同 但悔圣人能治良知 而愚夫愚妇人不能治 此胜于之所有分啊 所以良知良人 我们上次讲过 良知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道体 那良人呢 就是道体的发用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这个德性 我们的智慧 所发端 所流露出来的 这些言行 那他说呢 这个良知良人啊 圣人跟凡夫 是一同的 圣人没有比较多 凡夫也没有比较小 所以可见他这个说法 跟佛家的说法 是完全一致 那跟道家的说法 也是完全一致 就是良知良人 是充分的 尽其我心 我性 那所以呢 他可以在这个圆满的本性之中呢 这个充分的发费啊 他可以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但是呢 为什么圣人 他可以 才德巨主 可是呢 愚夫愚妇呢 却不能了 这个是因为啊 圣人 他知道往内求 他知道良知良能的圆满巨主 那愚夫愚妇呢 往外求 所以他不能够达到 良知良能 这个就是呢 圣人跟 凡夫啊 所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 智慧 跟知识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的人不懂 一直认为说知识就是智慧 那我们说的智慧就是 知识 其实这是不对的 中国人讲智慧 他是呢 本性巨主 他是呢 从内在去开启的 所以那个智慧呢 每一个人都一样 没有分别 所以愚夫愚妇跟圣人 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圣人呢 可以完全的流露 完全的将智慧展现出来 可是愚夫愚妇呢 却没有办法 或者是说呢 只偏于一边 那偏于一边呢 当然他就有一定的一个程度 的小物啊 也许他就成为善人 君子 等等 那所以 向内参求 向内观照 那是智慧 所以懂得向内寻求的人 那就是觉悟的人 所以 老师曾经讲 这个智者求己啊 愚者求神 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往内参求 往心性参求 所以呢 他只求自己 因为自己就是佛 自己就是 圣人 我们都有成圣成佛的一个根据 那么我们为什么 没有办法成圣成佛 就是呢 每天都往外追逐 24小时 都是随着外援的变化 而在己心动念 所以智者求己啊 有智慧的人 他是求自己 求自己的那一份亲近 那一份平等 求自己的那一份 德性的一种 流露 跟圆满 那愚者求神 所以我们说 一般的凡夫 他往外追求 他认为呢 神 这个佛 这个圣 就是去庙里 烧香拜拜 所以呢 不断的在佛前 在神明面前的祈求 祈求一切 那所以我们 看这个台湾的庙越盖越多 各种神都有 但是有几个人懂 我内在的那尊佛 就在我的自信佛堂里面 那自信佛堂里面的真佛 那是圆满的佛 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佛 那求 往内求是真求 往外求是假求 所以你看我们 台湾在 这个求财的 求财求公民的 求健康的 求子女的 这个庙呢 非常的多 那大家都求神 神如果说 应着每一个人的需求 而给他的话 那这个神呢 就是真的灵验的神 那既然求 就可以得到 那么我们就应该去求 但是呢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求 都可以满我们的愿的话 那么这个神 可能呢 也不是很好当啊 那因为他违背了英国的定律 他也要 升丹英国 那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 他的一个使命 跟义务啊 那么神 哪有办法 帮每一个人 来复习这些使命 跟义务呢 其实 这个就是佛家的 说的业力 神没有办法 负担每一个人的业力 那如果说神 可以负担每一个人的业力 那他也不是 慈悲的神 因为呢 这个众生 不知道觉悟 你拼命地帮助他 让他呢 永远在迷惑当中 永远在六道沦尾里面 那么这个神 不是不慈悲的神吗 那如果说我拿贡品 来跟你拜 我稍好香 来跟你拜 那么 你就听 听从我的指示 来满我的愿 那么这个神呢 也不是一个正神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看到我的东西 你看到我拿来供养你的 所以呢 你就保佑我 那没有拿东西来供养你的 你就不保佑他 那么你是一个正神吗 我们 我们说 这个就是贪官污吏 你走后门 你这个送红包 那么你 就成全他 帮助他 那这不是贪官污吏吗 那所以说 我们世间人 都不屑于做贪官污吏 不屑于 这个听到 看到贪官污吏这样的人 那么神 怎么可能 会去做贪官污吏呢 我们说正直为神 平等做佛 能够成为神 神明的人 那他一定是 这个在世 做人做得很正直 一点真心 正直光明 所以他回天之后 就封神 或者是说 成为圣贤人 成为佛福长 那所以说 成圣成贤 不是去从外面求 只有愚昧的人 才会去求神 愚昧的人 就是不觉悟的人 不知道 往内参求的人 那但是呢 我们说 这个 我们的庙 每天去朝拜的人 很多啊 尤其是呢 过年过节 尤其是众生 有需要的时候 去拜神的人 太多了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 说这些人怎么样 的确我们没有办法说 没有办法说近 虽然说 他们这个动作 不是觉悟的状态 但是呢 我们也只能够说 众生呢 就是因为 没有受教育 不受教化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那他不晓得 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 所以佛陀说 先人无知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不足怪也 那先人无知呢 就是我们的长辈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 智慧知识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体悟 不了解 这个道德 这种原理 道德 自 自聚在本身 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教导 下一代 道德 智慧的事情 我们这里讲 启发良知良人的事情 所以不足怪也 也 不能够怪他们 因为没有人跟他们讲 那所以在 这样的一个意识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全世界 所有的众生 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 不知的状态 那不知的状态 是因为没有人跟他讲 所以 真正修行人 能够讲出 教化众生的 这个机会 那在这个世间 事实上 是不多 比例上 是差很多 我们说宗教界 宗教界 如果有 一两百万的人口 那么一两百万的人口 你看在台湾 就两千三百万 你如何将 这种大道的讯息 对每一个 台湾人民 这两千三百万的人民 通通说清楚 讲明白 这个也是 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呢 到场 要不断的去 半般讲学 不断的 深入民间 不断的去传习 这种圣人的精神 圣人的教法 将呢 这种大道 自内聚在我心 这样的一个道理 让众生呢 有所开启 有所觉悟 那如果说 能够不断的向众生 讲这些事情 那么众生在 耳辱木暖之下 一定呢 会有所 觉醒的一天 所以我们修行人说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啊 一门深入呢 其实就是教我们 我们要了解圣人的教法 就是在一个法门里面 好好地修持 修持到一定的程度 自然就会觉悟 那觉悟呢 就是通了 通了就一切通 那一切通了 就不会 不断地再往外追求了 所以我们看 现在的这个教育啊 是非常的普遍 博士硕士 在我们台湾啊 也可以说是满街跑 现在大学生已经不稀奇了 起码都要读到硕士以上 但是博士找不到工作了 是相当的多 那么博士他们的生活 有没有比较快乐呢 有没有比较清安自在呢 好像也没有 从历史上来看 一个博士能够成到了 好像也没有听过 那为什么呢 因为博士这些知识分子 他也是往外求 求知识 求这个经验 求各种学习 这都是往外求 那往外求 如果没有往内去参透的话 那么这个往外求呢 都只是成了经验 成了你的记忆 成了你的这种技术 那这样呢 老师讲 愚者求神 还是属于愚者 不明了人生的道理 当你遇到人生的困境 现前的时候啊 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你还是贪嗔吃爱一大堆 所以呢 读下知识分子越多 读书越高 结果呢 这个离婚力也越高 这个家庭呢 乱七八糟 整个社会呢 也是乌烟瘴气 这个都是呢 往外求 所造成的 所以现在的教育体系啊 我们已经不能够依靠了 现在学校 还有人在讲 道德 讲伦常 讲这个心性 理事的因果 这个真的是 不可能有人讲 即使是宗教系的学生 他们讲的 也是一些 这个不着边际的 这些理论啊 所以学佛跟佛学 这根本就是两为事 学乳跟乳学 也是两为事 学道跟道学 也是两为事 我们不要搞这个 学者专家的路线 我们要搞 这个觉悟 这个开启的路线 观照的路线 那么 这样的修行才能够得力 修行才有这个悟处啊 这个悟啊 才是我们人啊 最重要的 一个自在的依据 一个成圣成佛的 一个切入点 那有悟处 那有悟处呢 就必须呢 身体力行 必须呢 从你的 这个人身上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从你跟你有关系的 这些人伦 这个文化之中啊 去了解 去开启 去顿悟 那所以王阳明 他用什么做法呢 他提出了三项 原理原则 相辅为用 能够达到 这个良知良能 他说经一 事实上磨练 跟诚意 这三项做法 经一呢 就是 伪经伪一 那伪经伪一呢 是当时 谣传给 这个顺 的一个 性理心法 所谓 伪经伪一 允职绝宗 那这句话呢 在我们道场 也常常听到 那伪经伪一啊 是我们尽心 知性 我们对于这个 心理心法 这种基本的功夫 也就是开启 良知良能 达到自良知 的这种 不恶法门 伪一 就是伪经 的目的 一是什么 一就是我们 这个道体 我们这个本体 所以佛家 他常常讲 不恶法门 六祖会能讲 禅定解脱是恶法 佛法是不恶法 所以说了 不恶法门 那不恶法门 就是说除了从内在的良知良能下手 没有其他功夫了 没有其他做法了 那么如果不懂得往内参求 寻心求心 不懂得明心见性 那么你去 在外面所找到的这些东西呢 完全都不是正法 所以叫外道 所以他说呢 唯一 这个精一啊 精存 这个精存到一的境界 这个叫精一啊 所以精一就是毁精为一 所以我们要达到一的这个目的啊 那么我们必须精 精呢 就是痛下苦功夫 哦 就是呢 精进不移啊 就是呢 这个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啊 在一门的功夫里面呢 你不断的去用功夫 哦 你不要想说去 博扎很多的 这个事物事理 哦 东学学西学学 结果呢 没有一样专的 什么都专 就什么都 不专 什么都通 就是什么都松 所以古大德 不断的告诫我们 要一门深入 哦 像我们的道 道呢 是一个 总目标 总原则 那是一的 一个 总规定啊 那但是呢 我们达到道这个目标 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法 所以道呢 融合了各家各派的思想 那么各家各派的思想 他们可以在他们各家各派里面 好好地去下功夫 下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他就可以达到一的目标 哦 经存到 这个觉悟 那他就可以 为经为义 哦 你不要说儒家你也会 哦 道家你也懂 佛家你也通 结果呢 什么都会 什么都不会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 修学的人 在他会的这一门 喜欢的这一门 好好地下功夫 比如说你就学到 这个道家的 道家的你就选一本经典 你选老子 选庄子 或者是说 你就学这种 这种念咒 哦 你就学磕头 你就学这种功夫 好好学 用心地学 学到这种 经的地步 那为经呢 你就可以从里面呢 这个扩充到 无量无边 那就是达到 回忆的目的 就是达到一个 自信的本体 哦 开启了良知良人 你就无所不通 无所不能 哦 这是王阳明 第一个教我们的方法 第二个他教我们的方法呢 就是世上磨练 哦 世上磨练呢 他说呢 人须在世上磨练 方立得住 方 敬 方能敬意定 那他说的这个就是 人情世故的 这种对待 那人情世故的对待 你必须呢 把各种的 缓解啊 通通做到圆满 你要立得住 你的根本 哦 所以呢 你用理 用这个道 来对待他 那是 绝对是没有冲突的 绝对是言荣无碍的 那么你这样呢 才能够在那里面 达到这个 理得而心安 哦 心安而得定 达到定的功夫啊 你就能够入智慧 你就能够呢 开启 良知良能 所以一般人 他比较 适合走这条路 世上磨练 毕竟我们现在 想要透过打坐 透过这个磕头 透过念经 你要磨练你的 人情世故啊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人的根性 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上次讲 有人说 清静心就是功德 没有错 清静心是功德 但是呢 我们要达到 那个清静心的标准 是相当的难 那必须怎样呢 在世上磨练 你必须呢 深入 人群 深入家庭 深入人心之中 在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 每一个人的这种 待人接物上啊 你去体悟 然后呢 你去圆满他 其实这个就是 儒家所讲的修行方式 那儒家呢 他讲人 人道 人道做好了 天道就圆满了 你想要成就天道 你先把人做好 人做不好 你不可能回天 你不可能成圣 成圣了 这个道理我们必须清楚 所以 你尽孝了吗 你尽忠了吗 你对人讲诚信吗 你对是 讲 讲这个义务 讲义气吗 这个都是人的道理啊 人的道理可以说呢 是 非常的这种 繁密啊 很旁杂 可是呢 这个繁密旁杂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圈里面啊 有一个原则 可以定住 你的这个本位啊 那就是呢 从 你的良知良能里面 去发漏 去面对这些 旁杂 繁密的人情事故 那良知良能完全都是自善的 所以从自善的发端 没有 争执 没有怨恨 没有打斗 是一片祥和的 是圆满无碍的 但是呢 这个呢 必须透过事的磨练 所以年轻人 年轻气盛 那么 老千人常讲 年轻人不可靠 那就是因为呢 他在事上磨练的功夫上啊 根本就没有火候 我们不要说年轻人 其实老年人 也很多人 也 大部分的人 虽然他在事上 经历过这件事情 但是呢 一点也没有磨练到他的心性 他在这个楚人 在事上啊 他还是这样 不觉醒的状态 依照自己的脾气毛病 去呢 去面对这些事情 那么就会起冲突 就会呢 跟人家有误解 就会呢 发生事故上的扭曲 那这些人事物啊 就会产生 另外一波的因果现象 所以王耀敏跟我们提出 事上磨练啊 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把它用心 在生活上 其实我们修道 就是要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修道 都是在人情事故上修 所以常常有人讲 哎呀都是这个 人情啊 这个人的因素啊 太复杂了 这些人情包袱啊 水不掉 让他没有得到的一个 很好的修道的一个环境 但是呢 当你在抱怨这样的时候 你要想到 这个就是在考验你啊 这个就是在让你修啊 不然你以为修道要从什么地方修 你从讲课修嘛 你从办活动修嘛 你从这个挂号写表文上修嘛 这个是完全错用功夫 这是表面功夫啊 修道就是从人情事故上修啊 你跟人相处 跟他这个有所需要磨合的时候 那么你就需要去把你的至善流露出来 让你跟他在磨合的过程当中 可以呢 非常的自在 非常的这个安如 那这样呢 你才可以在这个世上算是成功了 算是有修炼到了 那所以生活事故有太多了 那我们有可能呢 在某一个部份呢 又会这个失去这样的一个 至善的流露 这个贪生吃又做作用了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又产生了障碍了 我们又不圆满了 我们又跟人家起冲突了 但是那个时候 你要懂得反省 懂得改过 懂得忏悔 那所以儒家也 也可以允许你忏悔 允许你改过 改过没有关系 犯错没有关系 你只要懂得改过 懂得忏悔 那这样呢 在世上磨练的功夫上 你就会更成熟 更加的深入一层的境界 所谓定境的境界 那个时候呢 你就会掌握得到 那所以 我们说教化 跟教育 现在我们看的都是教育 教育 教这些外来的知识 外在的学问 但是呢 没有一个人 可以以身作则 让我们达到教化的目的 能够呢 教化我们的心性 这个化解 我们人世间的这些 困难与障碍啊 那所以要有人 以身作则 这些人呢 就是我们修行人 尤其是这个 白养时期的 这个修行人 明师的徒弟啊 你更应该呢 以身是法 如果明师应运 来挽救 这些 元胎佛子 都还没有达到 一定的标准 那么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 来救这些众生呢 众生什么时候 才能够得度呢 所以一切呢 端在人 端在你对于 世上磨练的 一个火候的修为 所以凡事呢 应该呢 放下你的身段 放下你的思维啊 用这个真诚心 来面对 所有的人情事故 相信呢 这个在世上磨练 那一定呢 会有一个 很好的成果出来 那王阳敏说的 第三个功夫啊 就是诚意 那他说呢 诚意之说 自是圣门教人 用功低意 无人为学 当从心底 入微处用力 自然堵持光辉 那所以 这个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你看诚意的一个阶段啊 是从格物自知 做到圆满之后 才能够进入到诚意 所以他说诚意呢 是圣门 教人用功的第一 那你的议程呢 我们说真诚心 你的意念呢 是一种平等的 这个没有是非 没有人我 没有对待的 那么这个就是议程 那议程呢 这个境界啊 都是圣人 教人的第一个功夫 当你面对人 面对事的时候 你第一个呢 就是 要诚意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哦 诚意的 这个基础啊 是在你格物自知 已经圆满之后 你才能够是诚意哦 诚意是 面对人的 面对事物啊 面对整个天地啊 所以是诚意啊 当你的心 还有所挂爱 还有所执着的时候 你的物不能够格 你的这个 智慧不能够朗现 那么这个诚意呢 都还是有问题的诚意啊 我们知道佛 是没有起心动念 一点点的起心动念 都还没有 都已经没有了 那么菩萨呢 是还有一丝的无名 还没有放下 所以呢 他为圣菩萨 等到呢 他连 这个一丝好的 这种无名的 这种起心动念 都没有了 那他就成佛了 那圣人的标准 也是这样子 圣人呢 已经没有起心动念 所以孔老夫子他讲 其实而从心所欲 不宜局 从心所欲 不宜局 你看他这句话的境界 是相当高的一个境界 已经到了这个 没有起心动念 那他的起心动念 是随众生心而起 我们说随缘不变 我们说不变随缘 你看他从心所欲 他的心之所欲啊 是因为这个环境的需要 众生的需求 然后呢 他必须要发出来 只要是人 他这个人性的这种欲望 总是会有发漏的时候 但是呢 发漏没关系啊 发漏呢 我不宜局 我发而皆重结 发而皆重结 就是呢 我虽然随缘 可是呢 我的心都没有变化 心性呢 还是这样如如不动 这个是呢 王安民讲诚意的功夫啊 所以他说 当从心体入微处啊 用力啊 心体入微处啊 就是这个心性的变化 我们如果了解到 良知良人 是本质具有的话 那么这个心体 你的入微处啊 就是在良知良能 良知良能 他是至善的发端 他是德性的发端 所以呢 他流露出来了 无不适符合 整个天地的正气 所以入微处啊 他就是纯然至善 所以呢 为什么 圣人教我们要戒胜恐惧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啊 那就是呢 我们随时处在这个 后天的环境之中啊 我们保有这个道体啊 有这个 入微处啊 那一份良知良人啊 你要二六时钟 让他保持住 让他流露出来 这样呢 诚意呢 才能够说 真正的 让你的心 达到一个 公正 公平 的一个境界 那心的作用是 由义来产生的 义成了 心就正了 心正了 自然就堵持光辉 所以呢 王阳明先生呢 他着力在 诚意 那他的这个诚意呢 是着力在 人跟人 人跟这个天地万物 的一个关系上 所以他把格物自知 给省略了 那是因为格物自知 你应该做好 你做好了 你才可以去跟人 跟物 种的原种 用各三种功夫 达到 自良知 这个 启发良知良能 这个就是王阳明说 提出的自良知 的一种 三个说法 三个做法 那他这里又讲 某于良知之说 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非是容易见得到此 此本是学者 究竟话头 所以你看他 王阳明他讲的话 这个很像 这个禅者的话 很像这个修行人想的话 他说他对于良知之说 对于这个了解到 这个人的良知良能 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也就是说他 是历经千辛万苦 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生死的这个道上 不晓得历经过多少次了 所以是百死千难 从这个困难之中 从这个困难之中体悟出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 他是在被 被贬到农场役 那么去 打坐 在竹林中打坐 那之前他还有很多故事 他这个一路过程 他不是这样直接来的 他是被追杀来的 那所以说 他真的百死千生 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以后我们有时间 慢慢来讲他的故事 我们今天只是讲 他的理论 那所以他从这个 百死千难之中 悟到这种自良知的道理 那可以说是 他的一个身体力行 实践出来的 那个觉悟出来的 一个力量 所以非是容易见得 只本是学者就近话朵 这个呢 就是学者根本的 这个话朵 话朵就是说参话朵 就参悟之处 你的观照之处 你的下手功夫 就是在此 在此是在此 指哪里 指自良知 指这个良知良人 那这良知良人呢 是学者 他这个学者不是指 学术专家 他是指 真正的修行人 当你在修学各种 这个宗法教下之派之后 教下门派呢 那么你要参识 究竟话朵 究竟的话朵 就是呢 人的良知本性 是什么 人的那个本性 人的那个至善之性 到底在哪里 这个事究竟 究竟话朵 有点像禅宗说的 这个 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当我为出生之前 那个面目又是什么 那生死的源头又是什么 就参照这个 那可见呢 你看 杨敏先生 他在这个功夫上 已经呢 有所着力 而且呢 顿入出他个人的 的一些 这个学 学历啊 那他又说呢 自孔孟寂寞 此学者 失传 几千百年 赖天之灵 偶付有鉴 成千古一块 百事已是圣人 而不获者也 他讲这个话 真的是 很记录本性的 读起来 真的有点 拍案较好的感觉 他说孔孟以来 这个 这个心法已经失传 几千百年 几千年几百年 那么孟子到王阳明 那他可能也有几千年了 可能一千多年了 那一千多年 这个心法 一直都是失传的 那当然 其中还有一个路九渊 路九渊 发明 孟子的思想 那这个王阳明呢 又继续的 把他发扬光大 所以呢 赖天之灵 偶付有鉴 幸好呢 得到 这个上天 有灵啊 能够加持啊 能够护辟啊 让这个心法能够继续的由我来发扬光大 偶付有鉴呢 当然就是指王阳明他自己 他自己呢 能够在这个心性 事理上啊 有所顿悟 在这个良知良忍上呢 有所启发 看到了那个本体 的那一份圆满 那一份自在 那他真的是 如入宝库啊 悠游自得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孔炎热处 这是得到热天啊 这个孔老夫子 这个炎灰夫子 他们到底在热什么 实在一般人搞不清楚 有什么好热的 你看炎灰一单是一瓢瓶 再露向 人不堪其忧 活也不改其乐 他到底在热什么 热就是热带 见这个道体 你看这个道体啊 这么样圆满 这么样富足 让他呢 无所缺乏 这个比物质上的 这个提供啊 那简直是 没有办法比您了 那儒家讲 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啊 你看宗庙之美 那个庙堂上的 这种美轮美奂 百官之父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官员 他所得到的这些 这些富贵啊 通通通在自信里面 都可以得到 而且呢 自信里面所得到的 这一种 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啊 那是超越人世间 不晓得 有多少 是没有办法比 所以为什么 孟子要讲 人觉也有 焉有天觉贵啊 公民焉有道明高啊 你看人觉 就是人做这个官 官觉啊 人做的官 哪有比在天做的官 还要呢 富贵呢 人比不上 我们不要说圣贤人 你看我们比一个天人 就远远不足了 我们佛经 他讲 二十八成天 有欲界天 有色界天 有无色界天 那么最高的天呢 非想 非非想数天 我们看到 看到这些天人啊 他们的福报都非常大 他们要什么有什么 要什么呢 只要一个动 动个念头 那个东西马上就来 而且寿命很长 在那里逍遥自在 他以为呢 自己已经成佛了 事实上还没有成佛 那所以你看天人的福报 就已经这么大了 那么我们 我们这个中国 笔记小说里面记载的 这些神仙 神仙有可能 只是七天仙 七天的神仙而已 那七天的神仙 就可以来去治了 他可以呢 趁云气 这个踏日月 悠游在整个 环宇之中 那他们想什么 要什么都有什么 那一份自在那份快乐 怎么会是 人 人间的这个百官 你即使说你最最高的官 你做到一名宰相 你的福报也不可能比得上天人 也比不上七天的这些神仙 所以这个是乐 这个是真乐 得道之乐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形容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现在呢 我们是先得而后修 我们虽然得到明示一指了 可是呢 我们还没有知道道的乐 道的乐到底是怎么乐 那个误入次 那个觉知之处 还没有感受到 所以先得而后修啊 你必须呢 像王安敏这样 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你必须呢 不断的去磨练 不断的去接受打击 不断的接受困顿 那么你接受世间的一切苦 困难障碍 结果呢 你都能够应付了 从容于欲啊 那么你自然呢 在各种环节上呢 你就可以圆满自在了 不以苦为苦 不以忍为忍 一切呢 都是在悠游自得之中 那个就是 所谓的乐 那顿路之乐 当然不是我们常常可以讲的 所以我们只是描写 描写出那个样子 那我们呢 彼此大家互相共勉 能够了解到那个境界 好好的修学 好好的这个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来让自己达到那个境界 所以王安敏他讲 偶负一见 哇这个真是不简单 在千百年之中 竟然出现这样一个人 偶尔得到 这个道的本体的奥妙 然后了解圣人的心法 千古一块 百事已是圣人而不惑 哇实在是 成千古一块 这真的是千古以来 没有这样的一个快乐过 百事已是圣人而不惑 那这句话是 是中庸的话 千百事以来 都是因为圣人 而得到这种不困惑 的状态 也就是说 有圣人的教法 还留存在这个世间 有这些五教圣人的教法 我们得以依循 我们得以呢 这个亦步亦驱啊 然后呢 踏上觉悟之土 这个是真正的走向 幸福快乐 所以人要幸福快乐 不要从外面去追寻 不要每天去抱怨 你的父母 你的 这个旗子 你的太太 或者是说你的丈夫 去抱怨你的儿女 抱怨你的公司 同事 老板 这些呢 通通放下 你就不要去管 你就不要再去想了 你依照圣人的准则去做事 在人情上 好好地力行 好好地用功夫 那么你就自然会得到 那一份身心的泰然 那一份定静之德 那这份定静之德 让自己呢 就可以进入到 这种禅定的状态 入定的状态 这个入定的状态呢 不是说你跑到什么地方去 去逍遥了 而是说呢 你就在此时此刻 你就在这个环境里面 可以悠悠自得 而且这个环境呢 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 甚至呢 你要帮助这个环境的所有的人 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这个才是杨明先生呢 他所传的自良知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曾经说啊 抛弃自家无限账 严门直播笑评儿 抛弃自家的这种无限保障 结果呢 这个严门直播啊 去跟人家讨饭 去跟人家要钱 学习这些乞丐 这个是谁呢 这个就是我们啊 我们现在呢 就是这样子 学着乞丐啊 到处去跟人家要钱 要饭 可是你不晓得 你的内在有无限的保障 你那颗保障 可以让你一辈子花用不完啊 不要说一辈子 永生永世 你也花用不完 你这个花用不完的保障 你不去用它 结果呢 你就学着人家去讨饭 学乞丐去要钱讨饭 那么你不是错用功夫吗 你不是呢 去往外追逐吗 你不是舍本足墨吗 所以今天呢 杨明先生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找到 那个自家的保障 我们说自家的保障 就是良知良能 你要把它找出来 我们这里讲 你要把它启发出来 你要回归到至善 你要让你的良知良人 随时都可以放诸四海 这样呢 你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道体 真正得到那一份 这个逍遥自在 这是儒家 所教的良知良人 所以你看道之宗子 他都是讲儒家的东西 讲做人的道理 但是呢 也不失于这种 出世间的一种修为 所以儒家的修法 都是在 这个新的掌握 所以儒家讲的境界 他讲的理论 也没有说 比较 比较初级 或者是说比较不圆满 他讲的是非常圆满 只是呢 后天的人 他不会去做 也不懂了这个道理 如果今天我们 看到王阳明这样的一个学术 我们才知道说 哇 人的那个良知本性 良知良人 是这么样的圆满 我应该呢 来去追逐他 来去寻找他 所以 明者见信 吃者见庙 明白的人呢 看到自己的良知良人 看到自己的那份本性 可是 愚痴的人呢 去盖大庙 去办这些活动 浪费钱 浪费精神 结果呢 一生都用在这个浪费的 各位前前 大家早安 道自宗子 讲到 启发良知良能 之至善 我们必须了解到 什么是真的 那什么是假的 那什么是假的 古大德 古大德 告诉我们 以除妄为主 莫再求真 所谓但以除妄 莫再求真 除妄就是 去除妄想 除妄就是 儒家讲的格物 他说呢 除了除妄之外 你不需要再去找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 本来具足 你再去找真的 那就是头上安头 你本来就有头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一个头呢 所以这个是 错误的知见 所以 一切以除妄为主 我们本来就有头 我们说那个头 就是我们的 良知良能 本来就有良知良能 这个良知良能呢 也代表着 我们人 那一份亲近的心 慈悲的心 平等的心 真诚的心 这些至善的美德 都是我们良知良能 的发端 那所以呢 不需要在头上找头 只要以 去除妄想 那这个妄想 这个道理可生啊 真正的众生 能够明了 他的妄想 是这这么样的绵密繁复 是这么样的 一层一层 从无间断过 所以人 的起心妄念 都是妄想 只要你有一个动念 那么都是妄想 只有我们昨天讲的 不变随远 孔老夫子说 从心所欲不与举 你的起心动念 是因为 众生的需要 而发出 而感应 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 是不变随远 那既然是随远了 境界来了 现前 境界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还记得我们讲 智人用心若静 那个道理吗 那昨天我们讲 王阳敏的思想 自良知 知省合一 那王阳敏 先生啊 他因为在这个知行上面 有独特的认知 有特别的体悟啊 所以他讲出来了 很符合道题 我们现在读起来 他的书呢 就好像 我们道场里面 在传述的 这种先佛的新生一样 那所以我们 把王阳敏的先生呢 把他彻底的 好好地来研究 相信呢 各位一定也会有 很好的认知 那对于修行的下手处啊 你会更清楚 那种理事上的关系啊 你会更明白 那当然啊 在王阳敏的先生的代表作 传习录 这也是厚厚一本 那都是文言文 尤其是讲心性的 一般人呢 没有办法 特别的去 了解他 即使是道清啊 你要看懂这个古文啊 也要有相当的功力 所以我们只将 王阳敏 他的一个 主要的一些论点啊 把他提速出来 希望能够借着 抛穿引玉的方式啊 能够让大家清楚 一个儒家 一个现代的修行人 如何在 修行的心性上 能够下功夫 能够得利 那王阳敏他 另外一句话 他又讲 外心以求理 此知行之所以恶也 你要求理 这个呢 是 知跟行 所以变成恶 这个外心 你往外去追求 追求这个 理事上的 这种原理原则 那他说 这个是恶 恶法不是佛法 恶法不是正法 恶法也不是大道 所以呢 理跟心是一个 理跟心没有分别 心就是理 理就是心啊 这个就是 杨敏先生他所讲的 外心以求理 外心没有办法求理 只有内心才有办法求理 我们记得 先前曾经讲过 这个 要行善 能够呢 真正的行善 必须了解到 这种理路 这种心理上的善 要从心理上的善 来入手 来下功夫啊 那么才真正的 叫做改二向善 没处可求 那即使你 跟在民师的旁边 民师早将道传给你了 那么你跟在民师的旁边 不见得你就是 早一点悟到 你跟在大德者的身边 也不见得你早一点就能够成就 一切呢 都是在内心 你的心性上的掌握 以及呢 理事上的明白 你心性掌握了 理事当然就明白了 所以呢 不外乎这个 内心求理 所以不可以外心求理 所以王阳明主张心极理 心极理的道理呢 就是一切的这些理 一切的事项 事项所含的这个道理 都在心里面 那他这个讲法 跟佛家 跟道家所讲的 完全都是 一样的 所以这个知行呢 不能够为二 知行是二 二法也不是佛法 不是正法 也不是大道 所以知行要能够是一 这个就是他所强调的 知行合一 那他讲了 求理于无心 此圣门知行合一之 教 求理于无心 那么我们修行 我们要讲心性的道理 讲至善的道理 圣人所教 无意不是知行合一的道理 要能知能行 能知不能行 那么你所知的 只是知见上的了解 那么能行不能知呢 那么也是会有一点误触 但是呢 不能够大策大悟 总是呢 能行还比能知要好一点 但是因为你不能知 所以你行的呢 除非有明师在指头你 否则呢 你不晓得所行是否得证 那所以呢 一定要 拜明师 求真道 你才能够得到真知 有了真知 你才能够真行 所以我们讲过 有真人 而后有真知 真人是谁 真人就是 我们的良知良人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良知良人 所以真人呢 就用另一个方式 来教我们 那就是 明师代表真人 明师来教我们 我们的良知良人 的归向处 那明师教我们的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走 去例行 去实践 那么 去实践了 你证悟到了良知良人的居住 那么你就跟明师一样 就跟真人一样 他说的这个是圣门啊 知行和一之教 古代的圣人 现代的圣人 所教的完全都是这样子 都是教人知行和一啊 现在的教法 就是叫你要去 弘扬 正法 你要去度化众生 你一定要呢 借着这个度化众生的磨练 那么你才可以 证悟到 我们的这种 良知良人 那一份的圆满 那度化众生 在哪里度 在家里面度 从家开始度起 那么你度人 你一定要有 相当严格的 自我要求啊 所以你要先隔物自知 你要对于这个道理啊 完全是非常清楚明白啊 你看桃园明圣经 他这个明圣经的意思啊 他首先就叫我们 明白这个圣 圣理 他借着桃园的这种表法 叫我们明摆圣教 所以这个明的道理啊 那是我们修行最主要的 一个追求 你看 这个日月都代表明 日月合起来就明 那么白天呢 太阳 非常的光亮 普照大地 我们呢 这个大地呢 因此而得以光明 也得以呢 这个生生不息 但月 月亮在晚上 晚上月亮的光明 其实呢 他的这个光明 更凸显了 这个光明的重要性 大地一片漆黑 可是呢 孤月独亮 于山头 于空中 这个表示呢 我们处在任何 这个地理环境 时空环境之中啊 我们都必须要坚持 月亮的那一份 这个清高啊 那清高不是骄傲的意思 清呢 是不染色 高呢 高是呢 能够看得更清楚 那所以 这是清高啊 这是日月 它所代表的 这种表法的意义 那么我们清楚了 我们明白了 那么就要赶快 从家里面的人 度化起 这个家庭里面 夫妻是一体的 所以夫得到了 妻也要跟着得当 夫妻要一起行道 然后可以教化小孩 可以度化父母 家庭里面得度了 那么就可以 其家 就可以感化一个社区 感化一个社会 感化一个国家 所以其家 治国 平天下 我记得 我的小朋友 现在呢 才五岁多 十岁才五岁多 虚岁就算六岁多 那么他的智慧 开得很慢 这个 一直都处在 感觉好像 同盟未开 那个状态 所以 让我们 很长脑筋 也不晓得 怎么教这个孩子 那我们又没有说 是学过教育 也没有老师的那份耐心 不会教小孩子 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那我就跟我太太 商量 就说 我们 家人啊 同在 一起的时间啊 那就是晚上 那所以呢 晚上的时段 我们就不要 去看电视 看有的没有的 去做一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 那我们呢 就应该呢 好好地来做 教化小孩子 这个工作 那我太太说了 可是小孩子 他不愿意让你教啊 他坐不住啊 他到处乱跑啊 他喜欢呢 东东敲西打的 我们一度还怀疑我 我那个儿子是 是否 为过动儿 实在是太好动了 坐不住 也不受教 在幼稚园 老师也很头痛 那跟着人家做 也不晓得在做什么 反正这样跟着人家做就对了 那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教他什么 我在想这样子很麻烦 我这个孩子 求观圣地君 是给的 那么观圣地君 所试下来的这个孩子 应该有特别的作用 那怎么现在的智慧没有开呢 那怎么办呢 当然就要再去求观圣地君 帮助小孩子赶快开智慧啊 至少跟一般人一样 你看五岁大的孩子 至少应该可以跟大人 这样互动 这样对答吧 那么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然后 我就跟我太太商量 说呢 我们晚上 我们现在都来看 那个 阿弥陀佛的电视台 因为晚上也不晓得干什么 除了有到场的活动 那晚上在家呢 除了看电视 那真的也不晓得干什么 那我太太说 好啊 那大家都来看 阿弥陀佛的电视台 那当然就是 净空老和尚 他在讲经说法的 那个电视台 我跟他讲 只要有小孩子 在电视机面前 我们就不能够 看其他的节目 不能够看连续剧 看综艺节目 看卡通影片 以免呢 污染了他的心灵 那结果我们 实行了一段时间了 诶 没想到 真的看到了效果 那因为我们是一贯道 可是呢 并没有一贯道的电视台 只有阿弥陀佛的电视台 是我们是 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所以呢 就只好看阿弥陀佛 那么看阿弥陀佛的电视台之后 看了一段时间 真的发生了作用 那么小孩子呢 也跟着看阿弥陀佛 那么小孩子没有办法听课 因为他根本坐不住 也听不懂 但是呢 他课堂跟课堂之间 有这个放阿弥陀佛的 这个朗诵唱歌的 这个画面 所以呢 每次到了 这个课堂的休息时段 阿弥陀佛开始唱歌了 那么我小孩子呢 就特别安静 他就会坐下来 他不再好动了 就在看那个电视 在唱阿弥陀佛 甚至他自己呢 也跟着这样哼 跟着这样唱 那当他在唱 唱久了之后呢 他还会看看父母 这个父母 爸爸妈妈 你们怎么都没有唱 你要唱啊 我们也笑一笑说 好啊 那就来唱啊 唱阿弥陀佛 就跟着他唱 那么所以呢 下课 他们播放阿弥陀佛 这一段 就是在接受 阿弥陀佛教法的 的时段 那么等到 恢复了 讲经说法的课程 那小孩子呢 又开始活蹦乱跳 开始 东敲西打 他特别喜欢 冒险泛滥 喜欢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爬高啦 砖椅啦 这个真的是 让人看得很担心 但是呢 他一边在玩 一边有在听 阿弥陀佛的讲经说法 那么呢 只要呢 我们把电视台 切到其他的画面去 我太太常常 看不下去了 那他就 把他切到 连续去 切到连续去 他这个小朋友 在玩的时候 听到声音已经变了 他就马上回头说 我要看阿弥陀佛 我要看阿弥陀佛 结果你如果不听他的 他就一直在那里跟你吵 我要看阿弥陀佛 我要看阿弥陀佛 就这样一直吵 吵到呢 我们必须呢 把画面呢 转回到阿弥陀佛的电视台 那他才没有少 继续去玩 我看这样子 这样也不错 也蛮有作用的 那只好呢 我跟我太太 跟着听 金空老和尚在讲课 当然我本身就很喜欢听 所以呢 我会如沐春风 可是我太太啊 坐不住啊 听不下去 那我就跟她讲 为了小孩 你也要忍耐 所以呢 后来她也跟着听 所以我太太在到场 讲课的次数虽然不多 每天听阿弥陀佛的讲课 这样累积下来也不少 所以我再说啊 小孩子度化了你 小孩子度了妈妈 因为妈妈不喜欢听课 所以小孩子用这种方式来度她 你说这样 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啊 小孩子虽然不懂 可是呢 她借着这些 人 这些事 这些物啊 诶 她也可以度化人 那小孩子因为白天 在阿嬷家 的幼稚园附近 上课 那我没有在幼稚园的时候 那都在阿嬷家 晚上接到我家 那在阿嬷家的时候呢 她也要求要看阿弥陀佛 只要电视画面一出来 她就要看阿弥陀佛 那阿嬷 阿公也没办法 好啊 孙子要看阿弥陀佛 只好播给她看啊 那播给她看 大人也要听啊 所以大人也跟着听 所以小孩子也跟着 度化了阿公阿嬷 哦 我说 哎呀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小孩子 用这种方式来度大人 这样也不错 一直到看到后面啊 实在是大人 看的都看不下去了 那我有时候呢 我自己也没办法 因为我早上已经看了 很很久了 那晚上她回来了 她还要看 那还要看 我想看卡通影片 我只要一看卡通影片 结果呢 她又马上说 她要看阿弥陀佛 就马上跟我争 那她要看阿弥陀佛 我要看卡通影片 我就觉得很惭愧啊 我竟然让小孩子来教我 你说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那我就随顺 我在的时候一定随顺 跟我太太在的时候 我就 那就不一定了 那她我就想说 其实这也是一种教化方式 那么每天啊 小孩子都有接近到道场 我是说每天哦 所以她每天只要听到 那个电视台播 阿弥陀佛唱歌 她就静下来 跟着再唱阿弥陀佛 每天唱阿弥陀佛 自然而辱目染 她心中也有佛嘛 这样也很好啊 这个大人没有在接触这个 久了听净空老法师 在讲经说法 他也懂了一些道理 那他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呢 可以透过这个来 祈祷他的良知良人之至善呢 当然可以 佛佛道童啊 哪有说什么佛可以度众生 什么佛不能度众生呢 那但是你会问啊 那我们是一贯道的 我们不是念阿弥陀佛的 那么你念阿弥陀佛 念久了 就跑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这个问题啊 我曾经想过 的确会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长一辈的人啊 我们的前辈啊 会认为说啊 念阿弥陀佛就是对 对我们的道没有信心 但是后学仔细思维啊 你们想想看 这个阿弥陀佛跟弥勒佛 我们的老祖师是弥勒佛 我们是要回归到弥勒净土 跟弥勒佛平受万教 然后呢 回归礼天 所以我们中间还有一段责任还没有了 就是杜禄 杜禄化九六亿元胎佛子 这个责任还没有了 我们的愿望呢 是再来 我们要做一名再来人 佛菩萨称愿而来 所以我们自己 起码要修到 这个佛菩萨的境界 你才有能力说称愿再来 那你做称愿再来了 就可以跟阿弥陀佛 普渡众生 平受万教 就可以跟弥勒佛 普渡众生 平受万教 那么弥勒佛 这个三朝普渡了 真正的经济三畅了 大家呢 在荣华会上 朝拜劳母 你也有一份子 这个是我们的愿望 那念阿弥陀佛了怎么办呢 这个后学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甚至我的妈妈 她呢 在将近往生之前 因为她脑 这个身体不方便之后 我们只有 把她送到安养中心 小孩子没有时间照顾 也没有能力照顾 那她只愿意住在她的家 我们的家在高雄 其他的地方 她不愿意住 我住在云林 我想在云林 好好的来孝敬她 她不愿意住云林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够随顺她的意志 那结果呢 我的兄弟商量 就是 只有把她送到安养中心 有人照顾 环境也不错 那她在安养中心的这段期间 其实感觉上 整个人生就已经在走下坡了 每天吃饱睡睡饱吃 也没有什么精神支柱 所以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 我就跟她讲 你要常常念佛啊 你就念佛号啊 那我问她说 你还记得什么样的佛吗 她就说 你看我妈妈在晚年的时候 还记得阿弥陀佛 那这整个事情回想起来 就让我有一个体悟啊 你看现在小孩子 也记得阿弥陀佛 老年人也记得阿弥陀佛 所以可见阿弥陀佛 在我们这个众生之中啊 那种浅尝的那种意识根啊 已经是生质很深 所以有句话说 这个 家家观思音户户弥陀佛 这个道理啊 原来是这样子 每个人呢 临终之前想到了都是阿弥陀佛 那么你说 你不是拜明师的吗 你不是在 这个弥勒佛的 的徒孙吗 但是呢 老年人 老人家虽然有求道了 但是呢 记不住记公伙佛 记不住弥陀佛 只记了阿弥陀佛 那么你说你要怎么办呢 你叫他都不要念 都不要想 那他呢 不是更空虚 更空无嘛 那小孩子 他也会 只会念阿弥陀佛 因为呢 只有这个 媒介可以 可以让他呢 去触及 所以我整个 把它回想起来 我终于想通了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弥勒真经最后面的一句话 南摩天元太宝 阿弥陀佛 想到以前在法会的时候 老师曾经教我们要常常念弥勒真经最后这一句 常常识宗 我这样想起来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如此 你看老师教我们常常识宋南摩天元太宝阿弥陀佛 他没有教我们 慈宋 他没有教我们慈宋 也没有教我们慈宋 这个佛号 这不是老祖师 弥勒佛的佛号吗 那么弥勒佛的佛号 为什么会是阿弥陀佛呢 这个我是百思不解 你弥勒佛你就叫弥勒佛 大家也比较好称呼 结果呢 你不是 你叫阿弥陀佛 那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阿弥陀佛 已经在我们潜意识里面 早就种下了这种善根 我们潜意识里面有这样的善根在 可见阿弥陀佛影响力量 很深很深 我们不晓得累劫累世 都在念阿弥陀佛 都有阿弥陀佛的这种影子 在我们的第八意识里面 那重点来了 所以弥勒祖师 他会用阿弥陀佛的佛号 来做他的佛号 这个就是 我体悟出来的道理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我体悟了是不是很圆满 但是我认为 这个应该是这样子 你看弥陀佛 为什么要叫阿弥陀佛 因为呢 他也在 这个极乐世界 这个修行成佛 那么极乐世界修行成佛的佛 也叫阿弥陀佛 这个弥勒祖师是要平受万教的 那么大家的潜意识都只有阿弥陀佛 他当然用阿弥陀佛的形象 来度化众生 来普度 九六亿元台佛子 来平受万教 那这样 有错吗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所以南无天原太保 阿弥陀佛 其实就是弥勒祖师 其实呢 就是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佛佛道统 佛跟佛 本来就没有形象 本来就是互通的 为了方便 方便呢 接受众生啊 所以呢 他用这些佛号 用这些形象 来度化众生 那么阿弥陀佛 他前面再加一个 天原太保 阿弥陀佛 那天原太保又是什么意思呢 天原啊 我们讲是道家的名词 道家所讲时空的单位 时间跟空间的单位 就是天原 天就是指这个空间 原呢就是指时间 所以时间跟空间的单位啊 那就是整个统合起来 所有的时空都包刮起来 也就是说呢 尽虚空片法界 所有一切的众生 通通要普渡 那怎么普渡呢 当然就是后面这个太保 用太保来普渡 太保又是什么呢 太保依照我们古时候的一个 的称法 的一个官阶 有分为 太师 太父 跟太保 这三个位阶 那么太师呢 当然就是国师啊 以这个教导皇上 指导皇上的一个老师 那称为太师了 那太父呢 太父就是教导这些皇子 皇孙啊 他们的老师 皇宫里面的老师 教导这些皇子的 皇孙的 这个就叫太父 那太保呢 太保就是教导全国民众的 的老师就叫太保 他的官位呢 就叫太保 所以太保 现在我们的名词来讲 就是教育部长啊 那主管教育的 那么弥勒佛 他要普渡搜缘 他要呢 度化九六一元太佛导 那他是不是要教化呢 我们上次讲过 我们不用教育这个名词 因为教育是外来词 教化才是中国人 中国一直在用的词汇 教化就包括教导跟话语 教导他就是用各种 这种口头的方法 文字的方式 上课的方式来教导他 所以教导的 也有包括道德 包括伦理 包括知识 包括呢 科技 那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古典 古典里面 有很多天文学 有很多物理学 只是呢 那时候不叫天文学 不叫物理学 那东东呢 包括在教育里面 这是教导 那化呢 就是化育 化育呢 就是无形的 老师你要做好典范 你要做好呢 这个圣贤人 他所教的一个言行标准 你老是要做出来 老师你不做出来 你叫孩子做 孩子怎么做得出来 孩子怎么会听你的呢 他不会听你的 那这次点出了 我们最近 台湾的社会 一个读经的风气 读经的风气 越来越盛 但是你要想到 这些读经的孩子 你叫他们来读经 可是呢 他一离开这个读经的团体 他跟着 这个同学之间 在相处的时候 看到学校老师 的那个样子 然后他看到 学生 同学也没有做好 老师也没有做好 在家里面看到 父母也没有做好 这样呢 他读经 他会觉得一个 一个大疑问在那里 为什么经典这样教我们 但是呢 这个世间所做的 都不是这样子呢 那他就会呢 否定经典 认为呢 经典在骗人 所以有的 有的小孩子啊 他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再也不接触了 甚至呢 非常的 生恶痛绝 那么有的人呢 被逼着要读 读就读啊 可是读到最后 他还是呢 不想再接近了 读到最后 他离开这个环境之后呢 他还是照样被染污 那是为什么 因为呢 老师根本就没有 以身作者 尤其是他跟他生活 息息相关的父母 也没有以身作者 父母也没有修到 也不是圣贤人 老师也没有修到 也不是圣贤人 那你说 让这个小朋友 他怎么样依据 经典的教化 来付诸实践呢 所以读经只能够说 一时的风气啊 真正有办法教化人心啊 那真的效果非常有限 那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 你父母要跟着学 你老师要跟着体 带头作用 老师要这个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学真的要学到一个 为人师表的 的这个样子 那你行呢 行要成为一个 世间的法则 所谓言而为世间法 行而为天下则啊 你说出来的话 就是呢 天下的一个正法 你的行为呢 就是天下人的准则 这个呢 才真的是 为人师表 所应该达到的一个境界 那所以 这个父母不是圣贤人 我们也希望说 当小儿子在读军的时候 父母也跟着一起学习 也跟着一起做 那么老师 在这个标准上呢 就非常的严苛 老师 你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你自己的修行 要达到一定的水准 一定的典范 那他才可以教化父母 教化学生嘛 教化社会大众嘛 这才是真正的名师啊 我们说小技工 我们要帮师尊师母 这个普渡三朝 这个才是真正的在帮师尊师母 你不成为小技工 你哪有办法帮助师尊师母 你只是在害师尊师母而已啊 所以我们想到这样 那么老师跟父母的角色 就相对的重要 同时要修正 你看我们大学讲齐家 齐家事上它的标准呢 就是呢 父母跟小孩子都做到 做到一个典范出来 那你才能够齐家 那今天呢 我们回归到刚才所讲的 这个南模天元太保 太保就是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要号令这些 全国的老师 全国的这些 这些师资啊 通通来学习圣人的教化 圣人的典范 你自己要懂得 你的良知良人在哪里 那么人的这个心性啊 本来自善 你要把这个本来自善的心性啊 把它启发出来 那启发的动作呢 你必须是你自己身体力行 你必须呢 是这个家长也跟着了身体力行 这个才叫做教化 化欲是无形的化欲 我们说过化纯神 你看中国人用这个化 是让他的这个心性呢 真正的开启 真正的 这个 让他的智慧流露 那这样呢 才有所谓的欲的作用 欲就是帮助他成长 不管是在生命上 在慧命上 你都要帮他成长 那这个是教育部长 重责大任 没有比教育这件事情 更要 更来得重要 所以为什么 弥勒祖师的佛号 会是 太保 太保 就是要教 静虚空 遍法界 所有的众生 来归屈到 佛的一个 支建 开导众生 进入佛的支建 指示众生 进入佛的支建 让众生呢 误入佛的支建 那这个呢 才叫做 这个 天元太保 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是 因为弘扬起的时期 遗留下来 那个善根 你要继续把他发扬 所以 弥勒祖师 用阿弥陀佛的佛号 来成就众生 所以我们一贯道地址 我们念阿弥陀佛 其实呢 就是回向到 南无天元 代表阿弥陀佛 那就对了 所以念阿弥陀佛 可不可以 可以 你不用刻意去念弥勒佛 去念寄功佛佛 去念什么佛 不需要 你只要念阿弥陀佛 你最熟悉的 最朗朗善口的 你把它好好念 念了 回向 回向到 这个 礼天 回向到弥勒净土 回向到呢 这个白仰的 这种荣华三会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弥勒佛 他一片的用心 一片的苦心 他这样的心 真的 没有人去讲 没有人去参数 众生不晓得 修道人不晓得 到现在我们没有人在讲 这个南无天元太保 阿弥陀佛 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是跟着念 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听人讲过 为什么 弥勒佛 那里面有阿弥陀佛呢 弥勒佛跟阿弥陀佛怎么会扯在一起呢 没有人知道 这个就是佛佛道统的道理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 老师 所有的信文上 没有教我们念佛 有教我们磕头 用五字生言 但是五字生言呢 又不能够用出声音 所以你也不能教人 但是呢 老师有教我们 常常念南无天元太保 阿弥陀佛 那你会说 这个好长哦 阿弥陀佛才四个字 现在又变成 南无天元太保 阿弥陀佛十个字 好长啊 其实我们修行人 我们知道啊 念佛 是念 你当下的心 当下的清净心 当下的一个平等心 你的真诚心 你当下那个心 是绝对的 这个无私无染 绝对的那种清净平等 那么那个心呢 才是真正的功德 那个才是真正的 止于至善 所以念佛 你念五声 念六声 念十声 那有什么差别呢 那只是众生上的知见而已 我们不要错用功夫了 不要分别彼此了 所以你 你说你不要念那么多 那你就念阿弥陀佛 我们念阿弥陀佛 绝对不是说 我们对老祖师没有信心 对这个道没有信心 那因为阿弥陀佛 这个弥陀佛师的佛号就是 有阿弥陀佛 那这样 为什么不可以念呢 所以要知道 我们对于道 是无比的信心 对于师尊师母的大法 是坚定的相信 那么你知道 你自己要回归的路向 回归的途径 那么你有什么害怕呢 我已经了然清楚 所以从 我的妈妈 我的小孩 的这种例子 我个人呢 也下定一种决心 决定呢 要让自己 修行 修行到呢 这个生死自在 修行到呢 你自己知道怎么回去 这样呢 我才能够报答私人 没有修行到这样子 我还不够圆满 我还必须努力 所以我现在 要不断的努力 那我的修行方法呢 就是呢 透过 讲经说法 我每天要求自己 面对摄影镜头 我自己 讲给自己听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 我在这里讲 我主要要讲给自己听 那么你觉得很受用 你就拿来 拿来听 觉得很不受用 你就不要 不要听 我讲给自己听 要求自己 每天在一个小时里面 好好地录制 好好地讲 把自己的体悟人 完全公开地 讲出来 所以你知道 后学现在在讲课 那我完全是不准备草稿的 我的后面也没有大字报 可以看 我都是呢 这个 当下流露 当下体悟 有时候在讲的时候 那些言词文句 那些说法 根本都不是我在说 根本就是先佛加灵加智 我讲过之后下了台 我就通通忘光了 下一次再来再来讲这个同样一个课题 那内容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讲的是当下的流露 那所以有这个当下流露 就要看你功夫下的深浅 人家说台上 台上十分钟啊 台下是十年功啊 十年的功夫里面 才累积住你这个十分钟的功力 你看我们那些奥运的选手 他在表演 表演可能两三分钟而已 但是呢 那两三分钟最精湛的演出 他可能下了十年的功夫 甚至二十年的功夫 那么讲道理更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每天要求自己 我现在每天一个小时 奖金说法 面对镜头 我不需要去到场 所以我每天还是可以讲歌 我用这个功夫来行持 每天可以让自己呢 在这一个小时里面 达到定的功夫 因为呢 在讲课之中 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妄想 你旁查其他的思绪 那你讲课一定讲不好 当然也会有 所以呢 那一堂课必须重讲 重录 这个现象常常有 总之呢 要把最好的 最圆满的体悟啊 来呈现给 我们的同修大众 希望能够透过我的体悟啊 让大家 了解到经文的教义 所以这个是 讲给自己听 我不是要讲给别人听 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 我讲得这么好 讲得这么事不关己 那你自己做的怎么样 我自己做的不怎么样 我还在要求自己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 每天一个小时的定功 我就可以达到 这种定的功夫 我就可以伸出智慧 那我们呢 都是用的最普通 最阳春的 这种摄影方式 我们没有人可以打字幕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同修大众 有人愿意帮我们打字幕 帮我们做后字啊 那真的是天恩师德 我要非常的感激啊 如果说 我们有很多志同的道合 道合的这些朋友 能够呢 愿意来加入帮忙 希望呢 让这个政法 继续流传下去 那么这种方式呢 其实也是一种 更好的弘扬方式 我们现在 道场还停留在 就是要出去度人 出去呢 去成全人 出去奖金说法 但是我们不晓得说 现在时代在变 科技呢 是日新月异 科技所带给我们的便利程度啊 虽然超过我们的损失啊 所谓得不偿失啊 但是呢 科技也能够帮我们红法 红法就能够立生 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 来这个红法立生 那么这个跟以前 完全是不一样了 以前你没有出去啊 人家会认为说 你在红什么法 你没有出去关心人家 你没有出去成全人家 师尊师母还希望我们 每天一个两 一个时 一天里面 两个小时去成全别人 你可以成到 但是现在 现在的社会原貌 已经是不一样了 没有人愿意跟你 这样子两个小时耗在那里 你浪费自己的时间 也浪费别人的时间 那别人不一定对你有好感 那所以呢 后学选择用这种方式 其实呢 也是进宫老和尚 他教的 我就是学习他的样子 学习他的样子 来红法立生 那么如果有一点点的注意 我相信那这样就能够 让自己觉得自己的一些努力 还可以看到一个效果 你看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那卫星这么发达 那网路可以播放这些色情暴力 网路为什么不能够播放这些活菩萨的讯息 先佛的讯息 讲经说法的这些道理呢 当然也可以 其实一把刀 有好坏两面 看你要怎么用 虽然科技呢 就像一把刀 他把人呢 可以割得了 这样遍体鳞伤啊 但是呢 那是因为人心 他没有办法 掌握到这份良知良能 没有办法看到 人的那份 这个至善的一面 所以当他刀拿起来的时候 他所感向的都是呢 都是为钱为利 为求明文立养 都是呢 自私自利 都是呢 这个 损人利己 这个是完全是 负面的 的心态 完全不是自善 也没有良知良能 这个都是妄心 都是呢 这个血肉之心啊 所作为 那我们的良知呢 我们良知被 贪嗔痴爱 这些妄想 给敏盖住了 以至于良知 没有办法follow 那所以我们要 不断的去讲 不断的去弘扬 去称诉 久而久之呢 希望能够做到呢 教化的功能 你讲一遍 他听不懂 讲两遍 讲三遍 那谁有呢 谁有时间 谁有这个办法 这样每天一遍 两遍的讲 我们透过科技 透过这个网路 卫星 透过光碟 你就可以一遍一遍的听 一遍一遍的 来反省自己 只有光碟 可以一遍一遍的 在让我们听啊 你看我们的 道场课堂上的课 哪有办法 一遍一遍的讲 那如果说 这个讲的讲师呢 他本身的体悟又不深 我们也是在那里浪费时间啊 那所以后学 用这种 自我修炼的方式 来跟大家结缘 希望呢 能够为师尊师母的 这种弘扬大道啊 开启一条路 这一条路呢 是普渡众生 这一条路呢 是这个 成全人 度化自己的一个 康庄大道 所以 今天啊 我们这样 把我的例子 跟这些 道场上 理事项 这个心性的 这些原理原则 把它讲清楚 也希望呢 大家在这一方面呢 听了之后呢 有所领悟 在智良知 知省合一上啊 能够体会到 杨明先生 他所说出的 说出来了 这些道理 知省合一 自教 如 他说呢 知知真切 赌时 处即是行 知知真切 赌时处 即行 赌时处 赌时就是真正的 认知了解 那就是行 行之明觉 经察处 就是知 行了 你去了解 你去察觉 你去体悟了 那就是真正的知 知行功夫 不可离 知行功夫啊 本不可离 所以他可见呢 他这个经察处 跟这个真实处啊 他是知行合一的 一个道理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讲到 惨发武教圣人之奥迹